第四百四十四起 你 你 面目阴质的精英护法 似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他睁大着眼睛 缓缓低头看向自己的胸膛 那里有个血洞触目惊心 鲜血如泉水般涌出 体内的五大神脏 大半都被霸道绝伦的一拳 给积成了肉泥 事可尽 话不可尽 先前你还说我是蝼蚁 弹指尖便可将我震杀 现在看来你真的是太天真了 楚风淡淡的说道 并且趁机抓住其脖子 单手将其举在空中 听到这样的话 这个精英护法 只觉得体内气血逆转 冲吼而出 气得鲜血狂喷 他怎么也想不到楚风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还有许多强大的神通 都未能来得及施展出来 并被重创 并被重创而落入对方的手中 太出真龙体 放开他 否则我们让你生不如死 另外两个抱着双手 浩正以下观战的精英护法 见到这样的画面顿时怒吼 双目中爆出出冰寒的杀机 他们脸上的冷笑完全凝固了 因为眼前出现的并不是他们意料中的画面 这才知道先前过于轻视楚风 早知道就该三人联手齐上 是吗 楚风眼睛微眯 冷冷地看着两个怒吼的精英护法说道 现在我为刀子 他为鱼肉 其生死都在我的一念之间 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还敢说狠话 我们不想跟你废话 一名精英护法阴沉着脸说道 你放了他 我们可以保证留你个全尸 让你死得痛快 不至于受尽折磨 在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中死去 这个条件你觉得如何 楚风笑了 他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笑 说道 听你们这话 好像杀了我是我的荣幸 我应该为此而感谢你们 难道不是吗 鼻尖生着一颗小黑质的精英护法 淡淡地说道 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不管是我们太虚圣地 还是秦族 亦或是别的势力 想要杀你的人不计其数 你的命运早已注定 没有丝毫逆转的机会 落到他们的手中 你会面临什么 想来也不用我说 所以痛快地死去 是你最好的选择 没有别的路可走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楚风露出沉思的神色 随即说道 我看不如这样 你们两个在我面前自问 到时候我便给他留个全尸 不让他在折磨中死去 反正你们都是要死的 能为同门做点贡献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你们以为如何 你不知好歹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你机会你不要 你这种硬骨头 看来只有用铁血的手段 才能让你明白什么是后悔 两大精英护法 被楚风的话语激怒了 满脸杀意地向着楚风逼来 两人的身上同时浮现出 密集的神闻 法则气息弥漫而出 直接就要出手 显然是不打算理会 那个被楚风擒住的精英护法了 同门之情薄如指 看来你们不打算顾及他的死活了 楚风将面目阴质的精英护法高高举起 五指缓缓收紧 其苍白的脸上涌上红巢 大骨的血液自口中涌出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遇到这些事情 总会有人要牺牲 既然注定救不了他的性命 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你以为用他的性命做妖邪 就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实在是太天真了 今日你必死无疑 两个精英护法化于冷漠 眼神中杀鸡烈烈 真的完全放弃同伴了 他们并肩向着楚风逼来 气势不断攀升 神能精气沸腾 法则神文缭绕 散发出浓烈的杀法之气 两个精英护法如此干脆的放弃同伴的性命 这让楚风微微有些吃惊 毕竟他们三人都是出自神日风 而神日风的人向来都很团结 彼此相顾 否则也不能在圣地中独大了 既然如此 我就先杀了他 再送你们去黄泉与他作伴 楚风也很干脆 他今日来此就是为了杀人 扑得将面目阴质的精英长老的头颅给凝了下来 无头尸身直直向着地上坠落下去 脖颈中喷出数米高的血柱 散发出淡淡的热气 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接着 楚风随手将先去凌凌的头颅扔向两个连妹逼来的精英护法 头颅在空中划过 断裂的颈部涌出的血液在空中飞洒 经得两个精英护法赶紧侧身避过 就在这个时候 楚风浑身闪烁金光 整个人如神经胶筑 体内的血液隆隆奔涌 他如洪荒蛮兽的化身 一步迈到了两个精英护法的面前 其速度快如惊鸿 惊得他们快速飞退 太出真龙体肉身强悍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两个精英护法自然不会与他近身搏杀 立时飞退 与拉开距离 可惜楚风岂能让他们两人如愿 栖身的同时 金色的拳头便轰杀了出去 呜 楚风挥动手臂 四方空间顿时颤明了起来 金色的拳头霸道绝伦 如同浓缩的神月振机而至 锁定那个鼻尖身着黑质的精英护法 在其暴退的瞬间轰杀而去 那个精英护法眼中露出惊骇 他以最快的速度往后飞退 可是楚风轮动拳头轰杀而来 跟着他的身体而动 根本无法避开 无奈之下 他只能仓促地施展演化出一轮神日来抵挡 蹦 神日刚刚演化成形 金色的拳头便轰杀在了旗上 爆发出刺目光芒与刺耳的金属颤音 金色的拳头拥有霸局山河的威能 纯粹的肉身力量震碎了神日 使其四分五裂 其拳头去尸不减 粗的击穿了那个精英护法的胸膛 鲜血击射而出 将其身体震飞数十米 那个精英护法惊骇莫名 抬手只想处风 你 刚开口说出一个拟字 一口血液便喷了出来 霸神一击 天地烈 就在楚风击穿那个精英护法的胸膛后 另一个精英护法施展出强大的神通秘术 演化出霸神虚影 万道神光绽放 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强悍的气息笼罩十方 嗡 金色的霸神虚影双手高举 神文与福转闪耀间 在其手中 胶持出一柄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神剑 剑锋抱射犀利的神芒 直接对着楚风斩杀而来 刷 赤烈的剑气迸发 犀利惊人 瞬间斩破了空间 将这片天地都层中切开了 灵力的剑气直展楚风的头颅 楚风眼眸威了 双手快速演化 神文与福转交织成阴阳八卦图 迎向展来的剑气 崩的一声爆发出绚烂刺目的光芒 八卦图震动 崩开了剑气 紧接着便碾压了过去 其上有八项世界显化出来的天地烽火 山川雷泽 交织出恐怖的景象 如同一个古老的大世界镇压而下 那个精英护法大惊 催动霸神虚影轰击八项世界 然而霸神虚影在八项世界的镇压下 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便被碾压成了光雨 这让他的脸色骤变 不 那个精英护法发出惊恐与不甘的嘶吼 他双手高抬 逆击天语 体内的神能沸腾到了极致 自双掌内奔涌而出 可是却无法抵挡住八项世界 只能在惊恐与绝望中 眼睁睁看着八项世界镇压下来 哄 八项世界崩碎了大片的虚空 将那个精英护法彻底笼罩在了其中 啊 凄厉绝望的惨叫声自八项世界中传来 听在那个鼻尖有黑质的精英长老耳中 有种难言的惊悚感 他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被死亡的气息淹没 深深的绝望与恐惧彻底笼罩了心间 八项世界消失 那个精英护法的身体也跟着消失了 甚至连血泥与骨渣都没有剩下 楚风脉步走向鼻尖伸着黑质的精英护法 他的脚步缓慢 却富有节奏 每一步像是踏在了其心脏上 让他的心脏跟着脚步的节奏而律动 你 你想要做什么 那个精英护法说话都有些颤抖了 先前的自信姿态早已经消失 此刻的他只有被死亡笼罩的恐惧与绝望 看着楚风冷漠逼近 心也跟着往下沉 但却不想就此放弃生的希望 说道 你也是圣地的弟子 已经杀了两人 难道真要赶尽杀绝吗 赶尽杀绝 楚风的嘴角泛起一缕冷笑 说道 先前你们信心在握的时候 有想过不杀我吗 现在面临死亡了 你却说我要赶尽杀绝 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 肃劳和圣主的命令 我们这些做护法的 岂能违抗 说来我与你并无仇恨 奈何命令难违 这才不得已对你出手 你若是心中怒气难平 理应照肃劳与圣主才是 杀了我们也是没用的 照你这样说 你们奉命来杀我 若是成功了便提着我的头颅 回去邀功 若是失败了便让我以 你们是奉命行事为由 而放过你们 好让你们以后再奉命来杀我是吗 楚风冷审 对于面前这个经营护法的言论 感到可笑 不 不是的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对你出手了 看在同门的份上 而你要是失败的 就放过我吧 那个精英护法的声音近乎哀求 他是真的不想死 这世上没有几个人真的不怕死亡 如果是要我杀你 而你的实力又在我之上 你会放过我吗 楚风的脚步未曾停留 依旧缓缓向前逼近 我 那个精英护法不知道如何作答 张了几次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最后只得出声哀求 师叔 我真的错了 不要杀我 我还不想死 好不容易修炼到这个境界 我真的不想死 没有人想死 我自然知道你不想死 以你的年岁应该不超过三百 还有七百年可活 只可惜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如果做错了事情 都能以后悔的方式来逃过代价的话 这世上也不会有仇杀了 不要 不要 那个精英护法发出惊恐至极的声音 充满了绝望 在他充满无尽恐惧的眼神中 一只金色的大手从天盖落 一把将其头颅给摘了下来 温热的血液 扑得自无头尸身的脖颈中冲出 声音戛然而止 整座府邸中彻底的安静了下来 寂静无声 其余的圣地弟子死的死逃的逃 除了楚风已经没有别人了 中院内 楚风盗我化身站在院中的假山前 身边躺着三具尸体 都是神日风的普通护法 这三个人在楚风的神我化身 与精英护法战斗的过程中 先后来到假山下 想要激活不在府邸中的阵纹 可惜楚风的道我化身 早已知道了阵眼的所在 一直都守在这里 将他们一一阵杀 太虚圣竹 今日的事情应该还不足以让你暴走 但我相信当你看到某些东西的时候 定然会陷入癫筐中 我很期待那一刻的到来 突破下颗境界的资源 就靠你们和秦族慷慨相赠了 楚风的口中发出轻轻的声音 他立身在前院的空中 目光扫射地上 与穿在龙纹黑毛上的尸体 幻化出血气手掌连连挥动 将那些普通护法 与精英护法的头颅 全都割了下来 而后转身离去 不久之后 楚风的神我化身 出现在了西城门前 他将太虚圣地的普通长老 和精英长老的头颅 全都钉在了城门上方 并且在城墙留字 神日风浪得虚名 大日霸神诀不过如此 圣主老贼 洗净头颅带我来去 太出真龙体 楚风留字 西城门附近的人们 见到楚风出现的时候 已经喧哗了起来 看到他将这些头颅 钉在城门上方 并留下刻字后 更是沸腾了起来 而楚风的神我化身 则直接消散了 人们还以为 他是进入了虚空 离去了 荒城今日真的是举城轰动 前不久 楚风出现在东城门 将秦族重强者的头颅 钉在了城门上空 并留字羞辱秦族 一个时辰后 他又出现在了西城门 将太虚圣地重强者的头颅 钉在了城门上空 并留下严惩让太虚圣主 洗干净头颅 等着他来去 这是何等的狂言 需要何等的胆破与勇气 才能如此 这 太出针龙铁的手段 真的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他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同时镇杀 两大顶尖势力的强者 当众打他们的脸 还留字挑衅 只是想要将天给捅出个窟窿吗 太出针龙体从来都不是冲动的人 否则这些日子以来也不会隐藏在暗中 以他的形式作风 怎么会做出这样不致的举动 其实 从过往的种种事情中可以看得出来 太出针龙体本身就很强势 骨子里非常地霸道 如今秦族与太虚圣地前来北域要杀他 或许他真的被激怒了 这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有道理 太出针龙体实力大尽 自然也是信心倍增 加上他本身就拥有很强的引力之术 定然是相信自己不会被太虚圣地和秦族寻到 所以才这般死无忌惮 公然挑战两大顶尖势力 哼 不过是皮肤汉术不自量力而已 像那秦族和太虚圣地是怎样的存在 岂是区区一个针龙体能抗衡的 他未免也太狂妄了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没错 以为自己身怀针龙血脉 就能与顶尖势力抗衡 实在是天真幼稚 莫说他现在只有神乔秘境的修为 就算是成为了道主 还需圣地和秦族中能收拾他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啊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井底之蛙 不知道天河之大 血脉再强者又如何 不过是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中的可怜虫罢了 现在是成了一时之快 可是很快就会后悔不迭 到时候他才会明白 今天做下这种事情是多么的愚蠢 想出风头却丢了性命 无数的人向着西城门赶来 众人进节议论纷纷 各种各样的都有 有惊叹的 有理智分析的 也有心存嫉妒而出言讥讽的 人们各种议论 荒城彻底沸腾 整个城池炸开了锅 相距不过一两个时辰 秦族和太虚圣地的强者皆被斩杀 鲜血淋淋的头颅钉在东西两城门上方 触目心惊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楚风 此刻却已经悄悄回到了落脚的客栈小院内 就要暂时离开荒城了 楚风来此和秦旭等人告别 风 此去你要万分小心 放心吧 义尘师兄应该在太虚风上 我不会有事的 不要担心 你独身前去 秦旭怎能不担心 秦旭抱着楚风的腰 将身体轻轻依偎在他的怀中 楚风沉默不语 只是伸手将他搂住 感受着拥着他的这种感觉 几个时辰后 楚风告别了秦旭和熊孩子等人 并且叮嘱他们掀起曾经修炼的那座山谷中等待 毕竟荒城风起云涌 并不安全 最重要的是随着他的计划展开 荒城将变得更加的危险 楚风摇身变成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 离开客栈后 静止走向荒城内的传送古镇台 借助镇台前往冬域 如今的冬域和以往有些很大的变化 神城一如过往 这座屹立无尽碎的城池抱经岁月的风霜 亘古不朽 只是这里的气氛却变了 楚风走在大街上 偶尔能听到过往的修者们低声议论着九龙山脉的事情 从他们的声音与表情中 可以感到其内心的忐忑与不安 神城内车水马龙 非常的繁盛 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如以往般繁华热闹 但是人们的心中却笼罩着阴影 看来九龙山脉的事情 对冬域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难道那些万古神朝和神灵传承 以及半神传承都不理会这些事情吗 毕竟事情是由他们而起 若非他们当年动用神道先兵 古魔妖生物根本不可能提前出事 楚风立身在街道中央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听着街道两边的叫卖声 想到了曾经在神城的种种经历 一时间不禁有些感慨 游记的当年出来神城 那时候的他只是个神海秘境的小修士 天骄别远中与太区圣子斗气势 街道上当众暴打顽固子弟李一天 独身斗李家 再想起这些事情 真是不胜唏嘘 雨昕 我回来了 你还好吗 楚风遥望天骄别院所在的方向 心中默默说道 原本冷漠的眼神多了些许温柔 迈着步伐向着天骄别院而去 穿过条条街道 天骄别院出现在了视线中 这里一如过往般安静 四周几乎都见不到人影 旁边的几条街道也非常的安静 没有行人 也没有店铺 分别一年多 而今又回到了神城 站在天骄别院前 楚风的心情忽然有些激动 莫名的想要立刻见到雨昕 了解她的近况 看到她那深情与温柔的眼神 如花的笑颜 经历过那些事情 世间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专情 楚风忍不住叹息 脸上露出自嘲般的笑容 轻声自语 或许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专情的人 我亏欠情血的是实在是太多了 楚风深深吸口气 而后大步走向别院大门 两个站在门前的羽族弟子健壮 脸上顿时露出激动的神色 赶紧迎了上来 楚风 你可算是回来了 一名羽族弟子激动莫名 同时吩咐另一名弟子进入别院内通报 不过片刻时间 就有一名身材鸟娜的粉衣女子 快步而来 楚少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曾派人去北狱 寻找你的消息 可是却没有半点音讯 我们 粉衣女子先是露出激动 但才说了两句话 带眉间便浮现上了深深的忧虑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楚风的心中一咯噔 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急声道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雨昕呢 怎么不见她出来迎我 粉衣女子和两个羽族的弟子都沉默了 接不出声 这更是让楚风的心猛得一沉 她一把拉起粉衣女子 就往别院深处走去 说道 带我去见雨族的前辈 我要清楚地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雨昕究竟怎么了 楚少 你轻点 钻疼我了 粉衣女子痛呼 她也是个修者 但却经不起楚风情急下的一钻 险些没有将她的手腕给钻裂 边缘深处的一座幽静院落中 楚风见到了雨族的老辈人物 这是一名老玉 看上去年约六十多 头发花白 但面色非常的红润 整个人气息内敛 但依旧能让人感觉到她的强大 楚少 这就是我们天交别院内身份地位最高的雨姬前辈 她是小姐的姑姑 这里没有奴婢的事情了 奴婢就先退下了 楚风没有说什么 看着粉衣女子离去 而后才走到雨姬的面前拜了拜 晚辈楚风拜见前辈 想不到 真是想不到啊 雨姬仔细打量着楚风 双眼神光闪瘦 说道 当年你出来别院时 老身就已经镇守在了这里 虽然觉得你血脉不凡 拥有很大的潜力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太出真龙体 听到这样的话 楚风有些拿捏不准雨姬的态度了 当即说道 前辈是否也觉得太出真龙体是禁忌于不祥 哈哈哈哈 雨姬听到这样的话 当即大笑了起来 他伸手指向面前的石凳说道 你过来坐下 让老身好好看看你 楚风被雨姬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 这种眼神像是在欣赏某件物品似的 肆无忌惮地在他的身上挡量 不过他还是依然走到雨姬对面的石凳上坐下 果然是青年天骄 血气旺盛如海 精气精纯内敛 听闻你还修炼了种种神奇的 神海异象和日月神藏 难怪我家那一向眼高于顶的雨姓丫头 会对你一片痴情 只可惜 只可惜在下是太出真龙体 这种血脉自古以来都生产诅咒 不能与亲近的人时常相处 楚风接过雨姬的话 沉声说道 是的 这正是老身担忧的 老身看着雨姓长大 这个丫头的性子我非常的了解 她早已经离不开你了 却不能与你长相厮守 对于她来说何其的残忍 想想都让老身心疼 前辈您放心 楚风此生绝不辜负雨姓的情谊 至于缠绕在我身上的诅咒 将来一定有办法解决 楚风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说道 前辈 不知道雨姓现在何处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雨姬神色微变 眼中逐渐有了怒火 沉声道 雨姓被软禁在了家族中 恐怕数年内都难以再踏出家族半步 为何 楚风的眼中忽然爆射出冰冷的芒 她不禁缓缓握紧了双手 沉声道 雨姓是家主的女儿 谁敢将她软禁起来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这件事情都是因你而起 雨姬摇头叹息 说道 数年前 雨姓返回家族 悄悄将王道禁器紫金软甲拿了出来 数年后 家族中的人在清点爆裤物品的时候 发现软甲不见了 追查之下 才知道是她将软甲给了你 我们雨族并不是世人想象中的那样 雨姓虽然身为家主的女儿 可是家族内并不是家主一人说了算 况且雨姓丫头的确是犯了错 家主也不能过于袒护 无奈之下 值得将她软禁 都是因为我 是我害她受苦了 楚风的心中充满自责与心疼 她没有想到紫金软甲竟然会给雨姓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想到当初雨姓笑着跟她说自己是雨族的千金 拿出紫金软甲不会有事 当时的她满脸轻松的笑容 而今想来 那时候她就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 但是为了她的安全 雨姓却宁愿这样去付出 默默地付出 这让楚风的心阵阵抽搐似的痛 我不能让她为我而受累 如果现在将紫金软甲送回雨族 不知道能否让雨姓解除软禁 楚风满脸稀迹地看着雨姬 雨族势大 她没有别的办法 而今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此 第四百四十六集 雨姓 雨姓早就猜到你若知道此事 势必会主动交出紫金软甲 所以她让我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你 但是老生还是说了 老生只是希望你知道雨姓对你的情意 且莫辜负她 至于紫金软甲你还是留在身上防身吧 关键时刻她能救你性命 不 紫金软甲本就是雨族的 现在雨姓因此而受累 我岂能眼睁睁看着 楚风身上神光流转 与肌肤融合的紫金软甲快速脱离了出来 神光闪烁中 缓缓落在了面前的玉石桌上 说道 前辈希望你将这紫金软甲带回雨族 帮雨姓解除软禁 我想见她一面 雨姓看着面前流转着紫金光芒 其上刻满了倒转的软甲 叹了叹说道 你放心吧 老生拿着这紫金软甲 定然可以让家族解除雨姓的软禁 相信家族中那几个老东西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只是雨姓丫头恐怕会责怪老生了 你在这里等着 两日之内老生和雨姓必会回来 多谢前辈成全 楚风起身 深深一半 傻小子 你不用谢老生 雨姓可是老生的亲侄女 老生从小对她视如己出 怎能看着她受苦 雨姓收起紫金软甲 离开了天郊别院 楚风则留了下来 她决定要在这里等待雨姓前来 无论如何也要见她一面才离开 至于前往太虚圣地的事情倒也不急 太虚圣地中戒备森严 尤其是神日风 而楚风这次的目的就是神日风 并且还要找到太虚圣主 去得太早反而不妙 只有等待他们得到北域的消息 怒火燃烧到极致的时候 那时候反而会更加的安全 毕竟没有谁能想到她会回到圣地中 楚风来到雨姓住过的阁楼中 闺房中的陈设依旧 还是那么的素雅精致 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清香 楚风来到床边 缓缓躺了下去 锦背上传来的香味 就如雨姓身上的女儿幽香般 淡淡的香味 让楚风心中的思念变得更加的浓烈了 雨姓 你对我好 我会永远铭记在心里 晴雪已经接受了你 将来我们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你若知道了这个消息 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曾说过 将来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次再见到你 我便可以兑现曾经许下的承诺 楚风在天郊别院等了整整两日 可是雨姬和雨昕并没有出现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雨姬前辈曾说过 两日内必反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她和雨昕都没有出现 难道是被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 给缠住了吗 楚风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既然雨姬定下了十日 若非有非常特殊的事情 或者是无法抽开身 她绝对不会迟到 雨昕是家主的女儿 雨姬前辈又将紫金软甲拿了出去 这其中应该不会出现意外才是 莫非 楚风的脑海中 闪过无数种可能 脸上的神情也有了变化 她催动虚空神珠隐藏了起来 并且收敛自身的气息 警惕地感应着四周的情况 数个时辰过去 雨姬和雨昕还是没有出现 楚风心中一沉 她几乎可以肯定雨昕不会再出现了 就在她准备动身离开的时候 远空中有数道身影破空而来 浑身笼罩神光 速度奇快无比 如惊鸿闪过 楚风心中微惊 来人共有三个 全都是中年人 境界高深莫测 给她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很显然全都是道工境界的人物 这三个人驾驭鸿芒直奔天交别院 他们的眼神非常的冰冷 脸上充满了杀鸡 隐藏在虚空中的楚风看到这样的画面 没有任何犹豫 催动虚空神珠快速离去 在三个道工境界强者赶到天交别院之前离开了这里 离开别院后 楚风并没有远去 而是隐藏在远处静静观察情况 只见三个羽族的道工境界强者立身在天交别院上空 呈三族鼎立之势 将别院围了起来 随即以神念扫事 你们想要做什么 别院中一名老者冲天而上 冰冷地看着三个道工境界的强者说道 这里是小姐的天交别院 你们竟敢这般放肆 我们不敢在小姐的别院中放肆 只是听闻太出真龙体隐藏在这里 奉三家主和四家主之命特来擒杀 这是手谕 立身在东方空中的强者随手一挥 一张金色的布卷迎风而战 其上赫然有着一行行闪闪发光的小字 由于字体太小 相距又过远 楚风无法看清楚其上写的什么 不过却知道肯定是写的关于秦沙他的话语 别院中的老者见到布卷上的发光的字 当即便沉默了 眼中有熊熊的怒火在燃烧 说道 太出真龙体并不在这里 已经在几个时辰前悄然离去了 不可能 他没有等到要等的人 怎会轻易离去 拿出手谕的那个强者沉声说道 而后直接在别院上空来回搜寻 强大的神念扫射每一个角落 楚风在远处听到这样的话语 不仅感到吃惊 这些人竟然知道自己在天骄别院中等待雨姬和雨昕 他们是如何知道的 莫非是雨姬 不对 如果雨姬想对我不利 以他的境界根本没有必要如此费事 直接出手便可 如此看来 这别院中定然是有三家主和四家主安插的眼线 而雨姬前辈等人并不知晓 楚风想到了这个可能 而且是最大的可能 眼神不禁变得冷立了起来 这个安插在暗中的眼线倘若不除去 将来再来这里也非常的不方便 会第一时间走漏消息 我和雨族的三家主和四家主并没有恩怨 他们为何如此想要取我的性命 楚风在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些年来他没有杀过雨族的人 甚至连冲突都没有 如何 我说过太出真龙体早已悄然离去 你们不要费心思了 现在找也找了 你们是不是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将来若是让小姐知道 你们连她的房间都敢搜 恐怕你们难以承受她的怒火 别院的老者愣声说道 哼 你少用小姐来吓唬我们 祭出手欲的强者色力内刃 说道 我们是奉了三家主和四家主的命令 来次寻找太出真龙体 自然不能错过任何的角落 相信小姐能体谅我们 说完 三个强者连妹离去 很快就远离了天交别院 而楚风则隐藏在虚空内暗中跟了下去 他觉得这三个强者无功而返 肯定会找来那个眼线问个明白 楚风一直跟着三人出了神城 来到外面的一片荒地内 这里四下都没有人烟 三个强者降落下来 静静等待着 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 眼中蕴藏着怒火 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 一道身影自神城的方向破空而来 快速降落到了三个强者的面前 躬身道 弟子拜见三位长老 你还有脸来见我们 那个祭出手艺的强者眼神冰冷 沉声说道 你给我们的消息中说 太出真龙体会在别院中等羽姬和羽心 结果我们赶来时却不见其身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若不给本长老几时清楚 恐怕难以保住你的向上人头 长老饶命 长老饶命 赶来的那个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 感受到长老们冰冷杀意 他吓得双腿一颤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颤声道 长老息怒 弟子所言句句属实 太出真龙体的确在别院内待了两日 可是就在长老们到这里之前 他就突然消失了 或许是感觉到了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会来 也不知道羽姬已经被三家主派出去的人给拖住了 怎么会突然离开 回禀长老 太出真龙体与羽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或许是因为迟迟不见他和羽心小姐出现 因此而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 真是这样吗 几个长老微眯着眼睛 盯着那个青年男子 是的 肯定是这样 弟子不敢说假话 好了 你回去吧 好好隐藏 不要被别院中的强者看出什么 倘若再见到太出真龙体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传回去 是 是 是 多谢长老不杀之恩 青年男子 恋似苍白 战战兢兢地离开了 如此好的机会 竟然让那太出真龙体给跑了 算他命不该绝 大哥 所言极是 想不到那太出真龙体的心思竟然如此缜密 这么快就察觉到了什么 我们这次任务失败 回去后多半会受到责罚 三家主和四家主对太出真龙体的真龙神血 势在必得 有了那些真龙神血 便可以为两个少主一惊洗髓 让他们的血脉得以蛻变 哼 说起来这个太出真龙体 还真是有些手段 竟然能将太虚圣体和秦族派去荒城的精英长老一干人等 全部斩杀掉 还将其头颅钉在东西两城门上 嗯 这种血脉 端的可怕 数年前 那太出真龙体刚来神城 不过在神海秘境 与同代强者相比 境界相差甚远 不过短短几年而已 他竟然后来居上 同杰称王 实在是了不得的 惊世奇才 可惜 他再有天赋和潜力又如何 这种血脉的人生来就注定了会有无数的敌人 在这个悄然来临的大事中 他很难在这条路上走出多远 注定会夭着 不过我们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成长 这也是三家主和四家主的意思 尽早将其扼杀在成长的路上 取得其真龙神血 三个羽族的强者谈论了片刻 而后相继破空离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中 我说本来无冤无仇 为何会想要置我于死壁 原来是看上了我的真龙神血 想要用我的本源精血 去培养他们的儿子 既然你们用心如此的太多 那就别怪我将来出手狠辣了 楚风眼睛微眯 屡屡寒芒绽放 心中的杀意异常炽烈 羽族三家主和四家主这样的行为 让他想到了秦家当年对他做出的残忍之事 一股力气缓缓腾生而起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血光 楚风催动虚空神珠 向着神城的方向而去 本来是准备离开的 可是既然知道了 宇泽的三家主和四家主 安插在天交别院中的眼线是谁 自然不会就此离去 倘若不将这个人杀掉 以后只要前来别院 就会泄露消息而引来羽族的某些强者 那个青年回到天交别院 如同平时般不显山不漏水 在别院中做着杂役的活迹 隐藏得非常的好 他的修为很低 只有神脏秘境 正是因为修为低 所以才不会被人注意 楚风回到别院后 观察这个青年很长时间 当他回到屋子中的时候 楚风看到他拿出一块 雕刻着道转的玉符 玉符让道转轻轻一闪 那青年的气息竟然瞬间敛去了 像是置身在另一片空间中 他明明就在眼前 可是楚风却觉得自己 完全感受不到其存在 心中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青年是靠着手中的玉符 而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否则岂能偷听到 与金与自己谈话 而不被发现 第四百四十七期 太出真龙体 今日算你走运 竟然悄然离开了 海的老子差点死在长老们的手中 不过既然你喜欢雨昕小姐 以后总会再来这里 届时就算你长了翅膀 也休想顿走 青年男子手持玉符 口中自言自语 眼神非常的冰冷 透着一股子恨意 显然是恨楚风悄然离开 而让他差点被长老们杀死 谁说我离开了 我不是在这里吗 一道声音突然在房间内响起 惊得那个青年男子差点跳了起来 手中的玉符盯得落在了地上 他来不及去看来人是谁 赶紧弯腰去捡玉符 可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玉符 玉符便刷地飞向了他的身后 他猛然转身望去 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 颤声道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若没有在这里 又怎会知道你是靠着这枚玉符 才能偷听到我和雨姬前辈的谈话 楚风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说道 想不到雨成河和雨成海 竟然在这天骄别院内安插了眼线 你背叛雨昕小姐 背叛家主 你可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不等那个已经吓得面无血色的青年回答 楚风探手将其抓在手中 而后提着他大步走了出去 直接找到了别院中的最强的那个老者 也就是先前与三个强者对峙的人 楚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老者听到这样的话 脸色变得非常的冷 眼中怒火腾腾 他没有想到 三家主和四家主竟然这般嚣张 将眼线都安插到这里了 老者杀了那个青年男子 而后对楚风说了些感谢的话 雨姬前辈被三家主的人缠住了 前辈应该尽快讲这件事情 禀告给家主 将来最好也不要让别的人前来别院 只有而今留在这里的人才是最可靠的 说完这些 楚风向雨姿的老者辞行 他没有继续待在这里 是时候前往太虚圣地了 楚风离开神城没有多久 便遇到了太虚圣女蓝心若 这让他有些惊讶 蓝心若身在被狱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你这是要去圣地吗 蓝心若立身在前方的山巅上 悠悠的声音随风飘来 似乎是专程在此等候楚风的出现 你怎么会在这里 面对蓝心若 楚风有些尴尬 想到在那石林中发生的事情 她的心情不免有些矛盾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 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但心情却很复杂 你在荒城内做的事情我都知道 所以便跟着你来了神城 蓝心若转过身 看着已经来到自己身后的楚风说道 你想尽办法激怒秦族与圣地 这次回去恐怕也是与这件事情有关 但是神日风上戒备森严 我担心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既然决定这么做 肯定有一定的把握 放心吧 看着蓝心若为自己而担忧 楚风的心中生起思思温暖的感觉 蓝心若张了张嘴 还想再说什么 楚风淡淡一笑 说道 不要说了 你知道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此事实在必行 不可能就此罢首 楚风态度如此坚决 蓝心若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默默跟着他向着太虚圣地而去 由于没有传送阵台 此去太虚圣地万水千山 不过凭借他们现在的境界 飞行速度极快 也不会耗时太长 像当初 楚风从太虚圣地前往神城 那可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那时候的他只有神海秘境 速度远远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 数日后 他们来到了距离太虚圣地数百里的山脉中 楚风立身在山巅上 遥望圣地的方向 山峰浮来 浓密的黑发在风中飞扬 蓝心若站在身后 默默地看着他 脑海中不断回荡着 沐晴雪曾经给他说过的话 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他的眼神逐渐变得迷离 他举步靠近楚风 伸手从后面将他抱住 将身体轻轻靠在他的身上 突然被蓝心若从身后抱住 楚风不禁一愣 低头看着抱在自己腰间的那双新手 心中一叹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便没有办法改变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楚风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 只是真正面对的时候 却总是觉得有些勉强 他知道这对蓝心若来说不公平 可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似对雨昕那般去对待他 虽然认识他许多年了 而且对他也有深深的好感 可是这种好感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心若 楚风转身看着他 手伸在半空中 却又犹豫了起来 但最后还是轻轻贴在了他那张美丽的脸蛋上 说道 你知道我是太厨真龙体 身产诅咒 难道你就不怕与我相处的时间多了 而为你带来祸事吗 爱了就是爱了 哪有那么多瞻前顾后 其他的我都不想去理会 我只知道心中的感受 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便是因此而失去性命 也无怨无悔 楚风心中一颤 说道 可是我这种血脉 并不能像别人那样 真正的去享受世间的情爱 或许和情绪相处并没有什么大碍 但不管是雨昕还是你 时间长了必然会受到影响 你说你不在乎生死 但是我却在乎你们的生死 我绝不可能让你们因此而面对危险 我相信将来你肯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们拥有漫长的岁月 所以我可以等待 况且情绪已经说了 他要我跟着你 说到后面半句的时候 蓝心若的声音非常的小 他的脸很红 眼中充满了羞涩 低着头不敢看楚风 楚风文言不仅沉默了下来 他危痒着头 看着云征侠卫的天穷 浓密的黑发在风中飞扬 好伴上后才说道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 满天下都是敌人 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但是你和雨昕却 你不要妄自菲薄 同龄中谁能与你相比 你是如此的优秀 连雨昕都对你痴心一片 这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面对蓝心若的夸赞 楚风不禁玩耳 他拉着蓝心若就地坐了下来 看着远方在风筝如波涛般起伏的森林说道 不说这些事情了 我楚风是个怎样的人 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做过的事情一定会负责 绝不辜负于你 况且正如你所说 情学也是同意这件事情的 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忽然之间 楚风似乎想通了 不在那般纠结 事实上他早就明白 有些事情必须去面对 也必须去肩负这个责任 只是过不去心中内观 想来想去 他觉得自己对蓝心若实在是太不公平 心存愧疚 想到无论如何将来都必须对他负责 心中便也释然了 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纠结 责任 蓝心若的脸上有些许凄处 但很快就露出了笑容说道 其实那天的事情 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况且那日情况特殊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不必为此 而感到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他虽然在笑 笑得很柔美 很动人 可是楚风却在他的眼底深处 看到了七处 心中不禁更加的愧疚了 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说道 既然与你在一起 便不可能只依靠责任 来维持我们的关系 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 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也不要难过 嗯 蓝心若轻轻地回应 而后便不再作声 他依偎在楚风的肩膀上 两滴青泪自眼角 缓缓滑落 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 但他的心中却又充满了忐忑 担心将来楚风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会是怎样的反应 到时候他会如何看待自己 此时此刻 蓝心若的心很不平静 同时也暗恨自己 当初为何没有早点赶到石林 那样的话 或许就能第一时间阻止小姨 和楚风发生那样的事情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他答应过苏曼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楚风知晓 否则便毁了苏曼一生的清语 倘若传了出去 势必会引爆太虚圣主的怒火 届时情况会更加的糟糕 蓝心若想说出事实的真相 但却又不能说 心情是如此的矛盾 因此也忐忑不安 心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楚风感觉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他说道 我感觉你一直心神不宁 心中波动很厉害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 没什么事情 听到楚风这样问 蓝心若心中一慌 但脸上却表现得很镇定 并转移话题说道 你打算在这里停留多长时间 才进入圣地 楚风见他这般模样 知道他心中肯定有什么心事 但却没有继续追问 说道 再等等吧 荒城内 我将圣地的精英护法 和普通护法全都杀了 剩下的都是些神闻秘境的弟子 以他们的修为 想要赶回圣地报信 恐怕需要不少的时日 你的意思是 等那些弟子赶回来报信后 我们才进入圣地 蓝心若的脸上露出金色 不禁问道 你这次回来究竟是要做什么 为了修炼资源 楚风将自己的情况详细说了出来 说道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用怎样的方法 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足够的资源 自然只有打秦族和圣地的主意 蓝心若看着楚风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突破一个境界 竟然需要那么多的资源量 动辄上一斤生命是原意 这未免太吓人了 原本我没有打算过早对秦族和圣地出手 谁知我刚回到荒城 便得知他们派人前来寻找的消息 无意中又发现了松赞青 如此大好的机会 岂能错过 这么说来 那两百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意 是的 那些生命是原意就在我的身上 不过对于我来说 却远远不够 我要让秦族和圣地拿出更多的资源 帮助我突破到神桥秘境七重天 蓝心若何等的聪慧 顿时便明白了楚风的计划 说道 所以你才将秦族和圣地的强者杀掉 并且将他们的头颅钉在城门上方 还故意留自挑衅 目的就是点燃他们的怒火 到时候才会不惜代价来对付你 那么这次你前来圣地的目的又是什么 自然是将太虚圣主的怒火燃射到极致 你 蓝心若听到这样的话 心中不免有些吃惊 隐约中他想到了什么 不禁问道 你是想 楚风文言 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庞说道 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或许难以接受 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难道你真的想用小姨的内衣 聪慧的蓝心若历时便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不由的惊呼 脸色变得非常不自然 说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太虚圣主胜怒之下 恐怕会对小姨不利 你放心吧 太虚圣主的怒火再怎么斥烈 也不会危及到你小姨的性命 倘若不是顾及到她是你小姨 我也没有必要回到圣地 直接将其内衣拿出来 到时候满天下截肢 太虚圣主的怒火恐怕会更猛烈 第四百四十八期 你 你不能这么做 蓝心若听到这样的话 脸色大变 说道 你要真这么做了 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楚风一愣 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说道 我为何会后悔 苏曼虽然是你的小姨 可是当初却一路追杀我数万里 说来她也是我的敌人 我没有当着天下人的面 将内衣拿出来 已经算是人之一尽了 蓝心若沉默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 楚风这次回圣地 竟然是这样的目的 她想劝阻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劝阻 正如楚风所言 当初她的小姨 可是追杀了她数万里 在她的心中 苏曼是敌人 可是事实上 楚风却是苏曼的第一个男人 这件事情 只有苏曼和蓝心若知道 为了苏曼的清誉与安全 蓝心若又不能说出来 她心急如焚 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蓝心若叹息 当初苏曼心乱如麻 走得匆忙 忘记将内衣 从楚风的身上拿走了 却不想而今 会被楚风利用起来 作为激怒 叹须圣主的筹码 接下来的几日里 楚风和蓝心若 都待在这座山上 这些年来 每日每夜的修炼 时常还要防备 有人暗中出手 楚风的心神 很少有放松的时候 而今在这里 面对巍峨的群山 与苍蕴的森林 身心不由变得松懈了下来 这里不会有危险 自然没有必要 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么多年来 楚风也感觉很疲累 而今正是放松的时候 白日 楚风会打起野味回来 拎到山洞前的泉水旁清理 然后夹在篝火上翻烤 蓝心若 则默默看着她 忙碌的身影 温柔陪伴在身侧 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感觉 对于蓝心若来说 非常的美好 这不正是她 曾经幻想的画面吗 只是画面中的茅庐 被山洞所代替 将来 等天下彻底平静了下来 我是否还能这般陪在她的身边呢 也不知道在未来的洪流中 我是否能活下来 她又是否能登临巅峰 在这个修炼界 没有谁能感受自己能走到最后 我应该珍惜和她相处的时光 以免将来留下遗憾 蓝心若静静看着楚风 心中默默想着心事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刻的她特别的美 本来就超凡脱俗 气质柔美 此刻更是迷人 拥有特别的魅力 傍晚时分 天地有些灰暗 山洞前 篝火跳动 火光照亮了四周 一只肥大的炙鸡 被架在篝火上翻烤 发出滋滋的声音 不时滴落着金色的油渍 落在篝火中啪啪声响 诱人的香味在风中飘荡 不知为何 已经二十余年 为食烟火的蓝心若 看着靠的金黄的炙鸡 竟然有了极大的食欲 她不由自主 往楚风身边靠了靠 两人的身体都接触到了一起 是不是很香 楚风转头 看了蓝心若一眼 脸上洋溢着淡淡的微笑 这样的景象 让她想起了当年 在龙渊泽的那些岁月 村民们时常会在村子中央 升起篝火 大家围坐在火堆旁 烤着大型的野兽 大口地吃着肉 大碗喝着自己酿制的粗酒 对于楚风来说 那是一段无法淡忘的岁月 那里充满了回忆 那里也是她生命转折的地方 是她改变命运的地方 那里有着许多的人和事 都是她心中的牵挂 嗯 蓝心若轻轻阴倒 脸上带着些许羞涩 轻轻抱着了楚风的手臂 轻轻依着她的肩膀 说道 想不到你还会考野位 而且还如此熟练 楚风笑了笑说道 回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生活在龙渊泽 那里可是大荒 而我生活的村子 祖祖辈辈都靠打猎为生 受力于考野位 这样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再平常不过了 想不到龙渊泽中 竟然是大荒 蓝心若第一次听到楚风 主动提起以往的事情 也是第一次听到她 提到龙渊泽 不禁对充满传说 与神秘色彩的龙渊泽 感到好奇 龙渊泽内 也有着许多的修者吗 从外面看来 龙渊泽只是一片深渊 深渊进口 也不过方圆数十里 但听说里面 却是一片被封印的空间 它到底有多大 楚风翻考着手中的炙鸡 篝火的火苗 倒映在它的瞳孔中 如同两盏灯火在摇曳 说道 龙渊泽非常的辽阔 单单是各大部族 与谷国之间 能互通的地域 也足有方圆数十万里 除此之外 还有着许多的荒漫与大泽 究竟有多辽阔 我也不清楚 里面有着各种在外界 几乎不可能见到的古老血脉 森林中凶兽随处可见 在那些古老的山脉中 甚至还有古兽与荒兽 就连神兽与蛮兽血脉 也都传承了下来 蓝心若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楚风口中说的这些 都可是非常恐怖的血脉 单单是古兽血脉 几乎就相当于 人类当中的同阶强者了 更不要说荒兽 甚至是那些神兽与蛮兽 龙渊泽中 居然还有这些远古血脉 和洪荒血脉传承了下来 可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族 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那些古兽和荒兽 非常的凶残 他们不是都将人族 当成血脉的吗 你听谁说的 楚风不禁有些惊讶 笑道 看来都是人们 以鹅传鹅罢了 只要是拥有极高灵质 人族与其他种族的生灵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古兽和荒兽中有凶残的 但人族同样也有凶残的 甚至比那些古兽和荒兽 更加的凶残 同为生活在天地间的生灵 我们不应该 带着有色的目光去看待 蓝心若似乎不太同意 楚风的观点 说道 由古籍记载得清清楚楚 在那久远到不可追溯的年代 人族示威 当年曾被各大种族追杀 好不容易才保留住传承 那时候我们人族 就是被某些种族当成了血食 你说的是古魔药生物吧 楚风将已经烤熟的炙鸡 撕成两半 而后拿出那些食盐和香料洒在上面 扯下一只鸡腿递给蓝心若说道 据我了解 在那久远的年代 古魔药生物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胸残成性 天生具有种族优越感 一部分却只为修炼 并不像杀戮 于是便产生了分歧 最终剧烈 那部分古魔药生物分离了出来 也就是后来的妖族 事实上 那部分对人族敌视的古魔药生物 也并非全都是残忍与嗜血的 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说 我们人族是异类 自然会有排斥 就如同我们人族对待异类一样 说到这里 楚风扬了扬 手中的炙鸡肉说道 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这只炙鸡 对于我们来说 它就是异类 所以我们能心安理得地 将其当作食物 两相对比 和那些古魔妖又有什么区别 这怎么能相提辩论 我们人类是万灵之首 拥有极高的灵质 而我们现在吃的炙鸡 根本没有什么灵质 炙鸡不通灵 那么那些修炼过的走兽与飞禽呢 只要修炼出一两个秘境 它们的灵质就能与普通人相比 你想想 如果现在有大量的凶兽 或者是古兽出现 我们人族中会不会有大量的强者 前去猎杀 以得到他们的精血与真血 这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有些道理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人族杀害各种生灵的时候 总是会心安理得 为自己的行为 找各种理由与借口 因为被杀的不是同类 而古魔妖生物在杀戮人族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心态 所以无所谓凶残与否 站在各自的立场没有谁对谁错 有的只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争斗 为了更好的生存下来而争斗 蓝心若觉得自己竟是无言以对 楚风的话深深触动了他 这是他以往从来没有想过的 楚风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荡 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似乎看到了 以往所不能看到的一面 此刻 楚风的脸上露出了金色 因为蓝心若竟然就这样 进入了奇妙的状态中 可以很清晰地感应到 有履履法则在其身轴缭绕 而其体内散发出的气息 在瞬间攀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蓝心若的身体 忽然绽放出月花般的神光 他似月之女神夏季 飘渺而神秘 柔美而清冷 神圣而淡雅 他的眉心光芒闪烁 那里浮现出一轮弯弯的音乐 紧接着便如花朵般绽放 刹那间所有的神光骤裂 神桥秘境六重天 楚风实在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蓝心若竟然就这样突破了境界 如此的突然 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风 我突破了 蓝心若睁开美眸 眼眸特别的柔 说道 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一席话 我恐怕还需要些时日 才能凝聚出更多的神闻 已经停留在五重天巅峰半年了 有一对法则的领悟不够 迟迟都未能突破 今日要不是你 我只是说出我的看法 无意中去让你突破了境界 这是你的造化 再说我们之间也不需要说谢谢 以前你也帮过我许多次 造化也是你给我的造化 总之不管怎么样都是因为你 蓝心若很固执 但却没有再说谢谢这样的话语 只是用左手紧紧抱着楚风的手臂 风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 蓝心若凝视着楚风 目光中带着些许哀求 悠悠地说道 这次你要做的事情 或许会给小姨带去危险 虽然她曾经追杀过你 但最后却没有对你下手 再者她怎么说都是我的小姨 我想在你进入圣地之前 我先回去看看 如果小姨已经回到了圣地 我便可以想办法让她暂时离开 日后再找机会将这件事情告诉她 只要小姨不在圣地中 圣主即便是愤怒也没有用 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小姨的踪迹 楚风听后沉默了下来 事实上她也不想这样对待苏迈 可是为了有更大的把握 得到更多的资源 她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风 你答应我好不好 蓝心若哀求着 眼神优越 楚楚可怜地看着楚风 她这么做不单单是为了苏曼 也是为了楚风将来 直到真相后会少些内疚 我答应你 虽然苏曼曾经追杀我 但也只是因误会而起 说来我和她之间并无深仇大恨 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和她了结了之前的恩怨吧 听到楚风答应 蓝心若的脸上才绽放出了笑容 她最害怕的就是楚风将苏曼当成了敌人 甚至对她有了杀心 到时候不管是谁出事 对于她来说都是不可承受的后果 而对于他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好了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这件事情过后 只要她不再对我有杀意 我将来也不会找她的麻烦 楚风和蓝心若在这座山峰上待了数日 他们计算着时间 以那些神闻秘境的圣地弟子的速度 要从荒城传送到神城 然后再玉空飞回圣地 起码需要十日左右 在此期间他们只有静静等待 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只有使用火上浇油的方式 而且相对来说 深日风的长老们离去一部分 届时行动也方便许多 时间过得很快 楚风和蓝心若预料的时间到了 他们离开了待了十余日的山峰 向着太须圣地靠近 在太须圣地外了解到了确切的消息 太须圣地山门前 守山与巡视的弟子们时而小声议论 正是关于前段时间发生在荒城内的事情 还提及到了楚风的名字 心若 你先回圣地 等会儿我会悄悄回到太须峰 倘若你的事情办妥 届时便到太须峰路过 我便会知晓 好的 你要小心 蓝心若叮嘱 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而后便退远了些 这才玉空落到山门前 他以圣女的身份进入了太须圣地 不久后 楚风便已到我化身成一名小凶士 略使小记吸引山门前几个弟子的注意力 而真身则趁此机会悄悄进入了圣地内 想要进入太须圣地 只能走山门大道 其余地方都布下了阵门 所以楚风只能使用这样的方式 无法用虚空神珠从旁边进入 只有出来的时候 才可以选择别的路径 进入圣地后 楚风摇身变成一名普通的圣地弟子 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他避过别人的目光来到了太须风下 而后悄悄登上了太须风 当初前往神城 这一去就是许多年 太须风始终如一 非常的荒凉与清冷 门可罗雀 即便是自灵箭台上的古箭通亮 欲言成真 许多的人大破头颅 都想败入太须风下 但是太须风 却没有多收别的弟子 上山的道路上 生满了杂草 道路两边更是荆棘丛生 这种荒凉的景象 不禁让楚风的心中 感受到了一种繁华落幕后的悲凉 这就是曾经最为鼎盛的圣地主风 最为强盛的一脉 如今却是这副模样 其实楚风很明白 太须风虽然没落了 但是从来都不弱 不管是在他和晴雪 败入太须风之前 还是之后 太须风的实力 在整个宗门内都是强大的 只是以往的一臣师兄 不与其他己脉争 为人低调 很多事情都不管不问罢了 但仅凭他一人的实力 就足以傲视圣地中的 任何同代人物 呱呱 终于来到了半山腰 太须殿就在眼前 殿前不远处的荒地上 有着几棵几净枯死的老树 几只黑色的老鸭 在树上发出呱呱的声音 更添了几分荒凉感 师兄 我回来了 这些年来你还好吗 楚风立身在太须殿前 看了呱呱提叫的老鸭一眼 而后将目光停留在太须殿前 长满青苔的石阶上 那是一尘老人经常盘坐的地方 如今却见不到人影 六年了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晃眼就过了这么多年 当年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神海秘境的小修士 也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少年 而今再回到这里 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上带着稀许稚气的少年了 也不再是那个被太须圣地打压 遇到精英弟子都得避让的小修士了 楚风心虚不已 不知不觉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年中他经历了艰难万现 经历了生死 残酷的经历和岁月 早已经抹去了他脸上的稚气 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 一尘师兄基本都会待在太须峰上 难道是正好有什么事情外出了吗 楚风轻声自语 这次回来也是想顺便看看这个年老的师兄 却不见其身影 他在太须殿前静静站立了一会儿 随后迈步走向太须殿中 踩着长满青苔的阶梯来到了殿门前 青石大门上爬满了藤蔓 长满了厚厚的青苔 充满岁月的沉淀 烙印下了时光留下的痕迹 殿门微微敞开着 里面没有光线 非常的黑暗 楚风微微推开石门 使其敞开的缝隙刚好让一人通过 紧接着进入了其中 原本漆黑的大殿内 四方石壁上的壁灯 刷刷刷亮了起来 摇曳着一点如豆的灯火 却将整个大殿照应的灯火通明 大殿内非常的空旷 四面石壁上有着一排灯火 下面是一尊尊道人的石像 而在石壁的中央则有一人盘坐在青石蒲团上 浑身上下没有丝毫的气息溢出 也感受不到其生命波动 盘坐的身影面对着大殿正前方 那里有层特别高大的玉石雕像 他右手持剑横于身前 左手并指贴在剑身上 身穿灰白色的飘逸长袍 面容轻取 须发洁白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慈祥与和蔼 却让人觉得威严无比且高深莫测 楚风看着雕像 尤其是雕像手中的剑 隐喻中感受到了一股灵力无比的剑道意境 似乎可以撕裂天鱼 斩破乾坤 这种剑道意境霸道灵力道不可思议 但是楚风的心神很快就回到了现实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盘坐的雕像面前 的青石蒲团上的老者 心猛地咯噔一下 几乎瞬间就冲了上去 从背影上看去 这应该是一尘老人无疑 而且这太虚殿中 除了他 应该没有别人敢踏足 楚风的心不断往下沉 因为他竟然感受不到一尘老人的气息 也无法感受到其生命波动 仿佛盘坐在眼前的是一具早已冰冷的尸体 师兄 楚风 楚风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在一尘老人的背后停了下来 缓缓伸出手去 想要触碰起肩膀 可当手伸到半空中的时候 却突然缩了回来 师兄 你千万不要吓我 师弟离开不过数年而已 你怎么可能就这样做话 以你的境界最少都能活上五百年 除非遇到了意外 否则 楚风的心中充满了忐忑与不安 他甚至不敢走到一尘老人的面前 实在是害怕看到心中所想的画面 然而 楚风最后还是挪动着沉重如山的脚步 来到了一尘老人的面前 一尘老人双目紧闭 没有丝毫的生命波动传出 非常的安静与宁静 楚风将手指伸向一尘老人的鼻尖 感受不到半点鼻息 哪怕是微弱的呼吸都没有 而且也感受不到他的心脏有丝毫的跳动 其浑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师兄作画了 楚风愣在了原地 他的眼睛逐渐泛红 心中瞬间有种被掏空一半的感觉 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 当年的画面历历在目 师兄的爱护与照顾 师弟一刻都不敢忘记 分别数年 如今师弟回来了 只是想看看师兄 再聆听师兄的教诲 可是师兄你为何 楚风的胸膛剧烈起伏着 莫名的心痛与深深的悲伤 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这是一种失去至今般的痛苦 让他难以承受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楚风双手缓缓握紧 直接发白 发出啪啪脆响 他的眼中透射悲伤与杀意 非常的斥烈 师兄境界高深 在我离去之前完全没有半点生命枯竭的现象 绝对不可能在短短六年内作画 修炼到这个境界 即便是血气枯败到的极致 最少也可以活上十几年 更别说师兄当年的血气还算是比较旺盛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 肯定是发生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想到这里 楚风的眼中寒芒暴射 骤然盯向神日风所在的方向 寒声道 莫非是神日风 那名出关支持太虚圣主的肃老 暗中算计了师兄不成 否则师兄何至于如此 师兄 没想到这次回来相见 竟然会是永别 楚风的声音带着些许哽咽 她的眼睛早已经红了 心中悲伤至极 她伸手想要去搬动一尘老人的遗体 将它好好安葬 就在她的身体刚好触碰到一尘老人的身体时 一道身影突然自外面走了进来 并出声阻止道 不要碰她 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楚风不禁一阵 猛然抬头望去 脸上顿时露出精色 说道 老前辈 您怎么会来到这里 先不要问这些 你赶紧把手拿开 千万不要触碰她的身体 这是为何 楚风充满不解 满脸悲伤说道 前辈 您是否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兄的血气 虽然早已过了鼎盛的时期 但远远不至于就此作话 如今师兄先逝 这其中必然有蹊跷 自然是有蹊跷 好孩子 你先不要悲伤 老人正是当年楚风 在小镇外遇到的老者 也是在世家古墓外 帮助他的那个神秘老人 他看着楚风说道 你师兄并没有先事 什么 师兄并没有先事 楚风一正 激动地蹭地站了起来 说道 前辈 这究竟都是怎么回事 晚辈可是仔细查看过了 师兄的生命之火完全熄灭 就连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浑身没有半点温度 你师兄 是在以万物寂灭的方式悟道 万物在寂灭中重生 修折亦可如此 只要成功便能破茧成蝶 突破现在的桎梏 买入更高的领域中 万物寂灭法 不错 以这种万物寂灭的方式来悟道 就是要让自己生命体征完全寂灭 但却不能真正的死亡 还得保持元神不受丝毫的损伤 寻常的修折不敢尝试 此话这般的危险 那师兄他 楚风刚刚从悲伤中走出来 心情放松 听到这样的话 顿时就紧绷了起来 神秘老人和蔼地笑了 说道 孩子你放心 你师兄不会有事 他已经寂灭了数年 早已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而今到了最后关头 相信很快就能醒来了 你刚才若是触碰了他的身体 必将对他造成极大的影响 后果不堪设想 楚风感到一阵后怕 一尘师兄的这种状态 真是太诡异了 完全就跟没有生命的尸体似的 倘若不是神秘老人 即使出现并加以阻止 他已经触碰到了 一尘老人的身体 那样的话 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孩子你过来 神秘老人转身 走向太虚殿外 他步履蹒跚 身体勾搂 完全就是封竹残年的老人 一头干枯的白发 没有丝毫的光泽 双眼也很浑浊 暗淡无神 正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体内却蕴藏着恐怖的神能 其强大无法揣测 楚风没有犹豫 跟着神秘老人 走出太虚殿 来到殿外的阶梯上 老人随手一扶 阶梯上的青苔 刹那间消失 说道 坐下吧 当年在九龙山脉一别 老朽已经有许多年 没有看到你了 是啊 楚风不禁感慨 说道 时光匆匆 转眼就是数年了 前辈这些年中过得好吗 第四百五十起 神秘老人淡淡一笑说道 对于老朽这样的人来说 怎么过都没有区别 不过你这些年的成就 可是不小 真让老朽感到欣慰 或许用不了多少年 你便能开始真正 惨悟老朽当年 传授给你的轮回建议了 哎 听到这样的话 楚风不禁叹了叹 说道 前辈太高看晚辈了 对于大部分的年轻强者来说 修炼神桥秘境或许会非常的顺利 可是对于晚辈来说 这个秘境真是难如登天 能否修炼到此秘境的巅峰 恐怕还得看机缘 哦 神秘老人的表情微微有些惊讶 说道 难道是因为你的血脉特殊的缘故 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是因为晚辈自身血脉的原因 楚风神色微宁 如实说道 不满前辈 晚辈这种太初真龙体修炼时 与别的血脉有很大的不同 每个境界所需要的资源极其惊人 用天文数字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据老朽所知 当年你在九龙山脉内部数年 最后安然离开 并且修为大尽 想来应该在里面得到不少的生命食源也吧 神秘老者 律动雪白的胡须 脸上露出和蔼与慈祥说道 老朽也曾进入过九龙山脉内部 倒是得到些品质不低的生命食源也 你既然需要 老朽便将其给你做修炼资源 想来应该足够你突破两三个境界了 神秘老者说完 大秀一挥 一缕缕道文闪现 历史在身前交织出一片内蕴乾坤的独立空间 一堆闪瘤着碧绿色光芒的生命食源也出现在处风的视线内 堆满了道文交织出的空间 空间看起来只有一张八仙桌那么大 但这是表象 楚风将神念渗透到其中 看到的是一片很大的空间 而堆积的生命食源也如同一座小山巒似的 完美品质的生命食源也 楚风不仅折舍 眼前泛动着碧绿色光芒的生命食源也让他感到震惊 说道 这怕是得有十万斤左右吧 差不多 大致十万斤左右 老朽留下了些许 将来可以用来恢复生命精气 眼前这些完美品质的生命食源也就赠予你作为修炼资源 希望你早些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 早日迈入道宫秘境 解释便能运用老朽曾经传授给你的剑道神通 老朽很期待轮回建议 在你这种血脉的人手中施展出来能有怎样的威力 恐怕要让前辈您失望了 楚风苦笑 看到这么多完美品质的生命食源也时还感到震惊 但听到神秘老人的话之后 便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说的 不瞒前辈 万辈如今修炼到神桥秘境六重天 要突破到下个境界 需要八千多万斤普通的生命食源也 每突破一个境界 消耗的资源量便会增加四倍 想要修炼到九重天 则需要十三亿斤左右 而要修炼到九重天巅峰就更多 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十三亿 神秘长老满脸惊恶 即便是以他的心性都不能保持云淡风轻般的淡定 叹道 如此恐怖的资源量 这得掏空一个圣地或者半神传承千年的累积 所以神桥秘境对于晚辈来说难如登天 前辈 您赠予晚辈的这些完美品质的生命是原意 也就只能让晚辈突破到神桥秘境七重天 往后修炼所需要的资源还得慢慢累积 如此巨量的资源 还真是非常难以弄到 特别是对于你现在的境界来说 更加不容易 晚辈也知道不容易 所以才选择回到圣地 希望能从圣主的手中得到一笔可观的生命是原意 哦 你想从太虚圣主的手中得到资源量 不知道你要使用怎样的方法 楚风当下便将事情的前后详详细细说了出来 没有隐瞒细节 在他的心中 神秘老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想不到你竟然如此睿智 这倒是个好办法 而且成功的几率非常的大 神秘老者听后大笑了起来 但说到这里却画风一转说道 上代太虚圣女倒是个不错的人 你虽然与他有些许恩怨 但却是因为其中存在着误会 有当代的圣女插手其中 想来苏曼将来也不会再对你出手 而你也不要做得太过 前辈放心 万辈知道该怎么做 苏曼师姐的确不是太虚圣主那类人 我自然不会真的对他有仇视之心 而且心若已经去了神日风 倘若苏曼师姐在神日风上 心若只会想办法让他离开圣地 届时就算太虚圣主怒火冲天也没用 找不到苏曼师姐 自然也就奈何他不得 嗯 如此做甚好 可以保证苏曼的安全 神秘老人点了点头 而后转头看着楚风 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孩子 潜入太虚风后要多加小心 事情成功后便尽快离开 不要在圣地中长时间逗留 以免节外生枝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晚辈谨记前辈的叮嘱 楚风心中充满了感激 同时也对神秘老人的话感到惊讶 神秘老人可是深不可测的强者 他能这样说 必然有着特别的原因 由此可以想到神秘风 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记住就好 老朽这就要离去了 你可等一两日在行动 你的师兄应该会在今日内苏醒 届时如果你在神秘风上暴露了 有你师兄在 相信也能对你有所帮助 听到神秘老者说这就要离开了 楚风的心中突然觉得非常的不舍 说道 前辈 晚辈与您数年未曾相见 而今在太虚风上相遇 前辈可否多留些时间 晚辈好聆听您的教诲 前辈 楚风话音刚落 神秘老人身体快速淡去 就这样在他的眼中凭空消失了 孩子 强者之路虽然需要一望无前 但老朽还是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以性命为重 你要记得 只有活着才能拥有希望 才能创造奇迹 书写神话 倘若丢了性命 任你血脉于内称尊 天资古今第一 最终也不过是一泡黄土而已 前辈 万辈定会紧进您的教诲 前辈您保重 楚风看着空旷的天地间 低声说道 他不知道神秘老人是否能听到自己说的话 神秘老人走了 但以稻纹交织而成的空间却依旧在楚风的面前 里面的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闪出着碧绿色的光芒 如同一对晶莹剔透的绿水晶 楚风探出神念渗透到面前的那片空间中 心念微微一动 里面的生命石原液便哗啦啦飞了出来 他立刻沟通半生青铜中 将十万斤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全都收入中体的空间内 精纯而旺盛的生命精气 自那些完美的生命石原液中溢出 使得半生青铜中内的空间充满了浓厚的生命气息 楚风微微感受了一下 只觉得通体舒泰 浑身每个毛孔都要张开了似的 说不出的舒畅 想不到这次回到太虚风会遇到前辈 称名前辈的恩赐 还得到了十万斤完美的生命石原液 兑换下来 足足一亿斤普通的生命石原液 想必这些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都是前辈从九龙山脉内部得来的 楚风的心情是激动的 甚至说是兴奋的 修炼资源对于他来说 是目前最重要的东西 这十万斤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足以让他从现在的神桥秘境六重天 突破到七重天 只要再能从太虚圣地和秦族的手中 弄到一笔可观的资源 届时便有希望突破到神桥秘境八重天 届时 距离这个境界的最后一个境界便不远了 修炼路一步一个脚印 这些年来楚风走得异常的艰难 可以说在生与死的夹缝中前行 在血与谷中迈步 但不管有多艰难 最终似乎都能解决 后面的几个境界 需要的资源量虽然庞大无比 但却始终有着希望 并不是不可能达成 突然之间 楚风心中的压力削减了不少 正如以往和熊孩子分析的那样 太初真龙体这种血脉拥有大气韵 所以很多看似困难到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对于它来说都能实现 或许也正是因为气韵的缘故 这些年来虽然历经千难万险 但最终都能度过并且得到机缘 楚风很清楚 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 不单单是靠它的实力化解了危险 很多时候还得靠运气 自古以来的太初真龙体 它们在修炼的过程中 肯定也遇到了如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修炼资源的问题 可是它们最终都能解决 或许这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血脉 深具大气韵 否则几乎不可能 楚风轻声自语 他遥望神日风 眼中闪烁着寒光 随后进入太虚殿内 守着一尘老人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才离去 进入圣地前 楚风和蓝星若约好了 倘若他的事情完成 届时便从太虚风上空飞过 算是通知楚风的一个无声的信号 数个时辰过去了 蓝星若并没有出现 楚风不知道他是没有找到苏曼 还是正在劝说苏曼离开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认为蓝星若应该不会这么快出现了 于是楚风离开太虚殿后 便向着太虚风后山而去 那里是他和晴雪化名月幽仙的时候 所住的地方 那里有他的回忆 而今既然回来了 当然得去看看 六年时光匆匆而过 这样的一段年月 凡俗界已经是物是人非 可是对于修炼界来说 却如弹指一顺 太虚风后山 那里有座小院 简陋的栅栏围着几间茅屋 茅屋前一张石桌 而小院的四周则是茂密的树林 这里就是楚风和晴雪曾经住过的地方 六年过去 这里一如既往 远远看去并没有什么变化 楚风从太虚风漫步而至 当他走到小院前 眼中不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小院内的茅屋旁边 竟然种着花草 朵朵花蕾在风中摇曳 淡淡的花香混合在风中 轻轻一嗅 让人觉得心身舒爽 六年没有回来 想不到这些小院中 竟然栽种了这么多的花草 难道实行闲来无事 没有修炼的时候 都以这些花草为伴吗 楚风心中颇为惊讶 但很快也就释然了 这太虚风上 平常不会有人前来 后山更是没有别人涉足 除了一尘老人 相信也不会有别人 来此种下花草了 一尘老人修炼的大道 与自然万物有关系 闲来种些花草也不足为奇 出风也就释然了 推开栅栏的栅门 脉步走了进去 看着小院内的石桌 当年与晴雪 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逐渐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她不禁向着晴雪所住的屋子走去 推开房门 里面的陈舍依旧 或许是有神门封印的缘故 里面仙尘不染 空气中还有属于晴雪的淡淡的幽香在萦绕 第四百五十一集 楚风来到晴雪曾经睡过的床榻前 缓缓躺了下去 嗅着被子上传来的气息 她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是属于晴雪的独有的味道 也是让她沉醉的味道 就这样 楚风的心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渐渐的 她竟然在这张散发出淡淡幽香的床榻上 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窗外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变得昏暗 天上的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 而楚风依旧在睡梦中 她的脸上露出笑容 不知道梦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 渐渐的 外面的天地变得非常的昏暗 一轮残月高挂在天穷上 无垠的星空中繁星点点 闪耀着星光 洒落在大地上 小院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崇明的声音 星光下 一道身影突然从窗户进入了晴雪的屋子 她身穿浅粉色螺衫 身姿鸟挪 青丝披肩 头上戴着一个弯月状且雕琢花纹的玉制头饰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床前 楚风依旧在熟睡中 似乎半点没有察觉 而来到床边的身影则默默看着熟睡中的她 鲜鲜鲜御手 数次抬起 却又数次落下 星光和月光透过窗户 照射到屋子中 站在床边的女子在地上投下了纤细的影子 从微微晃动的影子 可以看出女子的身体在轻轻颤抖 清雪 睡梦中的楚风忽然发出轻轻的梦意 尼喃道 真像这样永远搂着你 站在床边的女子娇躯一颤 投在地上的影子晃动得猛烈了些许 她的右手缓缓抬起 对着楚风的额头拍了下去 但手掌落到一半的时候 却又停在了半空中 女子的眼神很冷 美丽的脸庞上布满了寒霜 听着楚风的梦意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 似乎正在做强烈的心理斗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女子那只定格在楚风额头上方的新手 终于缓缓收了回来 她眼神复杂地看着睡熟中 脸上充满温馨的楚风 转身离去 清雪 别走 就在女子转身 刚走出几步的时候 楚风突然发出焦急的声音 猛然间坐了起来 女子本来要离去 突然听到楚风的声音 虽然没有转身 但是神念却感应到她突然坐了起来 并且正于睁开眼睛 她要醒 不 绝不能让她知道我来过这里 女子心中莫名的有些慌张 骤然转身 抬手拍向楚风的脑门 欲将其震晕 谁 楚风何等警觉 先前只是因为太过放松而睡着了 此刻因为梦到清雪离开而惊醒 心神本就紧绷 历时就感应到了有掌风袭来 她看都没有看 直接迎着掌风冲了上去 紫金色的手掌猛然拍出 轰 两只手掌瞬间对碰在一起 发出闷响 余波如潮水般扩散出去 差点将屋子都震烫 紧接着 楚风只觉得一股恐怖的神能振溃了自己的血气 瞬间自手掌灌透到了体内 身体不禁登登登倒退 她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出手的人是谁 对方已经起身到了近前 危机时刻她运力于双掌 嗡的一声迎了上去 然而 意料中的神能碰撞声没有出现 楚风的双掌实实在在印在了对方的胸上 她瞬间呆滞了 神能都未能从手掌中吐出 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双掌 正按在两团丰满且弹性十足的东西上 顿时便意识到了那是什么 丰满柔软且富有弹性的触感 瞬间让楚风的双眼大睁 就在她刚要将双手缩回来的时候 一股冰冷的沙翼笼罩而来 一只鲜鲜玉手如刀般沾向她的咽喉 楚风却不抽身闪躲 电光火时间骤然后仰 背部几乎都贴到了床面上 显之又显避过手刀 头发都给削下了几缕 她探手而出 抓向那只浩白如玉的手腕 可是那只浩腕却突然往下猛然压落 如同山岳沉了下来 这种力度非常的恐怖 以楚风的肉身加上神能 竟然都不能拖住 手肘一弯 那只浩腕的主人不禁发出惊呼 身体一下子就扑了下来 楚风惊出一身冷汗 以为对方是以杀自己为目的 从出手到现在 她的心神高度紧绷 生死一现 根本没有心思去看面前的人究竟是谁 见对方的身体压落下来 楚风眼神一冷 双手握着对方那纤细的小蛮腰 猛然一个翻身将对方压在身下 但是由于用力过猛 这一翻身 整个人连带着头都贴在了对方的身上 嘴对嘴贴在一起 顿时 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 寂静无声 两人大眼瞪小眼 而楚风从对方的怒火中 看到了深深的羞愤与浓烈的杀意 她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对方牵钱的手段来看 其修为比她强上许多 所以翻身的时候 楚风特别的用力 可是让她意外的是 对方似乎突然之间实力大减 扑下来的时候并未用多少的力量 这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楚风猛然将头抬起 当她看清楚身下的女人是谁的时候 脸色顿时变得非常的精彩 苦笑道 苏 苏师姐 怎么会是你 你 你还不起来 苏曼脸色通红 羞愤无比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 楚风此刻肯定已经千疮百孔了 听到苏曼的话 楚风这才反应过来 快速往后退 离开了苏曼的身体 然而苏曼挺身而起 先手羔羊照着楚风的左脸抽了下去 嗡的一声将虚空都抽裂了 可见这一巴掌蕴含了怎样的力量 你 楚风的眼中涌现怒火 探手抓住了苏曼的浩腕说道 以前的事情是误会 这次的事情虽然我是冒犯了你 但倘若不是你到这里来 而我又在睡梦中醒来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若要动手 我不会说什么 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出手 我绝不答应 好 我今天就杀了你 苏曼的翘脸上寒霜遍布 手中枪的出现一柄寒光闪烁的长剑 刷的架在了楚风的脖子上 冰冷的剑锋贴着楚风的脖子 肌肤能明显感觉到剑锋上传来的寒意 想不到我楚风竟然会死在这里 楚风叹息 脸上露出些许遗憾与内疚 说道 心若我对你许下的承诺今生是无法实现了 如果还有来生我定然会兑现承诺 只希望在来生还能遇到你 听到这样的话 苏曼那只持剑的右手轻轻颤了颤 眼中的杀意不再那么浓烈 变得复杂了起来 他凝视着楚风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那种眼神让楚风有种发毛的感觉 苏师姐 你用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 不要再犹豫了 只是请你在杀了我之后 替我告诉心若 就说楚风今生不能与他厮守 只能等来世了 苏曼手中的剑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眼神也更加的复杂 他的心中非常的矛盾与纠结 可手中的剑不知为何 就是无法割下去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一直都想杀了他吗 为何事到临头却又下不了手 是因为心若喜欢他吗 肯定是因为心若喜欢他 一定是的 苏曼在心中不断地对自己说着 手中的剑却颤抖得更加的厉害了 他眼中的杀意逐渐消退 刷得将长剑收回体内 一下子从打开的窗户中冲了出去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冰冷的声音远远传来 在楚风的耳边回答 姓楚的 看在心弱的分上暂且饶你不死 他日你若再敢生存邪念 我苏曼一定要了你的性命 吼 楚风常常出了口气 背上早已冒出了冷汗 他没想到在这里会遇上苏曼 还阴差阳错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是真的死在他的手上 那可就是太冤枉了 幸好我刚才 故意以心弱来扰乱他的心 否则多半已经身受益处了 这个苏曼实在是太强了 拥有极高的禁欲不说 境界也在道宫境巅峰 远不是现在的我能匹敌的 楚风站在窗户前 看着星光下的夜空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苏曼没有杀他 并不单单是因为蓝心弱的缘故 说出蓝心弱 只是让苏曼提前收回了手中的剑罢了 苏曼怎么会来太戌峰后山 这里平时根本没有人 难道他是来找义晨师兄的不成 心绪彻底平复下来后 楚风便有了疑问 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推测 就算是有事找义晨师兄 他完全可以在白日前来 何须选择夜晚 楚风私存了片刻 怎么也想不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推开房门走向自己曾经住过的屋子 当他进入房间后 发现里面的陈设完全的变了 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幽香 这是女人的体香 楚风轻轻嗅了嗅 历时有了这样的判断 脸上很快就露出金色 自语道 怎么会与苏曼身上的味道相似 他快步走到床边 发现床上的被子被人动过 伸手轻轻一摸 感觉到被子上还有淡淡的余温 而且其上同样散发出苏曼的味道 他的脸色不禁变得相当的精彩 他竟然会住在我的屋子中 莫非这院中的花草也是他栽种的 可是苏曼为何要这样 难道自本玉回来 他就没有回过神日风 而且太须圣主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不成 否则岂能让他住在这个地方 楚风站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前 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恶 他完全没有想到苏曼竟然会住在这里 根据房间中的摆设来看 苏曼来此已经有些时日了 苏曼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以前因为误会而和我发生冲突 之后在心弱的劝谨下离去 这些时日以来却住在了我的房间里 难道他是故意在这里等着我 事实上一直都没有放下对我的杀意 而今晚最终没有动手 是因为我提到了心弱吗 楚风百思不得其解 苏曼的行为超乎他的意料 完全无法理解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算了 我何必去想这些 想来苏曼应该是来杀我的 若不是因为心弱倾心于我 之前恐怕难逃这一劫 日后许多防备他才是 以免不小心丢了性命 楚风躺了下来 看着床杖顶部 心思却在体内的半生青铜钟上 里面的空间中对着海量的生命是原液 两百万斤精致品质的 十万斤完美品质的 这些资源虽然远远不能让楚风 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 但却足以修炼到神桥秘境七重天了 不知道秦族的怒火有多么炽烈 届时肯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得到我的消息 至于太虚胜主 可以想到他定然会暴走 愿意拿出的资源绝对胜过秦族 如果能从他们的手中 得到足以修炼到神桥秘境八成天的资源 往后我的压力便也削减了不少 加上身上的龙髓 要修炼到这个秘境的巅峰 其实也不是太过困难 第四百五十二集 想到将来的修炼路 楚风的心不再那么沉重 反而充满了自信 他相信 只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以后将要面临的困难都能迎刃而及 经过苏曼的事情 楚风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 即便是在这太虚风的后山小院 他也不敢彻底的放松自己 担心会有意外发生 时间缓缓流逝 夜渐渐的深了 天空中的弯月 已经从一方天穷移到了另一方天穷 点点繁星闪烁 星光璀璨 朦胧的夜晚使得小院四周的树林 笼罩着神秘的气息 半夜时分 一道纤细的身影自远方破空而来 鸟挪的身子在月光和星光下 显得非常的飘渺出尘 一身淡蓝色的罗衫在夜风中飞动 青丝飞扬 躺在床榻上的楚风 立时便感应到有人正在快速靠近 他起身走到窗户前 目光落在那道破空而来的淡蓝色身影上 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 身穿淡蓝色罗衫的女子 落在了楚风所在的房屋前 门吱压一声从里面被打开 楚风伸手将门口的女子拉了进来 随手关上房门 说道 看来你小姨已经离开圣地了 也是她告诉你我在后山的事吗 嗯 蓝欣若轻声回应 双眼打亮着屋子里的陈设 嗅着空气中淡淡的幽香 眼中闪过一抹异色 说道 你和小姨是不是又发生冲突了 楚风文言略微有些尴尬 说道 的确发生了些许冲突 不过都是小小的误会罢了 我看绝对不是小小误会那么简单 否则小姨不会那么愤怒 还说要将你碎尸万段呢 蓝欣若睁着美眸凝视楚风 说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 楚风脸色微红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微微沉吟后还是选择如实说来 于是便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说了出来 你 蓝欣若听后又好气又好笑 娇尘道 你怎么能这样 连对手都没有看清楚就胡乱出手 双掌还贴上 贴上了小姨的苏修 你知道我并非有意的 要知道来人是苏曼 我躲避都还来不及 怎会用手掌去攻击她的 她的胸部 这件事情纯属意外 相信你小姨也很清楚 当时的情况的确是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好在小姨没有真的出手杀了你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蓝欣若说道 心中却在想 楚风和小姨在石林中 连那种事情都做了 这次楚风摸到其苏兄 也并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笑姨最后没有杀楚风 甚至没有伤害她丝毫 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 她是真的下不了手 想到这些 蓝欣若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隐隐于约中 她似乎看到了将来的画面 若真的是那样 她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如何去面对 楚风苦笑说道 你不知道当时苏曼的杀意有多么斥烈 要不是我在危机关头说到了你 恐怕她手中的剑就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了 你现在看到会是我身手分离的尸体 真的是因为我的原因吗 蓝欣若有些出神 想都没有想随口说道 嗯 楚风诧异地看着她说道 若不是因为顾忌你的感受 难道还有别的原因不成 蓝欣若心中一惊 知道自己在心神不宁的情况下说错话了 赶紧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说道 当然没有别的原因 我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还好你反应我已结 不然我可就真的见不着你了 今生若是失去了你 真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没有色彩 欣若 你对我的情意 我能感受得到 太出真龙体 神有大气韵 岂能这般轻易死去 楚风出言安慰 随即在蓝欣若的交互声中 将她横抱起来 将她平放在床上 风 蓝欣若看着附身在身体上方的男人 他的心跳逐渐加快 几乎都要跳出胸膛了 羞涩 慌乱 紧张 害怕 期待 各种情绪同时升腾而起 复杂难明 她的表情非常的紧张 胶躯轻轻颤抖着 缓缓闭上了眼眸 星光和月华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洒落在她的肌肤上 让她的肌肤蒙上了一层朦胧的光芒 闪烁着玉纸般的光泽 脸上的两朵红霞 她平添肌肤焦艳 让蓝欣若比平时少了一份淡芽 多了几分柔美与妩媚 此刻的她用油物来形容也不足为过 非常的诱人 看着她那颤动的睫毛 美玉般泛动光泽的肌肤 羞涩而紧张的表情 因心跳加速而快速起伏的苏羞 以及紧紧抓着床单的先手 楚风的心中莫名的有了一股冲动 这些年来 面对美色 楚风只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与欣赏 可是而今的她却多了一股冲动 自从在石林中发生乌山云雨 她觉得自己便有了些许变化 在被遇荒城的时候 每次拥着情绪 她的身体便会不由自主产生冲动 只是那时候有熊孩子和踏檐屋追在 所以她只能将那股冲动强行压制 又倒是十岁之位 在石林中的那次经历改变了楚风 虽然那时候几乎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但冥冥中却能感受到男女欢好的那种美妙滋味 若儿 你其实很美 相信这天下为你清新的男子不计其数 你愿意这般不顾一切随我左右 我很感动 楚风的心在这一刻变得很柔软 她没有别的顾虑 情学早就接纳了蓝心若 而在石林中她与蓝心若又有了夫妻之时 在她的心中 既然早就有了夫妻之时 此刻不管是做什么 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楚风身体缓缓压了下去 嘴唇相处 蓝心若的胶躯瞬间僵住了 这种触电般的感觉是她从未感受过的 脑海中一片空白 不由自主的 她张开了背齿 任由楚风品尝自己的味道 并且开始回应 越来越激烈 最后松开了紧紧抓住床单的双手 抱住了楚风雄剑的腰身 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贴在她的怀中 像是要把自己的身体 揉进楚风的血肉里 蓝心若在激烈回应楚风的亲吻 她让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她 可是娇躯却依旧在颤抖着 显出内心的紧张 虽然在与心爱的男人缠绵 可是蓝心若还是有些害怕 心中非常的紧张 同时又充满了期待 她知道这样下去 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很愿意和楚风做亲密的事情 但又对从未体会过的事情 而感到害怕与不安 窗外月色悠悠 星光洒落 夜风轻轻地吹 树木摇曳 树叶沙沙声响 夜风吹进窗户 带着丝丝凉意 然而楚风和蓝心若的身体 却是火热的 就像是有两团烈火 在他们的身体内燃烧 他们紧紧相拥 像是要将彼此融化 一件件衣衫缓缓飘落在地上 蓝心若那盛血的肌肤 彻底暴露在了空气中 月光洒落在上面 泛动着晶莹的光泽 如同绝世美玉 楚风看着如此香艳的画面 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她的目光在蓝心若的玉体上 缓缓移动 从上到下 欣赏着这具玉体每一个部位 不禁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这样的媒体 简直就是上天的鬼斧神功 精致到了极致 充满了无边的诱惑 就在楚风的心中的欲望 攀升到极致 正准备在身下这具玉体上 索取的时候 耳边突然响起了 轻微的咳嗽声 瞬间如一盆冷水 浇在了头顶上 欲望的火焰 刹那间熄灭 她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心神瞬间紧绷 一下子翻身上床 拉过被子 将蓝心若的身体裹住 并且散出神念 感应四周的动静 突然而来的变故 让蓝心若也清醒了过来 娇艳的脸刷得通红如洗 羞涩到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她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惊声说道 是不是有人靠近这里了 楚风不语 眼中神光闪烁 以神念仔细感应四周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心中不禁疑 心中不禁疑惑了起来 说道 我感应不到四周有任何异常 应该没有人靠近 况且就算是有人靠近 想来也应该没有恶意 否则早就应该动手了 这里是太虚风后山 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来此 宗门先辈们立下过规矩 擅自闯入太虚风 太虚风的人便有权力处置 一尘师叔高深莫测 所以不会有人来冒险 难道是一尘师兄 楚风心中一跳 神秘老人说 一尘师兄在修炼万物寂灭法 以求破茧成蝶 肉身虽然寂灭了 但是原神却非常的清醒 如此看来真有可能是他 你在想什么呢 蓝心若见楚风有些出神 不仅仰着娇艳如花的脸庞 看着他 楚风摇了摇头 并没有回答 这样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蓝心若的脸红红的 眼眸如一网秋水在荡漾 这样的他特别的迷人 楚风将他搂住 两人同在一个被窝 几乎零距离相踢 感受着彼此的身体传来的热度 蓝心若的心跳再次加快 楚风能明显感受到其心脏跳动的节奏 也感受到他的呼吸不再平稳 美眸几乎都能滴出水来了 你说我们这样 情学姐姐会不会生气 蓝心若轻声问道 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他很清楚 情学在楚风心中的位置 无论是谁 只要情学不同意 楚风肯定不会接受 不会的 你想多了 情学早就接受了你 楚风淡淡一笑 一手露着蓝心若温软的娇躯 一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说道 很早以前 情学就告诉我 他说绝对不能让你成为别人的道理 只能做我的女人 世事难料 没想到我们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听你这话好像很不情愿 蓝心若的眼神有些忧怨 他以鲜鲜玉手 抚摸着楚风的嘴唇说道 你告诉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要听真话 你不要骗我 楚风文言不经一正 微微沉思了片刻说道 从一开始 我对你只有好感 并没有涉及到男女之情 包括那日在石林中和你欢爱后 我对你依旧只有好感与愧疚 这些日子以来 我都是想这件事情 到底要怎样对你才算是公平 这么说来 你对我完全没有半点男女的情爱吗 蓝心若打断了楚风的话 眉毛中浮现出晶莹的泪光 欺然道 今晚你只是想要我的身子 并不是因为爱我才想要我 是不是 我 你不用说了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哪怕你只想要我的身子 我也愿意将所有的奉献给你 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爱上我 除非你真的是铁石心肠 若儿 你真傻 楚风满脸苦笑 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在润泽的红唇上亲了亲说道 你可不可以听我把话说完 我并不是对你没有男女之情 只是不能像爱情绪那样爱你罢了 或许以往的确没有那种心思 但是今晚却突然发现 我已经对你有些喜欢了 或许是因为主动敞开心扉 想要去接受你的原因 所以这种感觉来得特别的快 第四百五十三起 真 真的吗 蓝星若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眼中的泪水悄然滚落了下来 但是脸上却绽放出了会心的笑容 她一下子摟住楚风的脖子 主动线上相吻 吻得非常的动情 温热的泪水湿了楚风的脸 她的心不禁一颤 紧紧摟住蓝星若 抚摸着她那如玉般光滑细腻的肌肤 轻声说道 不要哭了 既然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那么从今往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离开你 我希望你是幸福的 快乐的 脸上应该多些欢笑 你就知道欺负若儿 害得人家这辈子 第一次掉下眼泪来 蓝星若将脸 贴着楚风的脸轻轻摸索 口中说着责怪的话语 可是身子却紧紧地靠着她 左手放在她的胸膛 感受着她缓慢有力 而富有节奏的心跳 好 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楚风玩耳 手掌轻轻摸索着 她背部的光滑肌肤说道 你今晚前来这里找我 想来苏曼已经离开了圣地了吧 如今只等实施计划了 只要成功 我们便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神桥秘境八重天 届时 除了如木子林那种 多修炼了数十年的同代王者 相信很难再有能在境界上 超过我们的人了 明日你便可以行动了 不过神日风上强者众多 此行非常的危险 你要万分小心 蓝心若不免感到担忧 话落她仰着脸庞 看向楚风说道 如果将来你发现 若儿在某件事情上说了谎 你会因此生气而不理我吗 你有事情对我说了谎 楚风一愣 你诧异的眼神看着她 说道 这得看是什么事情 或许我会很生气 但却不会不理你 我很想知道 你所谓的那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不能说 其他的任何事情 若儿都可以依从你 但是这件事情 却不能说出来 希望你不要生气 也希望你能理解若儿 看着蓝心若 近乎哀求的眼神 楚风心中一软 说道 好了 我不问就是了 不管是什么事情 我相信 绝对不是对我不利的事 只要你的心 是一直向着我 便足矣 若儿自然是向着你的 你可知道 除了师尊之外 小姨是若儿 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亲人 为了你 若儿多次和小姨争吵 无论何时 你都要相信我 绝对不会 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也请你不要和小姨为敌 她是个很不幸的人 这些年来 也过得很苦 苏曼是个很不幸的人 你指的是 她在修炼上 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吧 楚风感到诧异 说道 除了这件事情 我还真不觉得 你小姨有什么不幸的 好歹 她也是太虚圣主的夫人 在圣地中地位尊宠 谁都要敬她三分 蓝心若没有说什么 心中却忍不住叹息 在别人的眼中 或许正如楚风说的那样 可事实上 却并非如此 她的小姨苏曼和太虚圣主的婚姻 可以说是被逼无奈的 也是在人生最灰色的时候 被迫做出的选择 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都还保持着冰清玉洁的女儿身 也不会在石林中便宜了楚风 让她得到了她的第一次 一日清晨 东方刚泛起鱼赌白 楚风和蓝心若便早早起了床 她将法子局的修炼秘诀传授给了蓝心若 并且将自己的修炼心得与感悟也都详详细细讲述了出来 以此帮助她领悟这种旷顾绝经的七觉秘术的傲益 这蓝心若非常的震惊 虽然她知道楚风拥有非常恐怖的神通秘术 但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七觉神术之一的法子局 这种神通秘术 蓝心若曾经多次见到楚风用来战斗 当时的她是很吃惊 以为这是她的血脉传承神术 直到此刻方才明白 竟然是七觉天神的法子局 风 谢谢你 蓝心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心中跟吃了蜜似的 法子局可是旷顾绝经的神通秘术 威能强觉 变化莫测 可以演化出万千神通 可是楚风却将其传授给她 让她感受到自己在楚风心中拥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傻瓜 跟我还客气什么 谢谢这样的话以后都不许再说了 你是我的人 这样的神通秘术自然要传授给你 现在你好好消化我讲述的那些修炼心得与感悟 争取早日窥气门禁 然后秦家修炼 蓝心若不再多言 盘坐在小院旁边的树林中 体会楚风讲述的心得与感悟 同时也在钻研修炼秘诀 他本就聪慧 身怀骨穴 悟性极高 加上有楚风的心得与感悟相助 半日的时间就有了些许收获 遇到一些不能理解的困惑 楚风都不厌其烦的给他讲解 如此便让他对法子节的理解越来越深 直到傍晚的时候 已经可以试着修炼了 当然 蓝心若只是勉强达到出窥门禁的程度而已 演练法子节的时候非常的深疏 演化的种种神通无法很好地控制 很容易就崩溃了 楚风没有去打搅他 让他自己慢慢去领悟 所有的修炼心得与感悟都讲述给他听了 已经无法再帮助他什么 苏曼已经离去 想来太须圣主也派出了众多道工敬介的长老 前往了北狱 除去那些太上长老和闭关的老家伙 神日风上的强者应该比平时少了许多 但若尔能够熟练施展法子绝了 那时候一尘师兄多半也已经醒来 居时我就可以行动了 楚风盘坐在树林内 思考着这次的计划 他没有立刻展开行动 而是在等待更好的机会 等待一尘老人醒来 居时就算是出了事情 有一尘老人出手相助的话 生命也能得到更大的保障 若尔恐怕还需要数日的时间 才能熟练施展法子绝 这几日内 我也正好可以使用核道茶来修炼 境界得到提升 届时前往神日风也少一分危险 楚风缓缓闭上了眼睛 元神沟通半生青铜钟 首先开始炼化两百万斤精致的生命师元业 他准备在这里突破到神桥秘境七重天 这太虚风后山相对来说很安全 而且这里有一尘老人布下的阵纹 这些阵纹平时不会显现 但是感应到神能波动的时候 便会被激活 到时候就会将这片地域风困起来 即便是有再强大的神能波动 再大的动静也不会传出去 楚风饮下一小口核道茶 以血气将其包裹在神海空间内 同时运转真龙不死天宫和无上霸体真经 疯狂炼化那些精致品质的生命师元业 浓厚的生命精气如潮水般涌向神海 很快就将整个神海给填满了 不过半个时辰 楚风的身体便如气球般膨胀了起来 尤其是丹田部位 其中的神海在源源不断涌入的生命精气中 快速扩大 让它胀得十分的难受 这时候楚风散开包裹着核道茶的血气 核道茶的气急溢出 化为千丝万缕 向着神海四方游走 所过之处那些生命精气快速被压缩与提炼 化为了液体 如倾盆大雨清晰 不断落入神海内 与神海中的神能液体融合 楚风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神能精气在快速增长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它运转神海 带动磅礴的神能精气 通过生命全眼 涌入神脏秘境 强化着神脏 然后涌入神闻秘境 继续强化血肉 最后涌入神桥秘境 凝炼于神话第六条经脉 第六条经脉的一小段逐渐化为神桥 神光闪烁 其上有法则神闻交织沉浮 楚风的境界又精进了一大截 向着神桥六重天中期迈进 楚风每次使用核道茶修炼 都有种实力暴增的感觉 这完全就是在飞跃 修炼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难以想象 这种茶水能将一段长长的修炼时间 极尽缩短 可谓效果逆天 楚风修炼时 体内有浓厚的生命精气溢出 并且缓缓扩散向四周 这些精气中有生命是原液的精气 也有它自身的精气 蕴含强大的生机 浅绿色的光芒与紫金色的光芒 笼罩着方圆百米内的树林 这里生机充裕 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茁壮生长 速度肉眼可见 草木空尾又重生 花儿凋谢后又绽放 如此反复循环着生灭的轨迹 山体内布下的阵纹运转了起来 一出大道契机 将这片树林内的光芒和神能波动 隐藏了下去 从外面看去没有丝毫的异常 如此也不会被其他脊脉的人所发掘 时间缓缓流逝 蓝芯若修炼的沙子诀越来越纯熟 开始从出窥门径 到慢慢的融会贯通 而楚风则时时刻刻都在疯狂炼化 精致品质的生命师原业 核道茶在他的神海内 变成千丝万缕的大道契机 将那些吸收入体的精气炼化成神能液体 填充着神海 日落黄昏的时候 楚风的第六条经脉已经神化了三分之一 变成了一段神桥 其上闪烁法则神闻 流转着神秘的气息 神桥秘境 对于修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秘境 这个秘境与道公秘境相连 是通往道公的路径 也被称为通天神桥 只有将神桥修炼得越加稳固 通往道公秘境时成功的几率才会越大 在这个秘境中累积越深厚 突破道公秘境时也就越容易 黑夜渐渐过去 等到第二日清晨 楚风的第六条主经脉已经神化了一半有余 整条经脉的一半以上都变成了神桥 并且与前面五条经脉相连 组成段长长的闪烁法则神闻的桥梁 横跨在神桥秘境与烟云朦胧的对岸之间 在那烟云朦胧的深处便是道公秘境的壁垒 那里充满了神秘 是楚风目前还无法触碰的领域 楚风的身体时刻都在绽放紫金光芒 一处浅绿色惊奇之光 在这片树林四周流转 让这里充满了磅礴的生机 草木很快就生长到了极尽 而后枯萎又重生 像是在经历着一段快速流失的岁月 这种场景非常的奇特 白日很快就过去了 直到深夜的时候 楚风的第六条主经脉已经完全神化了 精致的生命石原液也早就消耗一空 而今使用的是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它疯狂吸收其中的精气 将其纳入神海中 以河道茶来炼化 不断填充神海精气 为冲破第七条主经脉做准备 这时候一道光滑的身影出现在树林之外 正静静地看着林中修炼的楚风和蓝心弱 那道身影非常的模糊 看不清身形 更看不清楚样貌 大事来临 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一辈 真的不是以往的年轻修者可以比拟的 层层数年对于修炼之人来说不过是弹指一顺 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年中 年轻一辈的修炼速度却让人感到惊讶 朦胧的身影轻声自语 他的眸光非常的柔和 始终看着盘坐在林中修炼的楚风和蓝心弱 轰隆隆 半个时辰后 林中突然传来海啸般的声音 并且伴随着天风刮动与闪电雷鸣 那片地狱像是法则紊乱了似的 浮现出惊人的景象 嗡 楚风盘坐的地方 屡屡神闻沉浮 空间嗡嗡颤鸣 法则神闻密布紫金血气冲销 嗡 旺盛如海的紫金血气中传来震天龙吟 一条紫金鳞片密布的真龙 从血气中显化出来 探出龙手 充满了霸气与威严 龙眸中神光闪耀 仿佛望穿了时空长空 再遥望那逝去的洪荒岁月 第四百五十四起 这种感觉 朦胧的声音充满了震撼 并不是紫金真龙的气息太恐怖 毕竟楚风的境界还不足 显化的真龙神形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 没有压迫力 可是真龙显化时 给人的感觉却非常的可怕 哄 楚风体内像是有无尽的神能炸开了 万道紫金神光绽放 他的身体缓缓凌空而起 宛如盘坐在虚空中悟到的神王 拥有难以言说的神性 散发出不朽不灭的气息 刹那间 他的气势攀升了数倍都不止 机体上流转的宝光更加的璀璨了 通体如紫金神铁胶筑 连发丝上都染上了紫金色的神话 神桥秘境七重天 楚风闭着双眼 口中轻轻吐出这么几个字来 声音虽然很平静 但是脸上却露出了激动 再回到圣地前 这个境界对于他来说是相当遥远的 毕竟需要八千多万金生命是原业来作为资源 可是不过短短十日而已 他已经立身在这个境界上 距离神桥秘境巅峰进了一大步 实力大增 这些都是神秘前辈给我的机缘 若非有那些完美品质的生命是原业 我岂能突破境界 而若没有河道茶 恐怕是拥有用之不尽的修炼资源 也需要数年才能修炼到现在的境界 楚风心中暗自想到 他的身体缓缓降落下来 万道紫金光芒骤脸 所有的异象刹那间消失 他睁开了双眼 眸光平静而深邃 楚风在修炼时的动静 以及突破时的浩大声势 早已惊动了蓝心若 他睁着美眸注视楚风 眼中一彩连连 在楚风睁开眼的时候 便起身走了过去 短短两日时间 没想到你就突破到了 神桥秘境七重天 蓝心若的脸上绽放着会心的笑容 还有激动与骄傲 他在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男人而骄傲 然而他的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说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正常情况下当然无法做到 楚风站起身来 拉着蓝心若的手说道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 只要有核道茶 这不是什么难事 核道茶 那是什么茶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楚风将核道茶的功效 详详细细地说了出来 不过并没有说核道茶来自何处 关于荒城内那个老前辈的事情 他只字未提 关于如何得到核道茶的话题 他直接跳跃了过去 他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蓝心若 而是对荒城那个神秘老人的尊重 在没有得到其许可之前 怎能随意暴露其身份 听完楚风讲述 蓝心若满脸震惊 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 惊叹道 想不到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神器的东西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难怪在古时有那么多的经验之辈 年纪轻轻就能成为超级强者 或许他们也都使用过核道茶来修炼 不对 楚风摇头说道 古时那些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便成为超级强者的人 必然是因为其自身的天资与物性足够经验 与核道茶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种茶叶泡出的茶水 虽然可以缩短修炼时间 但也只是针对道工秘境以下的人 一旦修炼到了道工秘境 他便没有什么辅助作用了 顶多只能用来凝神而已 你的法子觉修炼得如何了 差不多可以熟练施展了 想要更进一步需要慢慢参悟与演练 现在我们可以离开太虚风了 你也应该去办你的事情了 我们先去太虚殿看望师兄 你跟我来 楚风说道 也不带蓝希若回应 拉着他便往太虚殿而去 他们走出树林的时候 林外的那道朦胧身影早已消失 不知所踪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此刻还是深夜时分 天地间静悄悄的 太虚殿屹立在半山腰 四周全都是杂草与枯败的老树 几只老鸭 栖息在干枯的树梢上打着盹 让这里显得非常的荒凉 楚风和蓝心若来到太虚殿前 看着殿前长满青苔的阶梯 蓝心若的心中莫名紧张了起来 他有些害怕见到逸臣老人 说道 我可以补金去吗 不行 我虽然与逸臣师兄同辈 可是在我的心中 他就像是长辈一样 现在你跟了我 自然要去见师兄 可是 可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辈分的事情 让你觉得不自在 担心师兄会反对 我 好了 师兄不会反对的 楚风淡淡一笑 拉着蓝心若走向微微敞开的殿门 太虚殿内的殿壁上亮着一盏盏灯火 如豆的火焰轻轻跳动 里面非常的安静 大殿正前方的手持宝剑的雕像 给人慈祥且庄严的感觉 雕像下面的石谱上盘坐着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人 他背对着殿门 一头花白的头发披散在脑后 没有溢出半点的强者气息 竟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盘坐在那里 师兄 楚风感受到了老人的生命波动 他知道老人已经完成了寂灭而破茧成敌 如今的修为只怕是更加的深不可测了 心中激动而兴奋 拉着蓝心若快步上前 深深一拜 师弟 一尘老人转过身来 目光从楚风的身上移到蓝心若的身上 说道 圣女 师叔 竟然如此称呼心若 蓝心若有些受宠若惊 说道 师叔这样真是折煞心若了 哈哈哈哈 称呼而已 何必如此在意 你们都坐下吧 一尘老人满脸和蔼 他随手一挥 旁边的两个石谱 立时飞到了楚风和蓝心若的面前 楚风拉着蓝心若盘坐在石谱上 说道 你还叫师叔 难道真的要做我的师职不成 你 蓝心若面露羞涩 急忙改口道 弟妹拜见师兄 嗯 不必多礼 一尘老人合手 而后看向楚风说道 师弟 你休要调侃弟妹 他不顾辈分而愿意跟着你 将来你得好好待他才是 师弟谨记师兄教诲 楚风装模作样地说道 而后摸了摸下巴说道 师兄的修为越发的深不可测了 师兄的境界 怎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若是与之前 阻止你触碰师兄的那个神秘前辈相比 师兄只能算是萤火之光 而他则如同那天上的昊月 那位前辈有那么强大 楚风非常的吃惊 一尘老人早就能盖压圣地中 除去那些肃老和底蕴强者外的任何人了 而今破剑成蝶后更是深不可测 但是他却说自己和神秘前辈相比 只能算是萤火之光 前辈自然是极强的存在 境界高深 远远超过师兄 这点你不用怀疑 一尘老人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而今的他看上去比以往年轻了不少 虽然头发依旧花白 但是脸上的皱纹却少了许多 从面貌上看顶多就五十岁左右 而且血气非常的旺盛 没有丝毫哭败的迹象 神秘前辈的强大毋庸置疑 楚风早就清楚 当年在世家古墓外震慑群雄 连那些半神传承的众多强者 都面露忌惮 太虚圣主更是不敢吭声 毕竟神秘前辈是师尊的固有 那一代的强者自然拥有高深的修为 可是师兄你也是处理拔萃的人物啊 差距不会真有那么大的吧 一尘老人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反而说起了楚风的事情 师弟 你打算何时前往神日风 师兄你怎么知道 我这次回来的目的是神日风 楚风不免感到惊讶 但很快也就释然了 说道 我竟然忘记了师兄在寂灭时 元神保持着清醒 当时我进入大殿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知晓了 而我和神秘前辈的对话 师兄自然也都听到了 师弟 你可真是胆大 前些日子在荒城 差点捅破了天 圣主得知此时候 勃然大怒 已经派出许多的长老 前往北域擒杀你 而你却反其道而行之 回到了圣地中 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想来那太须圣主 肯定想不到我会在这里 而且即将前往神日风 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北域呢 楚风淡淡一笑 而后神色微明说道 并非师弟不知天高地厚 到处树敌 而是如今的确是没有别的办法 想要在短时间内 得到足够的修炼资源 除了利用秦族和太须圣地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以你修炼所需要的资源量 如何能得到足够的生命 是原意的确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你能在与秦族和神日风 敌对的时候 想到利用他们的怒火 来获得资源 这也说明了你的睿智 这件事情 师兄支持你 楚风一听 脸上历时露出喜色 成声道 多谢师兄 先不要谢我 虽然师兄不知道你有什么计划 上神日风到底要做什么 但师兄得提醒你 神日风上强者如云 以你的境界很容易暴露 须得万分谨慎 倘若真的到了绝境 师兄自会出手相助 这些年来 师兄一直都在太虚风上 惨无万物济灭法 对修炼界中的事了结甚少 着实没有想到短短六年的时间 你竟然已经是神桥七重天的修者了 一尘老人的脸上充满了欣慰 他的双眼中交织大道神闻 有种可以望穿灵魂的大道契机在流转 不断打量着楚风 在这样的目光下 楚风有种非常不自在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看穿了 只有半生青铜中所在的地方 笼罩迷雾 没有被窥视 久之极致而皈依 想不到你已经将神海秘境 修炼到了十重天 体内的神脏也如此的神意不凡 将每个秘境都修炼到了传说中的极致境界 神桥是如此的凝练 流转着浓厚的神性 一尘老人毫不吝啬地夸赞楚风 这样的话语让蓝心若的心中充满了骄傲 这就是他清新的男子 能得到深不可测的一尘老人的夸赞 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师兄过誉了 师弟虽然已经走在了同代强者的前面 可是与穆子凌那代人相比 却还有不小的差距 如那样的年轻王者 多半也有许多过人之处 师弟的这些微末成就 算不得什么 一尘老人捋着花白的胡须 似乎对于楚风的态度非常的满意 脸上满是欣慰 说道 不焦不躁 修炼之人正需要这般心性 谦虚才能让人更好地审视自己 避免盲目自信 也能走得更远 说到这里 一尘老人顿了顿 又道 南方满黄大陆木家的天骄 的确了得 曾经在外历练时 就已经横推同代南风抗守 被同代誉为南皇 除了他 生命远扬的还有 北帝 东邪 西魔 中神王 师兄您说的 可是三十年前 就已经在同代中 为名赤圣的几个天骄 蓝心若似乎听过这几个名号 说道 北帝 东邪 西魔 中神王 这四个天骄比南皇的年纪 还要大上二十岁左右 说来不算是与我们同辈的人物了 虽然与你们不是同辈 但却算是同代 你们应该知晓修炼界 每代人的划分是以五十年为标准 北帝 东邪 西魔 中神王 刚好就在这一代的五十年初始时期出生 他们的年岁也正好五十 与你们是同代的修者 将来 倘若在历练中相遇 或许会成为你们的强敌 第四百五十五期 南皇 北帝 东邪 西魔 中神王 各个声名赤圣 同皆为王 的确是强健的对手 最重要的是 他们比我们先修炼数十年 境界上遥遥领先 倘若不能追上其境界 恐怕没有任何希望能与之争锋 楚风沉声说道 神情凝重 目前我们的境界偏低 尚不会与他们有什么交集 但将来肯定会相遇 一旦为敌 必将是恐怖的对手 你为太出真龙体 先天条件丝毫不会弱于他们任何人 只要努力修炼 将来必将盖压同代 实行相信你的心理 早就充满了自信 说到这里 一尘老人的眼神有些迷离 脸上带着些许向往 说道 大事来临 想必那望神界也要提前开启了 或许就在这数十年内 望神界到底是怎样的世界 不知道师兄对此是否了解 楚风从雨昕口中听到过 关于望神界的事情 而今又听到一尘老人说起 心中非常的好奇 想要了解更多 可是一尘老人却摇了摇头 叹息道 师兄也不知道望神界中 到底是怎样的 望神界万年开启一次 所以师兄并未去过 但那个世界是有志成神的修者们 向往的天堂 有着无尽的机缘 这漫长岁月以来 天上古星强者见少 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望神界的缘故 每次望神界开启 反资质出众的人都前往了那片世界去历练 不知道多少的天骄 埋骨在那片浩瀚的星空中 导致优质的血脉断绝传承 望神界关闭后 修者们失去了真正变强的机会 这便导致修炼界中真正的强者越来越少 而只有等待望神界再次开启一段时间后 才会有大批的强者诞生 原来是这样 楚风不仅唏嘘 说道 师弟倒是觉得望神界并不是天堂 而是有志成神的天骄们向往的血腥炼狱 那里充满了血与骨 危机四伏 同时也有着无尽的机缘 因此才让众天骄不惜一身犯险 师弟这样说并无不可 据说望神界中有百零八关 每一关设立一座雄伟的城池 分别为三十六天刚关城和七十二地煞关城 自古以来 能闯过七十二地煞关城的人都少之又少 七十二地煞关城之间充满了杀戮与凶险 除去在关城内 其余的地方可以肆意杀戮 没有任何的规则可言 守护者们并不理会与制止 到了三十六天刚关城 活下来的都是人节中的人节 这些人才能真正进入守护者们的法眼 那时候他们才会以规则加以庇护 但也是非常有限的 只是相对地煞关城来说 稍微好些罢了 师兄 你所说的没有规则可言 指的是什么 自然指的是任何方面 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 倘若老辈人物出手对付后辈 总会有人站出来指责 而且各大势力之间也达成了共识 避免对方的老辈强者 对自己的年轻天骄下杀手 同样都不会有太上长老以上的人物出手 可是在望神界中的地煞关城之间 完全没有这些顾虑 历练者们不但要应付各种危机 还要防备同来历练的人 以及那些在关城下繁衍下来的修者后代 楚风点了点头 一尘老人虽然说得很简要 但是他可以想象得到 七十二地煞关城之间有多么的凶险 特别是那些在关城内繁衍下来的修者 倘若杀了他们的小辈 其老辈人物必然会出手 在那种情况下 就算是神灵传承的嫡系血脉都难以活下去 毕竟在望神界中 不管你是神灵传承还是万古神朝的人 都与普通的修者没有区别 在那样的地方 远在天上古兴的宗门再强大都没有用 鞭长莫及 总之 望神界中的凶险 不是没有去过的人能够想象的 真正到了望神界中 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宇宙浩瀚无边 拥有无尽的生命古星 各个生命古星的修者 都将汇集于望神界中 没有谁敢说 可以真正的统阶无敌 将来师弟 你若前往望神界 须得万分谨慎 形势要低调 不要太过引人注目 境界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血脉 否则必将引来宿敌 一尘老人提到宿敌 楚风心中微尘 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纯血金池大棚 混沌霸体 不死邪体 天魔战体 这四种血脉都非常的强大 金池大棚血脉 我已经领教过了 只是并非纯血 而混沌霸体和不死邪体 以及天魔战体 却从未见过 听这三种血脉的名字 想必应该比纯血的 金池大棚更甚 纯血金池大棚血脉 虽然强悍 但尚不能和混沌霸体 等血脉相比 金池大棚血脉 诞生于洪荒 而混沌霸体 和不死邪体 以及天魔战体 则诞生于混沌时期 但从源头上来说 就更加的古老 也更加的接近宇宙本源 诞生时 吸收过混沌中的本源精华 这样的血脉只要出现 必能横推同代 就如你这样的 太出真龙体 楚风文言不禁苦笑 说道 我恐怕是自古以来 最弱的真龙体了 当年是其三分之一的 本源神血 导致血脉沉寂 后来血脉虽然复苏了 但潜能却因此而减弱 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 说来只能算是残缺不全的 太出真龙血脉 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倘若你的本源真血 不能恢复到 接近完整的地步 恐怕就算拥有七绝神术 也难以与那三种血脉争锋 将来在望神界中相遇 或许将会面临九死一生的局面 所以在望神界开启之前 你得想办法恢复本源真血 尽可能提升同级禁欲 到时候面对宿敌才能有胜算 楚风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混沌霸体等血脉宿敌 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虽然没有亲眼见识过 那三种血脉有多恐怖 但仅从一尘老人的话语中 就能想象得到其威势 而他的体内只有九分之七的真龙神血 想要恢复本源神血 条件极为苛刻 希望非常的渺茫 楚风和一尘老人聊了许久 直到第二日夜晚的时候才离去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蓝心若的脸上有着深深的担忧 说道 师兄 你说他此去是否会遇到危险 难说 这倒看运气 不过弟妹不用为此担心 有师兄在可保他性命无忧 师弟的计划 关乎到了能否获得海量修炼资源 对于他来说 此次不能失败 若真的出了问题 我这个做师兄的自不会袖手旁观 谢谢师兄 蓝心若脸色微红 弟妹这个称呼让他既甜蜜也感到羞涩 神日风下 楚风运转神变术化身成为神日风的弟子 大摇大摆走向了上山的古道 一些寻山的弟子迎面走来 见到熟悉的面孔便也没有生疑 神日风高耸入云 在整个圣地内是最高的风头 雄伟宽阔 气势磅礴 古道是由青石阶梯筑建而成 蜿蜒向上 直通神日风主殿 阶梯足有十余密宽 两边是白玉雕琢而成的护栏 而护栏之外则是茂密的植被 距离护栏较较近的地方生着许多的花草 各色花朵在夜风中摇曳 风中混着淡淡的花香 沁人心脾 再远些则是茂密的森林 一颗颗参天古树林里 树根如囚龙盘扎 向着四周铺展延伸的树干上 缠满了粗大的藤蔓 从高高的树干上垂落下来 如条条倒挂的灵蛇 这样的景象看起来有些像是原始森林 完全就是蛮荒景象 然而 这样的景象出现在神日风上却不足为奇 神日风传承数万年以上 虽然换了一代又一代人 但是这里的花草树木却少有改变 尤其是在灵气充裕的环境下生长的大树 它们寿命悠长 数万年后早已成了参天古墓 由于此时正值夜晚时分 古道石阶上并没有多少人走动 只有石而路过的一队队寻山弟子 楚风踩着青石阶梯 向着建筑在神日风半山腰的楼宇停格而去 茂密的森林中 时而能看到一挂挂自银河倾斜的瀑布 在月光下泛动荧光 见起的水珠如珍珠般晶莹剔透 看着沿途的风景 心中不仅感叹与唏嘘 如此壮阔的场面 秀丽的景色 当属太虚风才是 像那数万年前 太虚风传承初见 山风直送天雨 其上景色秀美绝伦 山见溪水瀑布飞流 鸟语花香 然而自太虚风落寞 大道气急流逝 整座山风大变样 秀丽的景色再不复返了 满山枯木与杂草 闻可罗雀 楚风的脸上充满了感慨 岁月匆匆改变了太多 莫说人或事 就连万物都不能亘古如一 数万年的光阴 沧海桑田 就连玩时都有可能变得千疮百孔 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 这漫长的时间长河 多少的物是人非 多少的海枯石烂 楚风停下了脚步 时而看着神日风两边的秀丽景色 时而摇望荒凉的太虚风 心中感慨颇深 一时间 心神竟然进入了奇妙的状态中 他立身在青石阶梯上 缓缓闭上了双眼 隐隐约约中 天地万物似乎在快速轮回 经历无尽的生灭 岁月在流逝 时空在轮转 此时此刻 楚风感受到了一梦万古的奇特意境 仿佛一招回到了万古前 感受着悠悠岁月的无情 心中忽然变得冰凉冰凉的 黑夜中 无尽的青石阶梯上 只有楚风的身影助力 是那么的孤独 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他一人 所有的生命都枯萎了 这时间变得荒凉而死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的心神突然回到了现实 感受到脸上有些冰凉 伸手抹去 竟是眼泪 万古匆匆 举世洁迹 我竟莫名有了这样的感受 还不由自主流出了眼泪 或许这就是岁月的无情 能体会者便如时光之刃割裂倒心 悠悠地带着些句悲凉的声音 自楚风的口中缓缓倒来 她的眉心又光芒闪耀 形成一个金色的漩涡 如同一汪凝缩的神海 隐约中见有真笼在里面穿梭 我的元神 忽然间 楚风的脸上露出浓浓的震惊 双眸刹那间如神灯般璀璨 透射出夺目的神光 我的元神竟然在这种意境下发生了蜕变 比以往凝联了十倍以上 恐怕至少也相当于道宫秘境中后期的元神境界了 楚风有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朝悟到白日飞生吗 被岁月所感 体会万古沧桑 竟然在短短时间内有着如此惊人的收获 这让她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 此来神日风竟然有这等机缘 是我内心所感有这样的领悟 还是气韵加深 冥冥中已然注定 或许两者皆有吧 楚风神采奕奕 内心充满了兴奋 元神的提升 对于神闻秘境以上的人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自可以凝炼神闻 且感悟法则开始 元神的提升便非常的关键 第四百五十六起 境界的提升 不单单需要修炼资源 还有自身的领悟 元神的增强可以提升悟性 能更快凝炼出法则神闻 或许在几个初级秘境中 这种感受并不强烈 但只要达到了神桥秘境巅峰 那时候元神的重要性就开始体现了出来 道工秘境是人体最大的秘境 也是最神秘的秘境 这个秘境拥有数个大境界 每个大境界都相当于一个基础秘境的修炼过程 并且更加的复杂与困难 这个秘境就是开辟人的大脑 感悟天地法则 感悟大道的轨迹 并在大脑中开辟出特殊的空间 道工 因此 在神桥秘境巅峰大圆满后 要想开辟出道工 必须要感悟天地间的法则与大道轨迹 那时候元神境界的高低 便关乎着悟道的快与慢 甚至是能否成功悟道而开辟道工 进入道工秘境第一个境界 道工境界 往后的修炼道路 都是以悟道为主 而元神便是悟道的关键 夜晚的月华洒落在楚风的脸上 让他看起来非常的飘逸 多了几分出城的气质 少了几分霸道与灵力 此刻的他如同来自仙界的哲仙 这也算是巨大的收获了 若能成功从秦族和圣地 得到一笔海量的资源 往后的路便轻松了许多 道工秘境也不再那么遥远 这个已经悄悄来临的鼎盛大势 必将由我留下的浓重一笔 未来我很期待 悠悠的声音在风中飘出很远 楚风举步登山 踩着青石接贴而行 逐渐靠近了半山腰的那些楼宇亭格 远远看到了雄伟灰弘的太虚圣殿 气势磅礴 宛如一尊圣人屹立在那里 隐隐中散发出来的气势 让人有高山洋脂的感觉 也不算深 日落西山不过一个多时尘而已 楚风变化成神日风的弟子 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了神日风上的建筑群内 四周有许多的小山峰 有些景色特别秀丽 灵气特别充裕的山峰上 建造的楼宇亭格雕梁画洞 或雕刻凤凰 或雕刻麒麟 或雕刻朱雀 看来那些山峰 都是些身份尊贵的大人物的住所 不知道太虚圣主住的地方在何处 楚风打亮着四周 远眺各座小山峰 在山峰与山峰之间的某些地方建造着院落 隐约能看到神日风的弟子出入其间 不能确定太虚圣主的住所 看来只有慢慢寻找了 楚风举步而行 脚步轻缓而从容 他没有选择使用虚空神珠 虽然神珠拥有隐匿空的效果 但这神日风上强者众多 倘若隐藏在虚空中被发现 必然会被当成入侵者 反倒会弄翘成桌 化身为神日风的弟子 这个身份便安全许多 如果靠近了某些不该去的地方 也可以随意撒个谎自圆其说 即便是受到责罚 但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楚风向着神日风伸出走去 途经一座大院 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人在低声谈论什么 他停下脚步宁耳探听 圣主夫人回来了 那些派出去寻找夫人的长老们 终于解脱了 是啊 也真是苦了那些长老了 这段时间以来 没日没夜寻找夫人的下落 却没有半点的消息 你们说圣主夫人这些日子 到底去哪了 谁知道呢 连长老们都寻他不到 应该是心情不佳 故意躲起来了吧 矿场的事情 对于圣主夫人来说 肯定很受打击 毕竟当时他可是在那 挡住了那些矿匪 却没有料到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据矿场的人 传回来的消息称 那个做黄雀的 乃是一名年轻修者 你们说会是谁 竟然感动我们太虚 圣地的矿场资源 而且秦族矿场内的资源 多半也是被那个人盗走了 感动秦族和我们太虚 圣地的矿场资源 此人莫非是神灵传承的 嫡系血脉 怎么可能 倘若是神灵传承的 嫡系血脉 他根本用不着 以这种方式 获取生命之原意 神灵传承和万古神朝 占据的可是最大 最丰富的矿脉 而他们的嫡系弟子 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 根本不缺资源 这样说来 还的确不是神灵传承 和万古神朝的嫡系弟子做的了 除了他们的嫡系 还有谁敢如此胆大包天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那人到底是谁 明日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圣主夫人已经回到了神日风 当日他可是追过 那个年轻强者 想来应该看清楚了其面容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另一个声音在大院中响起 说道 我先前有事去找圣主 无意中听到 他与圣主夫人的对话 据圣主夫人说 那个年轻强者的速度太快 他当时并没有看清楚其面容 所以不知道其身份 楚风听到这里 心情不免有些复杂 苏曼明明知道他截走了资源 然而故意在太须圣主的面前隐瞒 这是为何 他悄悄远离了大院 暗中抓了一名曾经对他有过杀意的精英弟子 逼问出太须圣主的住所 而后将其炼化成虚无 不留半点痕迹 太须圣主的住所 距离楚风此刻所在的地方尚有些距离 需要穿过几座小山峰 一路上他都在猜测苏曼的心思 眉头微微皱起 苏曼是非常恨我的 没有动手杀我 是不想让若儿恨他 但是他完全可以将我截走资源的事情 告诉太须圣主 来个借刀杀人 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若儿恐怕也不会知道 可是他明明已经离开了圣地 突然又返回 却没有将我的事情说出来 这究竟是为何 楚风百思不得其解 他猜不透苏曼的心思 不知道他的心底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个女人让他很难猜透 楚风绕过几座山峰 终于来到了太须圣主所住的地方 这里非常的安静 四周风景如画 齐风陡峭 如天剑般直插云霄 且有条条大瀑布飞流直下 如银河道挂 两条飞铺之间 那里有座建筑恢红的院落 占地面积极广 里面有许多的楼宇亭阁 雕梁画洞 金光灿灿 如同黄金胶筑 极尽奢华 这太须圣主 还真是懂得享受 建造楼宇亭阁的材料 竟然都是些炼器的珍贵金属 不知道消耗了多少的资源 楚风眼睛微眯 靠近大院的时候 他催动了虚空神珠 身体突然消失不见了 咦 楚风刚引入虚空中 脸上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催动虚空神珠后 立时便感觉到了 右肩上有股清凉的气息 顺着经脉流转到了丹田神海 而后缓缓流向四肢百骸 刹那间 他感觉自己的气息 完全被那些清凉的气息给掩盖了 这不是压制 是纯粹的掩盖 也就是说 此刻他没有丝毫的气息散发出来 完完全全地收敛到了体内 即便是有人就在面前 恐怕也难以察觉到他的存在 这是怎么回事 这股神奇的力量是怎么进入我的体内的 难道是一辰师兄 楚风开始回忆 与一辰老人相处的片段 然而却发现 一辰老人 根本没有接触过他的身体 原来是 楚风突然想到了 神秘老人在离去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右肩 顿时便明白了什么 心中用上浓浓的感动与温暖 游记的当年 只是与老人萍水相逢罢了 可是后来的日子里 老人多次出手救了他的性命 而今知道他要上神日风 更是暗中施然手段相助 这份恩情真的是太重了 老前辈 您对我的恩情 我会铭记在心 将来我若成为强者 定会寻遍天涯海角 找到可以严命的天才地宝 为您增寿千载 以报您的大恩大德 楚风在心中轻声说道 而后平复了心绪 悄悄潜入了大院 向着中央最雄伟的楼宇 而去 小曼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楚风刚靠近中央那座楼宇 便听到了太虚圣主的声音 自然是真的 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这是苏曼的声音 非常的平静 还带着一种 居然千里之外的冷漠 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 楚风不眠感到有些诧异 苏曼和太虚圣主是夫妻 可是他们两人说话的语气 却像是陌生人似的 确切地说 是苏曼对太虚圣主说话 像是对待陌生人 而太虚圣主对苏曼说话时的语气 却非常的温和 不对 矿场传来的消息说 节奏资源的是个年轻强者 就算其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让你连面容都看不清楚 你是上代圣女 本身就拥有六进 修为在道工九重天巅峰 岂是那些年轻强者能比你的 你这是在怀疑我说的话 那人速度极快 想来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气 或者是古服 否则也不可能从我的面前逃走 如果你非要我说出 他的某些特征的话 我倒是可以提供 那人很邪气 一看就不是什么玄门正宗的弟子 而且说话轻浮 应该是个浪荡之人 太虚圣主面露诧异说道 你与他说过话 是的 他在逃走的时候 背对着我说过几句话 言语轻浮浪荡 下流无耻 哼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你的面前 说轻浮的话语 太虚圣主的双眼中 暴射出灵力的芒 崩的洞穿了虚空 紧接着他以疑惑的眼神 看向苏曼 说道 小曼 我怎么总觉得 你这次回来后 整个人都变了 好像与以往 有很大的不同了 我没有任何变化 圣主 你想太多了 现在的苏曼 还是以前的苏曼 苏曼淡淡地说道 语气非常的平静 甚至显得有些淡漠 太虚圣主的语气 忽然变得非常的温和 说道 小曼 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 你是不是不要再用这种冷漠的态度对我了 而且也该改口了吧 不要总是叫我圣主 这样也太生分了 圣主 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应该很清楚 何必再说这些没用的话 苏曼淡了起来 粉色的长裙脱地青丝如铺 容颜柔美 只是眼眸非常的淡漠 说道 我这次回来是想告诉你 我要离开圣地一段时间 你刚回来又要离开 太虚圣主一阵 蹭得站立而起 急声道 小曼 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情 只需告诉我 我立刻吩咐下去 定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根本用不着你亲自动手 这件事情别人办不了 而且我只是告诉你一声 难道我要离开圣地 还得需要你同意吗 苏曼淡淡地说道 他对太虚圣主的态度 非常的冷漠 他们的关系 似乎与我想象中的 有很大的出入 楚风隐藏在虚空中 看着太虚圣主和苏曼 听着他们的对话 心中不离觉得非常的奇怪 他没有想到 堂堂的太虚圣主 在人前那般强势 号令整个圣地 然而面对苏曼却是这样的模样 哪里有半点圣主的威严与气势 小曼 你 太虚圣主 深深叹息 脸上的肌肉 微微抽动 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难道你非要用这种态度 和我说话吗 数百年了 你要我怎么做 才能打动你的心 第四百五十七起 听到这话 苏曼娇躯一颤 冷漠的美眸中 浮现出一丝迷离 他的表情也却出神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说道 你永远也打动不了我的心 当年铜金一战 你没有能够胜得了我 按照规矩也没有资格娶我 虽然后来经历许多的事情 而让我们有了这样的关系 但我苏曼就算是敞开心扉 你也无法走进我的心里 你 太虚圣主的双手缓缓握紧 苏曼的话语给了他深深的打击 刺激到了他的心 脸色变得有些阴沉 且充满了怒意 说道 小曼 你要看清楚现实 数百年前 我们就已经成婚 这些年来我尊重你 不愿强迫你 是想等着你心甘情愿 承认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才从来没有碰过你 甚至没有牵过你的手 可是你却如此的无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伤我的心 我伤你的心 你喜欢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当年成婚之前 我们便有了约定 在我没有同意之前 我们只能有夫妻名分 没有夫妻知识 我苏曼虽然与你成婚 但绝对不会让你毁了我的清白 而你也明白 我对你没有半点男女之情 是你自己要请求我师尊 让我和你成婚 太虚圣主脸上的肌肉 一下一下地跳动着 脸黑的跟煤炭似的 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怒火 他双手紧紧握拳 但最终却又松开了 语气变得温和了起来 说道 此生我只爱你一个女人 不管你怎么对我 可我们毕竟早已经是夫妻 我还是愿意等 等到你心甘情愿 接受我的那天 你永远都等不到 以前不可能 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苏曼转身而去 这句话不禁让太虚圣主的眼神 阴晴不定 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何现在更不可能了 他想问清楚 可是苏曼离开楼宇后 便破空而去 消失不见了 此刻 楚风隐藏在虚空中 看着太虚圣主吃憋的样子 心中不禁感到大快 太虚圣主表面上看起来公正 事实上多次在暗中 想要取他的性命 曾经帮助药王谷的老邦子 欲将他勤来去炼药 后来又默许太虚圣子动手 这些账 楚风都一一记在心中 我就不信 我得不到你的心和你的身体 太虚圣主双眼通红 满头黑发倒数 一巴掌拍在桌椅扶手上 蹦的将金属胶住的桌椅扶手 都拍裂了 苏曼刚走 他的怒火便再难压制 壮弱疯狂 听说在南方蛮荒大陆 有种奇花叫做迷情花 生长在蛮荒中的极阳之地 倘若能得到此话 小曼便会对我死心塌地 到时候定会主动献上 冰情欲结的身子 本圣主与小曼成婚数百年 却一直不能一亲方子 让他至今都保持着厨子之身 实在是可恼 我这个圣主竟然如此无能 连个女人都征服不了 就你这样的还想征服女人 楚风心中自愈 不免感到好笑 这太虚圣主虽然地位尊崇 但苏曼看重的 却偏偏不是身份地位 自然不吃这套 而且当年的同街战 他竟然不是苏曼的对手 如何能征服他 夜已经有些深了 这大院四周无别的人 就只有眼前的太虚圣主 楚风眼睛微眯 通过太虚圣主和苏曼的对话 他可以看得出来 太虚圣主对苏曼用情很深 可谓痴迷 然而这么多年来 却不能一亲方子 甚至连手都没有碰过 说来真是让人觉得既好笑 又不可思议 不知道我拿出苏曼的内衣 太虚圣主会是怎样的反应 数百年他都未能如愿 而苏曼的内衣却在我的手中 他多半会觉得苏曼的玉体 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 到时候恐怕会吐血吧 想着想着 楚风的脸上露出畅快的笑意 他很希望看到太虚圣主疯狂的姿态 这样不但能从其手中得到更多的资源 还能出口恶气 只是这样做的话 对于苏曼也算是一种伤害 他的心中不免有些愧疚 既然老前辈在我的体内注入了大道契机 那么我便不必使用原本的方式来冒险了 可以直接在太虚圣主的面前拿出内衣来 到时候催动虚空神珠隐藏起来 他便无法寻找我的踪迹 楚风宁没思考 但很快又有了新的问题 这楼宇的底层是大厅 虽然非常的宽阔 但空间毕竟有限 倘若太虚圣主出手 瞬间就能覆盖整个大厅空间 到时候即便是隐藏在虚空中 也难逃一劫 这栋楼宇是神日风历代圣主的居所 墙壁上肯定布下了防护阵纹 应该可以抵挡得住太虚圣主的一击 想到这里 楚风开始仔细打量四周的环境 最后他将目光落在了大厅的门口 终于想到了相对稳妥的方法 虽然不能保证完全 但这已经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最稳妥的方式了 大厅中 太虚圣主来回踱步 脸色非常的阴沉 之前和苏曼的对话 让他的心中的怒火与悲伤 久久不能平息 自从他前段时间离开圣地前往矿场 回来后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以往虽然也对我很冷漠 但是很少会说出如此无情的话语 今晚的他仿佛完全不在意 两脉之间的关系了 也不在意其失尊的意思了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虚圣主自言自语 神色阴晴不定 想到苏曼离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隐隐于约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脸色越来越黑 这件事情本圣主定要查清楚 太虚圣主眼睛微眯 他看向大厅外的漆黑夜空 眼中闪烁寒芒 咬牙切齿道 本圣主已经失去了一手栽培的圣子 绝对不能再失去松蔓 说到这里 太虚圣主充满了杀意 一缕缕大道神闻在深洲缭绕 发出闪电交织般的啪啪声 他的眸光冰寒刺骨 阴冷的能冻江人的血液 太出真龙体 你杀了本圣主的爱徒 本圣主必将你随时万段 周怪本圣主当初大义 没有想到你竟然是那种血脉 让你活了下来 结果却让科尔断送了性命 是吗 想不到堂堂太虚圣主 也只会躲在这里放狠话 你想要杀我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可是我还是好好的活到了现在 楚风的声音突然自大厅外传来 与此同时 他的身影自虚空中显化 立身在大厅的门口 是你 听到熟悉的声音 太虚圣主的眸光 骤然钉向大厅门口 落在楚风的身上 脸上不禁露出些许金色 他的眼神森寒无比 充满斥烈的杀意 说道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来到我神日风 并在本圣主面前出现 今日就算你师兄一尘 也救不了你 你还是省省吧 狠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这有用吗 楚风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堂堂圣主 竟然连个女人的心都征服不了 说来也是笑话 你自许身份地位尊崇 可惜偏偏就有人 未将你放在眼中 苏师姐的眼光虽然不高 但你这样的人 却还不能入她的法眼 老爷 你是在找死 太虚圣主 被楚风的话彻底激怒 苏曼的事情 一直都是她心中的痛 尤其是苏曼今晚说的那些话 她没有想到 竟然全都被楚风给听到了 你先不要激动 今日来此 我是想让你看一件东西 相信你会对此非常感兴趣 而且我相信 你在看过这件东西之后 必然会心中大快 激动到吐血 太虚圣主 本来准备动手擒住楚风 听到她这样一说 当下便放弃了出手的打算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俯视过来 如同天神看蝼蚁般 说道 我倒想看看你 能耍出什么花样 如你这般神桥秘境的人 无论你使用什么手段 在本圣主面前 也只是笑话 的确是个笑话 天大的笑话呀 楚风满脸叹息 在太虚圣主 激高临下的眼神中 他翻手 拿出两块粉色的布片 说道 你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不过料想你也不会认得 你说可笑不可笑 想咋 你手中的东西 与本圣主有何关系 有什么可笑的 真是不知所谓 太虚圣主 微眯着眼睛 眸光非常的冰寒 他俯视楚风说道 本圣主还以为 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结果却这般幼稚 既然如此 本圣主也不想再与你浪费时间 为我的徒儿偿命吧 太虚圣主扬起手臂 就与出手镇压楚风 且慢 楚风将手中的两块粉色的布片展开 拎着他们 对太虚圣主晃了晃 并且以非常浪荡的姿态 将鼻子凑了上去 轻轻一嗅 满脸陶醉的模样 惊叹道 师姐的内衣 真是幽香振振 令人心援一马 你说什么 太虚圣主的瞳孔 猛的一缩 看着楚风手中拎着的粉色内衣 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脸色逐渐黑了下来 说道 你手中的内衣到底是谁的 你觉得呢 楚风故意将内衣拎到面前 满脸陶醉的 绣着漆上的阵阵幽香 嘖嘖又声道 师姐的内衣 幽香袭人 师姐的身子 更是兵机玉骨 简直就如美玉雕琢 只一眼 便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久久不能忘怀 你 太虚圣主 身躯一晃 一头黑发 无风飞扬 心中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忍住立刻对楚风出手的冲动 寒声道 这内衣究竟是谁的 自然是我亲爱的师姐的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内衣上绣着名字吗 楚风满脸灿烂的笑容 露出极白而整齐的牙齿 在大厅内透射而来的金光中 泛动着光泽 看起来是那么的阳光 可是在太虚圣主的眼中 楚风的笑容是那么的可恶 他强行压制心中的杀意 凝目看向那衣裳袖着的小字 虽然小字在背面 但是仔细凝视下 还是认了出来 苏曼 苏曼的名字赫然入目 太虚圣主的脸瞬间冲血 眼睛都布满了血丝 他身躯摇晃 一个猎气差点没有栽倒 满头黑发一下子倒树了起来 恐怖的气息杀意弥漫开来 如何 是不是有种特别惊喜的感觉 向你堂堂圣主 数百年来都不能一亲方子 我可真是为你感到可悲 看在你如此深爱苏师姐的份上 我心中也颇有些感动 不妨告诉你个秘密 苏师姐的肌肤真如冰雪般细腻 一体无瑕 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 楚风的话语如同磨音入耳 让太虚圣主的双眼逐渐突了出来 此刻的他 如同一只即将要抱走的野兽 满目猙獰 眼神凶狠 双手捏得啪啪声响 混账 本圣主要让你尝遍 世间最残酷的折磨 太虚圣主 一下子抱走了 黑发根根倒树 四周大道气急狂暴 探手抓了出来 金色的神能 一下子就淹没了整个大厅 将这里的空间完全崩碎 第四百五十八集 楚风心中威力 刷得以最快的速度 闪躲到大厅门外的墙壁之后 并催动虚空神珠隐移了起来 说道 圣主切勿激动 要学会淡定 淡定你知道吗 看你已经狂暴的份上 我就不做赔了 还是去赏花赏月赏诗解吧 你 叉叉叉 太虚圣主 如疯狂的野兽般冲出大厅 直接抱了粗口 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暴走 体内的血液都在倒流 气的肺都要炸开 听着这样的话语 噗的喷出一口老血 轰 太虚圣主 狂暴出手 金色的神能凝聚的手掌 一下子就崩灭了方圆树里的空间 将大片的建筑都崩成瓦砾 花草树木全都化为飞灰 可惜的是 楚风早已经远去了数千米 他在虚空中奔行 由于神秘老人在其体内留下的大道契机 强如太虚圣主这样的人物 都无法以原神感应到其踪迹 太虚真龙体 你这个混账蝼蚁 本圣主定要将你抽筋剥皮 受尽最残酷的折磨而死 太虚圣主 癫狂无比 狂暴到了极致 哪里有半点圣主的样子 就跟受伤的野兽似的 他仰天利吼 声音如雷鸣滚滚 想变整个圣地 惊动了所有人 各脉山峰上 所有的圣地弟子都冲了出来 全都看向神日风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以让圣主如此的暴怒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究竟是怎么了 圣主怎会这般失态 莫非是太虚真龙体 出现在神日风了 封锁圣地 擒杀出风 就在圣地众人 惊疑不定的时候 神日风上传来太虚圣主 强行压抑着怒火的声音 将天上的云层都震溃了 声波席卷十方 如潮水般涌动 果真是太出真龙体 潜入神日风了 想不到他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圣地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子 冲了出来 将离开圣地的路完全封死 并且还启动了圣地中的大阵 要将楚风彻底困在里面 此刻 楚风正好来到了神日风下 准备趁乱离开圣地 却发现圣地中的人动作迅速 早已将出口给封死 有许多的长老级别的强者把守 他并不着急 隐藏在虚空中静静等待机会 可没有过多久 却发现神秘老人留在他体内的大道契机 在快速消失 而圣地中到处都有阵纹力量在流转 倘若体内的大道契机消失 必然会被阵纹感应到 届时虚空再也不能隐藏下去 定会被发现 楚风心中不仅有些着急 神日风四周已经有大批的人赶来 其中有护法也有长老 倘若被发现几乎是没有生路可言 楚风体内的大道契机还未完全消失 楚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太虚风 而今只有进入太虚风才有可能化解危局 可是体内的大道契机消失的速度太快了 楚风还没有冲出多远 大道契机几乎就要完全消失殆尽 他的心不经一沉 怎么回事 难道真是失地回来了 就在楚风已经无计可失的时候 一尘老人自太虚风上踏空而至 他立身在空中 目光扫尸四方 很随意的挥了挥衣袖 虚空中的楚风 立时便感觉到自己被大道契机包裹 一下子就被卷入了秀里乾坤中 是说 楚风潜入神日风作乱 激怒了圣主 且他又杀死了圣子 他虽然是您的师弟 但这次希望您不要庇护他了 一名神日风的长老说道 脸色有些难看 我那不小失地的事情 老朽也不想理会了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一尘深深一叹 随后拂袖而去 瞬间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回到了太虚风 一尘老人竟然就这样 云淡风轻而来 又云淡风轻地去了 这让神日风下的众人都感到惊讶 一直以来 他都特别地维护楚风 而今这种情况下 虽然不好强行庇护 但就这样 说不管就不管了 还是让众人有些反差 神日风上的太虚殿中 太虚圣主端坐在圣主宝座上 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大殿下面坐着一些太上长老 还有一些长老站在殿中央 其中一位上前两步 略带疑惑地说道 圣主 今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太虚真龙体 你给本圣主闭嘴 听到属下长老提到处风 太虚圣主当即暴怒 一双眼眸中怒火喷波 啪的一巴掌 重重拍在座椅扶手上 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紧紧咬着牙 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 总之不惜任何代价 勤住太虚真龙体 让他知道挑衅本圣主 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说话的长老身体一抖 面对太虚圣主赤声的怒火 他不敢再多言 赶紧退到了一旁 而那些太上长老们 则满脸惊愕地 看着太虚圣主 脸上露出思索之色 不明白太虚圣主今晚 怎会如此大动肝火 这般的失态 圣主不必动怒 因太虚真龙体 而如此大动肝火 实在不值得 一名太上长老捋着胡须 脸上露出冷漠的神色 他说道 那楚风虽然是最古老的其中血脉之一 但其境界始终太低 在我们圣地面前 他跟蝼蚁没有区别 就算他今晚侥幸逃走 他日只要派出几名长老 带上一些精英护法 定能将其生擒 解释圣主 想要如何发落 都不是问题 单单是太出真龙体 自然是手道擒来 可是就怕 一臣师兄 会从踪阻挠 庇护那楚风的性命 倘若真的擒到了太出真龙体 我们虚得低调 暗中押回神日风 以免节外生枝 另一名太上长老说道 本圣主要他死 谁也别想让他活 太须圣主铁青着脸 满头黑发无风自动 在这太须圣殿中 他虽然在努力的克制 但心中的怒火与杀意 依旧让他看起来 无比的疯狂 一字一句 都像是从牙缝中蹦出来的 这一次 莫说一臣师兄 保不住他 就算那背后的神秘老者出面 也休想保他的性命 大殿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在场的众强者 谁都能看出 太须圣主的怒火与杀意 斥裂到了极点 内心彻底的暴走了 他们虽然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却没有人在出声询问 担心会惹到圣主暴怒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一名长老匆匆来到大殿中 脸色非常不好看 说道 启离圣主 属下等人已经将神日风附近的地狱都搜遍了 也启动了阵闻 但都没有发现太出真龙体的踪迹 看来他早就在我们封山前就已经离去了 你们在搜寻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 太须圣主冷声说道 双手紧紧抓住座椅扶手 肢骨啪啪声响 回禀圣主 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一尘师叔来过 但并没有靠近 只是远远看了看 并且言称不再过问楚风的事情 还说我们想怎样就怎样 太须圣主闻言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吕吕寒芒蹦射 沉声道 楚风身上应该有一件非常特殊的禁器 这种禁器可以完全收敛气息 连本圣主都难以察觉 目前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使用这件禁器离开了圣地 二是他悄悄潜入了太须风 所以一尘才说不再理会他的事情 圣主英明 一鸣头发花白 左眉上长着红质的太上长老说道 对于楚风来说 这里已经是龙潭虎穴 就算是待在太须风也不是最安全的 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离开圣地 如果他真的潜入了太须风 那么说明 其身上的禁器已经快要失去效果了 不至于支撑到其走出圣地 否则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此我们只需要派人严密监视太须风 他总归会离开太须风 届时必会被我们擒住 这件事情就这样吧 太须圣主对前来禀报的长老说道 按照太上长老说的去做 你们也都散去吧 本圣主想静静 众人闻言 相继离开太须圣殿 很快就只剩下太须圣主一人了 他端坐在圣主宝座上 脸色不断变换 一会儿青 一会儿紫 一会儿黑 表情相当的精彩 楚风 本圣主定要弯你双眼 剁你双手 将你抽筋剥皮 太须圣主咬牙切齿 他伸出手来 五指缓缓握拢 心情暴力到难以压制 他很想仰天咆哮 来发泄心中的怒火与郁闷 但身为圣主 连连失态 未免会让宗门的人笑话 他只能强行忍住 但是一想到楚风 拎着苏曼的内衣 还一脸轻浮浪荡地 绣着漆上的幽香的画面 他的气血就开始逆转 且沸腾起来 差点吐息 向我堂堂太须圣主 到处进巅峰的修为 号令圣地 身份地位无必尊崇 可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得到他的心和身体 而今他的内衣 竟然会出现在楚风的手中 还被他看遍了玉体 太须圣主越想 心中就越郁闷 眼角都快气得裂开了 简直是沸腾肝疼 胃也疼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 让他更加愤怒 与郁闷的事情了 就在太须圣主 恨不得将楚风 抽筋剥皮的时候 楚风正盘坐在 太须殿内的食谱上 脸上绽放着 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蓝心若盘坐在他的身旁 面前则是一尘老人 师兄 先前真是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及时出手 我恐怕已经被他们发现 必将陷入危境中 师弟就不要跟师兄 说客气的话了 你是我们太须风的希望 将来还得靠你 才能真正发扬 太须风的传承 让我们恢复到 最初的鼎圣 听到这样的话 楚风不禁感到惊讶 说道 师兄 你这话 是不是说得太严重了 现在 你可是圣地中 同辈人物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太须风 只有在你的手中 才能真正的鼎盛起来 而师弟我 虽然是太须风的弟子 可除了和道先经 修炼的心法和神通 都并非太须风的传承 师兄已经老了 论潜力 怎能与你相比 一尘老人摇头说道 事实上 我们不要钻进 功法神通的死胡同 任何一个传承 都是需要在改变中进步的 只要你能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将来的成就 必然会远超于我 解释 你便可以让太须风 等临六脉之首 而关于传承功法 只要太须风 还有师兄在 这功法便不会失传 可是 师兄言之有理 太须风 想要真正的鼎盛起来 必须得能压制 神日风与前阳院 以及昆音院 想要做到这种程度 也只有你将来 才能做到了 届时你震慑五脉 重新修订宗规 大量收集 自知优秀的弟子 而师兄 则可以亲自 将功法神通 传授下去 蓝星若说道 一尘老人 点了点头 不禁叹了叹 说道 你们知道 为何太须风会没落 为何灵剑台上 九剑通亮 欲言成真 可师兄我 还是不愿意 多收弟子吗 其实不是师兄 不愿意多收弟子 而是神日风 为了保住 主脉的地位 肯定会暗中排挤 与压制 我们的太须风 就算是收再多的弟子 也没有用 他们会给低境界时的 修炼资源 但后面的秘境 所需要的资源 定会照各种理由 而拒绝提供 他们竟然会这样做 楚风心中一怒 说道 太须风 毕竟是六脉之一 广收弟子后 圣地为我们提供资源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太须圣主 真是卑鄙 任何大势力中 都存在着争斗 尤其是权力争斗 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谐 事实上暗中 却勾心斗角 我们太须风 没落太甚 你的师尊 又消失了数百年 没有顶级强者坐镇 而其他脊脉 都有老古董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这一脉 算是最弱势的 也只有在同辈人中 师兄才能算得上高手 但却不能与那些底蕴强者 相提并论 将来的事情再说吧 这条路艰难万分 能否走到最后尚未可知 但若有那么一天 我定会重振太须风一脉 楚风的声音 铿锵有力 透过微微敞开的大门 看到外面的荒凉景象 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沉重 你们是时候离开了 太须胜出这次的怒火 超乎我的想象 只要师弟你出现在北域 他们必会立刻派遣大批的长老前往 届时寻你不到 你便可实施后面的计划 相信定能从其手中 得到一笔丰厚的资源 既然如此 师弟和辛若就此败别师兄 望师兄珍重 楚风拉着蓝辛若站了起来 面对一尘老人败了败 转身走出太须殿 他们刚走出大殿 一尘老人便跟了下来 说道 师弟且慢 你们不能就这样离开 否则根本无法走出圣地 这是为何 楚风一惊 忽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莫非太须圣主 已经猜测到我在这里了 他活了数百年 且身为圣主 心思自然是非常缜密的 必然会怀疑 从而让人盯住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太须风上走出任何人 他都会怀疑是你 更何况我们这一脉 只有三人 平时根本不会有 其他的人来此 是我忽略了这个问题 楚风微微一震 心中不免感叹 姜还是老得辣 即便他觉得自己 已经思虑得非常周全了 但还是会有疏忽的地方 我们要如何 才能避过他们的视线 而离开这里 还请师兄指点 不用担心 师兄早已经为你们 想好了离开的办法 一尘老人满脸和蔼 他翻手拿出一面 八卦轮盘般的器物 其上刻满了符篆 将其定在身前的虚空中 然后并只刻出大道神闻 没入八卦轮盘中 嗡 八卦轮盘颤鸣 漆上的八卦方位 开始转动起来 发出咔咔的声音 而中央则交织出阴阳鱼 光芒闪耀中 阴阳鱼眼 逐渐构建出一条虚空通道 这条虚空通道 能将你们送到千里之外 赶紧离开吧 早日收集到足够的资源 已就尽早迈入道工秘境 这个大事争的不仅仅是机缘 还有时间 师兄保证 师弟他日再回来看你 楚风拉着蓝心若 踏空而上 进入了虚空通道 消失在太虚风上 离开太虚风后 楚风和蓝心若 通过一尘老人构建的虚空通道 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山脉中 而神日风的人 则依旧在盯着太虚风的动静 根本不知道 他们要找的人 已经悄悄离去了 蓝心若转身 遥望太虚圣地所在的方向 山巅上的风 浮乱了他的青丝 这次匆匆回来 又匆匆离去 心中颇为不舍 轻声说道 你是打算 直接前往北域吗 先去神城 天交别院 如果雨昕不在 我便直接前往北域了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得尽快从圣地和秦宗那里 得到资源 早日突破下个境界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事情 等着我去做 我随你去北域 也好渐渐情学界 蓝心若说道 言语间又唏嘘忐忑 神城距离太虚圣地 有着很遥远的距离 楚风和蓝心若 用了数日的时间 终于靠近了 这座古老恢弘的城池 他们经过曾经的 阳家村旧地时 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 站在早已荒废的村子内 眺望九龙山脉 而今的九龙山脉 似乎比以前更加可怕了 让人忌惮 曾有许多的修者进入其中 结果都失踪了 只剩下一堆血迹 九龙山脉中迷雾缭绕 给人以神秘的感觉 曾经被神道先兵震开的裂缝 早已经愈合 但这座看似平静的山脉 事实上早已变得不平静了 我有种预感 山脉内部的一部分古魔妖 将在不久后重临人间 届时神城必将会变得风起云涌 楚风沉声说道 古魔生物天生强悍 强过绝大部分的人族血脉 得天独厚 蓝星若闻言 柔美的脸庞上也露出了忧色 说道 倘若只是些普通的古魔生物 也就罢了 就怕它们当中 有无尽岁月前 封印下来的强大血脉 届时 同街中恐怕很难有人 与其匹敌 而且山脉内部 存储着数不尽的资源 那些年轻的古魔生物苏醒后 凭借足够的资源 便能快速突破境界 我相信 那些境界高深 和血脉强大的古魔生物 不会过早出世 它们肯定会选择 最合适的时机 最先出世的 应该是那些封印的古魔生物中 最普通的一批 所以暂时还不用担心 或许吧 但最终 都难以避免人族 和古魔生物之间的争斗 蓝心若 戴眉微粗 它仿佛已经看到了 两大宗族之争的 那些血腥画面 楚风 没有再多说 它和蓝心若 向着神城飞去 数千里的路程 对于它们来说 并不算远 不多时 便来到了神城的 东城门前 神城 亘古长存 自建立到今 有多少的岁月了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高大雄伟的城墙 如钢铁胶筑 漆上烙印着 刀斧剑孔的痕迹 似乎在告诉世人 它曾保经 战火的洗礼 这座城池 从来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亘古如一 唯一变化的 是城池内的气氛 神城内的街道 非常的宽阔 车水马龙 人来西让 隐隐中 却让人感觉到 一种压抑的气氛 街道上的小贩 依旧如往常般 叫卖着 两边的店铺 有人进进出出 生意兴隆 这里 还是那么的繁华 与热闹 只是在繁华中 却隐藏着 一种莫名的压抑 人们的心中 充满了忐忑 这些忐忑与不安 来自于 距离城池 数千里的 九龙山脉 楚风和蓝心若 走在大街上 他们早已改变了形貌 并没有人能认得出 看着街道上 某些修者 匆匆走过时 眼底深处隐藏的担忧 他们的心情 也变得有些沉重 骨魔生物即将出世 这关系到整个人族 甚至是妖族 谁都不能置身于 世外 某些古籍上有记载 世间亦有古老的传说 在那无尽岁月前 古魔妖生物统于世间 人族示威 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在那样的时代中 不知道多少的人族 沦为古魔生物的血石 成为他们的腹中参 古魔生物本在万古前 就相继消失了 可是在这个时代 它们又出现了 这天下将会发生 怎样的变故 谁也说不清楚 尤其是生活在神城的人们 不管是修者还是凡人 心中都笼罩着阴影 神城距离九龙山脉太近 只有区区数千里 这样的距离 对于境界高深的修者来说 实在是不值一提 倘若古魔生物发难 首先遭殃的 很有可能就是神城 在无尽岁月前 古魔生物留下的修灵 一直传到了现在 而今人们 依旧对它们有着本能的恐惧 楚风沉声说道 他和兰心若 已经来到了天交别院前 进入别院后 楚风叫来几个人询问 得知雨姬和雨昕都没有来过 心中不仅已沉 他可以肯定 交给雨姬的紫金软甲 已经落入了雨成海他们的手中 并且将这件事情隐瞒了下来 雨姬恐怕也被禁锢了 雨族中的内斗超乎楚风的意料 雨姬是雨昕的亲姑姑 在雨族中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 可是雨成海等人 却敢肆无忌惮地下手 如今雨昕被软禁了起来 雨成海等人势大 很多事情家主都没有办法 我真担心小莫在雨族中的处境 这样的环境下恐怕会受委屈 离开天交别院后 楚风和蓝心若一路向着神城内的传送阵台而去 她的眉宇间有着深深的担忧 没有想到雨族内的权力斗争竟然如此的复杂 你不要担心 雨昕妹妹怎么说也是雨族家主的女儿 而今被软禁起来只是限制了自由 对于其他方面并没有影响 这跟闭关修炼也没有什么不同 而小莫如果在雨族败了师尊 自然也不会有危险 最多就是寿仙卫去罢了 如此正好可以磨练其心智 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洛儿你说的对 对于小莫来说也算是一种心智的魔力了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 我也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楚风平复起伏不平的心绪 不再去想这些事情 他们通过神城的传送阵台 到了北域荒城 刚到这里便听到满城的人都在议论 时而还能看到在城池上空飞过的强大修者 他们身穿秦族的家族服饰 胸口上都绣着秦族的族徽标志 最近这段时间 那太出真龙体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秦族派来大批的长老与秦杀他 结果却连人都找不到 这次秦族真的是被激怒了 对付神桥秘境的太出真龙体 竟然派遣了十几位道工境界的长老 还有数十名精英护法 其余的弟子若干 秦族怎能不怒 精英护法的人头被钉在城门上 还有那太出真龙体刻自挑衅与辱骂 那可是当着天下人的面在打他们的脸 据说秦族的家族知道那件事情后暴怒 在那家族议事大厅内将座椅扶手都被拍碎了 言秦不秦杀太出真龙体 何以面对天下人 这次他们是铁了心 恐怕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只要太出真龙体不死 他们就不会罢休了 嘿嘿 太出真龙体长着隐匿手段了得 所以才敢那般挑衅秦族和太虚圣地 可是他难道没有想过 这样的半神传承可以请到修炼天眼神术的人吗 到那时候不管他的隐匿术有多么了得 都无法逃过天眼神散术的推演 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修炼天眼神术的人也不是那么好请的 这样的人不追求名利 想要让他们出山 非常的困难 是啊 就算是秦族能请到那样的高人 但也算是欠下了人情 为了找个神巧觅境的太出真龙体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毕竟将来在关键的时刻 或许还有需要天眼神术的地方 而天眼一脉 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手相助 所以秦族应该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不会轻易地请天眼一脉的人 楚风和蓝心若静静听着 两人心中的感受截然不同 秦族居然派遣了十几个道工境界的长老前来 蓝心若感到吃惊的同时 更为楚风的安危而担忧 一旦真实身份暴露 将很难有机会活命 对于楚风来说 这却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 秦族派来的长老越多 说明他们想杀自己的决心越大 怒火越赤声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尽可能地索要更多的资源 他们在荒城内逛了半日 将荒城中进来的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随后便去了城池外 在一处无人的地方 楚风手绘出一张地图 将其交到蓝心若的手中 并且分了一些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和核道茶给他 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蓝心若目瞪口呆 这种品质的生命石原液只听闻过 却从未见过 但是他没有接受生命石原液和小玉瓶中的核道茶 说道 风 你这是做什么 看到这张地图上的点了吗 那是一座山谷 清雪就在谷中修炼 你先去那里 我办完事情后回去找你们 不 你一人做这件事情会很危险 我留下正好可以帮你 你留下来只会让我更加的危险 我要在秦族和太虚圣地之间周旋 无法顾及到你 所以你最好先去找晴雪 这样我便可以无牵无挂 一心实施计划 听到这样的话 兰心若不禁沉默了 细细一想 楚风说的的确是事实 论实力 他比不上楚风 留下来根本帮不了什么 毕竟要面对的是秦族和圣地的长老 那些可都是道宫境界的强者 既然这样 我就听你的去找晴雪姐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我们担心 兰心若睁着美眸凝视楚风 从她的手中接过地图与资源 随后抱着楚风的腰 在她的怀中依偎了片刻后 转身离去 楚风看着兰心若的身影 逐渐消失在视线中 她的心也慢慢平静了下来 而今就只有她一人留在了荒城 而晴雪和兰心若的安全 也都不用担心 真的是无牵无挂了 可以一心一意实施接下来的计划 楚风的神葬秘境 透视出璀璨的神光 一句神我化身显化了出来 她将神我化身留在原地 而真身则快速向着荒城而去 太初真正体出现了 刚才有人在城外见过她 就在楚风的真身回到荒城不过一刻钟的时候 城内便有消息传开了 如同丢下了重磅炸弹 人们顿时沸腾了起来 不会吧 秦族长老们正在四处寻找她的踪迹 在这个时候她怎么会主动出现 这不是找死吗 这是真的 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是太初真龙体 而且当时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还有别的人也看到了 嗯 太初真龙体究竟想要做什么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还敢主动现身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消息越传越远 从一条街道传到另一条街道 不过一个时辰而已 整个荒城都传遍了 人们议论纷纷 一片喧嚣 开口闭口就是真龙体如何如何 而楚风的真身则坐在一家小酒寺里面 缓缓饮着小酒 她的表情很平静 嘴角是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因为她看到秦族的长老们先前从空中划过 此刻又经过这里返回 一个个脸色都非常的阴沉 嗯 你们看秦族长老们的脸色铁青 看来有没有秦祖太出真龙体 他们的肺恐怕都要起炸了 太出真龙体主动现身 或许是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她知道秦族的人得到消息定会第一时间赶去 所以她早就离开了 想要秦祝她哪有那么容易 对了 太虚圣地之前派到这里来的人 也大都被太出真龙体杀光 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他们怎么没有派强者来荒城 完全没有半点动静 这似乎有些不对劲呢 那楚风原本是太虚风的人 后来杀了太虚圣主的清传弟子孟科 太虚圣主本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前段时间还杀了那么多的神日风高手 不错 并不是太虚圣地没有动静 而是相距太原 他们有什么动作 我们并不知晓而已 太虚圣地和秦族两大势力 皆要去太出真龙体的性命 除非他能永远隐藏起来 否则真的没有什么活路可言 毕竟这次要面对的可不是精英护法 而是些道工境界的长老 楚风放下酒资离开了酒寺 找了家客栈要了单独的小院 他躺在床榻上 心神放松 半闭着眼睛 而今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等待他在荒城外现身的消息 通过传送阵台传到东御神城 再传到太虚圣地 由于神变术的效果非常的奇特 楚风并不担心自己会被秦族和圣地的长老给认出来 对于他来说 这次的计划实施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此刻 楚风正在思考 届时究竟要以怎样的身份 去为秦族和太虚圣地提供消息 这次我提出的条件 远非上次可比 将是一笔恐怖的资源量 倘若使用名不见经传的身份 事后恐怕秦族和太虚圣地都不会履行诺言 反而会对我出手 楚风轻轻自语 他的脑海中闪过许多人的身份 但最后都被一一否定了 这次由于资源量巨大 提供消息的人的身份 必须得让秦族和太虚圣地都有顾忌才行 可是那些半神传承中的年轻嫡系血脉 大多我都没有见过 想着想着 楚风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他浑身闪烁神光 身体逐渐缩小 脸部容貌也快速变化 最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嘴唇有些薄 眼睛很细长 带着些虚冷漠 正是那南皇穆子灵的胞弟穆子生 这个身份极好 南皇的胞弟 又是半神传承家主的儿子 足以让秦族和太虚圣地有所顾虑 而且穆子灵在南方玩荒大陆 荒城内也没有穆家的人 这样便可保证身份不会败露 接下来的几日 楚风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客栈中 他在等待这里的消息传到冬裕 并传到太虚圣地 就这样过了十几日 楚风估算着太虚圣地的人 也快要到荒城了 他将道我和神我显化出来 让他们离开荒城 向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两日后 太虚圣地的长老们 带着大批的精英护法 出现在荒城内 这些人各个面露杀气 一来就开始在荒城内外展开搜寻 然而 不管是太虚圣地还是秦族 都没有能够找到楚风的踪迹 仿佛他每次出现后 便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这让圣地和秦族强者 非常的恼火 又过了几日 太虚圣地和秦族 还是没有半点关于楚风的消息 他们时常在荒城的街道上空出现 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显然 他们这样的道工境界强者 联手寻找楚风这样一个 神桥秘境的修者 却连半点的踪影都见不到 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郁闷的事情 看来这东方神州大地上的半神传承 和圣地中的长老也不怎么样啊 一大群强者 照个太初真龙体都找不到 实在是有些没用 就在秦族和太虚圣地的长老们 因久久寻觅不到楚风的踪迹 而恼火的时候 荒城内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语 很快就传到了那些长老的耳中 他们的怒火赤声 这条街道临近东城门 一名面目俊逸 眉宇间透着冷漠与骄傲的少年 正在街道上踱步而行 他的右手摇着折扇 嘴角挂着淡淡的冷笑 你是谁竟然对我们出言不逊 太虚圣地的几名长老 闻讯赶到了这里 目光直视手摇折扇的菊傲少年 说道 你这样的小辈 当真是不知死活 小子 就凭你也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秦族的几名长老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心中本身就很郁闷与恼火 如今见到竟然是这样一个少年 对他们说出轻视的话语 眼神顿时变得特别的冰冷 少年的嘴角擒着冷笑 以居傲的眼神 看向圣地与秦族的长老们 啪地收起折扇 轻轻敲打着手心说道 难道本少主说的不对吗 看你们模样 好像已经恼羞成怒了 莫非还想对本少主动手不成 小子 你到底是谁 说出你的身份来历 秦族和太须圣地的长老们 脸色阴沉 眼中杀意很浓烈 但是却没有立刻动手 反而询问少年的身份 哈哈哈 少年大笑了起来 说道 看来你们并不敢出手 本少主数年没有来东方神州大陆了 本少主的名头说出来 恐怕会吓死你们 南方蛮荒大陆 穆家家主之子 穆子生是也 什么 你是穆子生 秦族和太须圣地的长老们都很惊讶 眼中的杀意顿时消退了 他们的表情显得惊疑不定 明显心有怀疑 并没有完全相信 我想起来了 他的确是南方的胞弟 穆子生 数年前 我曾在神城见过他 只是那时候 他的年纪尚小 而今长大了 看来有了不少的变化 可是神情和面部轮廓 却没有变 四周的人群中 传出这样的声音 紧接着 那些曾经在神城内 见过穆子生的人 相继出言 全都确定 面前的少年 就是南皇穆子灵的胞弟无遗 太须圣地和秦族的长老们 也都相信了面前 这个居傲少年的身份 不禁庆幸先前 并没有出手 否则 莫说穆家的家主 单单是南皇穆子灵 就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你们先前 不是想给本少主动手吗 现在还在犹豫什么 来就是了 少年扫视秦族 与太须圣地的长老们 态度非常的强势 嘴角挂着冷笑 全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 穆家少主 且莫误会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哼 量你们也不敢 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哥 必将去震杀于掌下 少年 威养着头颅 充满了优越感 而后又到 我刚来到这荒城 就听说你们 在找那个什么太初真龙体 楚风 据说此人 不过神瞧秘境而已 你们这么多 道公境界的强者 难道还奈何他不得吗 这岂不是让人笑话 我们 秦族与太须圣地的长老们 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如何回应 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说道 以那楚风的境界来说 我们当中任何一人 都足以抬手震杀他 只是此人拥有很诡异的隐藏手段 根本难以寻到其踪影 秦族和太须圣地的长老 相继离去 面对南皇的胞弟穆子生 他们无可奈何 充满了忌惮 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穆子生来到了秦族的府邸中 他神色冷漠而居傲 在一名秦族弟子的带领下 来到大厅内 秦族的长老们闻讯而来 脸上揭露出诧异的神色 穆家少主不知来此有何事 一名长老问道 穆子生淡淡地看着说话的长老 嘴角泛起一缕笑 说道 你们不是想要擒杀那太出真龙体吗 数年前在神城 本少主与他也有过些许小冲突 哦 不知道穆家少主的意思是 本少主的意思是 我有办法为你们提供出 太出真龙体血气的位置 他的隐藏手段虽然了得 但是也瞒不过我大哥 曾经给我的一件质宝的推演 听到这话 大厅中的所有秦族强者都露出了金色 尤其是端坐在正位上的那个长老 蹭地站了起来 说道 穆家少主所言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那么不知道 穆家少主是诚心帮助我们 还是另有条件 第四百六十一集 楚风刷的 斗开手中的折扇 闻语间 尽显居傲 将穆子生的形态 模仿的简直是一模一样 说道 拜扬少主与你们秦族并无任何交情 难道还能白白帮你们不成 自然是有条件的 听到这话 秦族的几个长老彼此对视了一眼 端坐在正位上的长老说道 不知道穆家小少主有何条件 不妨说来听听 只要不是太苛刻 我们这些人便可做得了主 就你们这些长老 恐怕还做不了主 楚风淡淡的说道 而后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说道 这件事情还得你们家主同意 在场的秦族长老们脸色微沉 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他们觉得面前这个穆子生说话 实在是有些刺耳 目中无人 分明是看不起他们 同时隐隐觉得 其条件恐怕让人难以接受 不知道穆家小少主 到底有怎样的条件 还请快快说出来 老夫等人也好斟酌 端坐正位上的长老 沉声说道 脸色有些不好看 心中强忍着一股怒火 其实本少主的条件 对于你们秦族来说 并不苛刻 只要你们愿意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楚风以手中折扇 轻轻敲打着手心 在秦族众长老的等待中 缓缓说道 只要你们愿意付出 五百万斤 无瑕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本少主便能为你们提供 那太出真龙体的确切位置 并确保你们 一定能将其找到 多 多少生命石原液 秦族的长老们 表情有些懵 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听清楚 还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们没有听错 本少主的条件 是五百万斤 无瑕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楚风缓慢地 说出自己的条件 每一字都吐得非常的清晰 顿时 整个大厅内的空气 似乎都凝固了 一瞬间变得无比的寂静 就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秦族的长老们 瞠目结舌 他们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时间全都面线呆滞 片刻之后 众长老们反应了过来 端坐正位的老者 眼睛微眯 瞳孔内涌现雄雄怒火 说道 沐家小少主 你是在故意的戏弄老夫等人吗 你们想太多了 我是很严肃地在与你们谈条件 出风花地打开折扇 轻轻摇动起来 故作风雅的样子 眼神却很冷漠 淡淡地说道 况且你觉得本少主 有那个闲心 来戏弄你们这些长老吗 你 秦族的长老们 只觉得心口一致 差点没有吐血 面前这个木子生 多处说出轻视的话语 要不是顾及其身份 他们恐怕早就出手 将其镇压了 你不用动怒 我木子生说话向来如此 况且就算你们心中怒火 再赤声又能如何 谁敢动本少主一根汗毛 楚风摇动手中的折扇 眼睛斜腻着秦族众长老 一副根本没有将他们 放在眼中的姿态 说道 此事你们做不了主 还是尽快回兵你们的家主 让他来定夺吧 想不想要太出真龙体的性命 全都在你们秦家家主的一念之间 据说那太出真龙体的神血 就有奇效 你们不想要太虚圣地 应该很想要 他们的药王谷 本就擅长炼制各种神奇丹药 想必他们会很乐意 接受本少主的条件 秦族的长老们 脸色非常的难看 个个阴沉着脸 楚风在荒城杀了秦族 数名精英护法 还将头颅钉在城墙上 令刘子羞辱秦族 这是万古以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倘若他们秦族不震杀楚风来立威 必将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威名大肆 如今太虚圣地 也派出了大量的长老前来荒城 可见他们对太出真龙体的杀心 也是非常的炙烈 正位上的长老 微微眯着眼睛 默默不语 心中却在思存 如果老夫直接拒绝了这个慕子生 他离开这里后 必定会前往太虚圣地的府邸 倘若太虚圣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即使我们秦族就会失去这次机会 难保家主不会因此而怪罪下来 怎样 主位可想好了 是否要将此事禀报给你们的家主 若是你们觉得五百万斤无瑕品质的生命是原也太多 那就罢了 本少主立刻前往太虚圣地的府邸 楚风淡淡说道 站起身来就已离开 慕家小少主且留步 正位上的长老历时出生挽留 他微微沉饮 而后说道 五百万斤无瑕品质的生命是原也 实在有些害人 你作为慕家的少主 想不应该很清楚这是什么概念 就算是兑换成五亿斤普通的生命是原也 我们秦族也需要累积五百年以上 而无瑕品质的生命是原也异常珍贵 一年开采不了多少 何况是五百万斤 楚风可不吃他这一套 他微眯着眼睛淡淡地说道 你们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 给个爽快的回答 本少主可不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 老夫做不了主 此事得回禀家主 让他老人家定夺 不过就算是他老人家同意你的条件 能否拿出五百万斤无瑕品质的生命是原也 还是个问题 到时候不知道可否有精致品质的来代替 楚风故作为难之态 私存了片刻 随后点了点头说道 也罢了 无瑕品质的生命是原也 的确难以开采 倘论你们实在没有那么多 用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来代替也无妨 就算本少主退让也不好了 听到这样的话 秦族的长老们脸色微微有些缓和 正位上的长老宁声道 不知道穆家小少主能否肯定 一定可以提供那太出真龙体的确切位置 到时候又如何向我们证明 你们不用担心 本少主说可以就一定可以 并且也不会占你们的便宜 既然是一笔交易 自然会做到公平 届时你们带上生命是原也 本少主会亲自带着你们 前去寻找那太出真龙体 直到你们亲眼看到了它 届时再将生命是原也交给本少主 这样的话 你们应该没有什么疑虑了吧 既然如此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现在本长老立刻赶回家族 将你的条件告诉家主 一旦家主做出了决定 本长老与家族的太上长老 便会立刻赶来荒城 本少主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就不多打扰了 看着木子生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 正位上的长老 与其余的长老低声交谈了几句 而后便起身走向内院深处的密地 这里有间常年封闭的地下密室 一扇黑色的铁门紧紧关闭着 平时都上着锁 其上还烙印着阵纹 那个长老打开铁门走进密室 里面的空间约有方圆石杖 四周都是密封的 中央建造着一个古老的传送阵台 其上刻满了空间阵纹和许多代表空间坐标的福传 这个传送阵台是秦族特意建造在府邸内 只有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的 由于传送阵台的规模较小 要将人直接传送回秦族的足地 这之间的距离非常的遥远 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远多出荒城中央的 那座规模宏大的传送阵台十倍以上 老夫好不容易累积了万金生命是原意 没想到今日却要用来为这阵台提供能量 如果家主同意了木子生的条件 届时应该会将这些资源赌偿给老夫 要是家主不答应 这些生命是原意 可就白白浪费了 这个长老站在密室内的传送阵台前 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着 想到自己将要消耗的资源 有可能会得不到补偿 心中便一阵阵肉痛 他将手伸向传送阵台上方 手掌微翻 掌心内交织大道神闻 普通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不断从手中落了下来 并且在神闻的力量下开始燃烧 磅礴的精气能量灌入阵台内 漆上的阵闻和浮转开始闪耀了起来 透射璀璨的光芒 等传送阵台吸收了足够的精气能量 他收回手掌 举步登上了阵台 立身在中央位置 并且开始拨动那些代表空间坐标的浮转 将传送地点定在秦族 身体逐渐被空间阵纹包裹 最后消失不见 秦族的家族大殿雄伟 而气势磅礴 非常的古老 流淌着岁月的气息 秦族家主端坐在家主宝座上 听着从荒城赶回来的长老的话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那慕子生真是狮子打开口 竟然向我们提出五百万金无暇生命是原业的条件 简直混账 秦族一名太上长老脸色阴沉 眼中全身怒火 秦族家主绿微沉吟说道 很显然 慕子生作为慕家的少主并不缺少修炼资源 他在这个时候来到荒城并找到我们的秦族的长老谈条件 背后肯定是有指使的 家主的意思是 慕子生这样做是慕家家主指使的 他们想要从我们秦族或者太虚圣地的手中 得到大量的资源 先前那名太上长老说道 不错 秦族家主点头 他身材魁梧 面向威严 但此刻的脸色却有些阴沉 说道 好在慕家 他们身在南方玩荒大陆 与我们相隔甚远 就算是给了他们资源 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秦族传承无尽岁月 地域丰富 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生命石原业 还是拿得出来 至于无瑕品质的生命石原业 他们想都不要想 家主所言极是 矿场每年开采的生命石原业 用来提供给族人修炼尚有结余 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可以给他们 但无瑕的生命石原业 是用来给地域强者们提供生命精气 与自我封印的 绝对不能给他们 家主 难道真要答应那牧子生的条件不成 为了区区一个神桥秘境的太处真龙体 我们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是啊 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太处真龙体 但是我们秦族乃半身传承 强者如云 总是会找到其他踪迹的 何须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平白让那牧家得了好处 秦家家族大殿上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发言的都是些太上长老 五千万金精致的生命石原业 对于我们秦族来说 的确不是小数目 几乎是千年的累积 如果只是普通的生命石原业 也就罢了 牧子生是否真的能找到 那太处真龙体还尚未可知 况且我们倘若答应了其条件 即使牧家便凭空多了千年累积的资源 而我们则少了千年累积的资源 听着仲太上长老的话 秦族家主摇了摇头说道 这些本家主何尝没有考虑过 那太处真龙体上只有神桥秘境 目前的确不足为虑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他在黄域内做过的事情 而太虚圣帝如今也正在寻找他的下落 倘若他没有死在我们秦族的手中 而被太虚圣帝杀死 届时我们秦族的威名便会受到影响 而且还会被人议论 家主英明 而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一名面容轻取 须发花白的太上长老说道 况且太出真龙体这种血脉 天生具有大气韵 这些年来想杀他的人若过疆之际 但他却活得好好的 目前我们找不到几宗迹 有木子生给我们提供那是最好不过了 可以将其绝杀 永绝后患 若是让他活了下来 你们想想 自他出现在神城到如今才多少年 其境界的提升 可以用飞跃来形容 将来必成大患 这倒也是 向他木家是看准了目前的形势 所以才让木子生前来 知道我们会别无选择 那些反对的太上长老们叹息着 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四百六十二期 秦族家主看着这个面容轻取 虚发花白的太上长老说道 秦武师兄 这件事情就让你去办吧 离开大殿后 你去资源宝库中领取五千万斤金质的生命石原野 前往荒城 此次付出巨大的代价 务必要将楚风震杀 割下其头颅悬挂在荒城城门上 将其尸身给带回来 此刻 楚风却身在太须圣地建坐在荒城的府邸内 同样以木子生的身份 他很随意地坐到大厅内 看着太须圣地众长老中的领头者 此人名叫聂山 穆家小少主 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条件 我们圣地对那楚风有必杀之态 只要你真的能为我们提供楚风的确切消息 相信我们圣主也能满足你想要的 楚风心中不禁冷笑 太须圣主的怒火他岂会不清楚 不过神色却非常的淡漠与居傲 说道 既然如此 本少主也不拐弯抹角了 一亿斤精致的生命石原野 这是换取那太出真龙体消息的条件 什么 在场的太须圣地众长老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仅倒吸一口凉气 紧接着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他们早就预料到条件肯定不简单 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亿斤精致的生命石原野 怎么 堂堂太须圣地 不可能连一亿斤精致的生命石原野都拿不出来吧 楚风的语气充满了惊讶 可是太须圣地的长老们听到这话 脸上的肌肉却不断抽动 一亿斤精致的生命石原野 那可是相当于十亿斤普通的生命石原野了 这样一笔资源简直是天文数字 对于太须圣地来说 也需要消耗两千年以上的累积 等同于在他们的身上挖掉一大块肉 穆家少主 你可真是十字打开口 你身为少主 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一笔资源意味着什么 就算是神灵传承与万古神朝要拿出如此巨量的资源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你们不用跟我说这些 这就是我的条件 而且你们也做不了主 还是尽快将此事禀报给你们的圣主吧 相信他会考虑的 况且你们不愿付出这笔资源也没关系 相信秦族会很乐意的 楚风说着便站起身来与离开 聂山见状立时出声道 小少主且慢 我们可以将此事禀告给圣主 但你的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圣主恨不得将那太出真龙体抽筋剥皮 但你要的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可以承受的限度 所以结果究竟如何 还需圣主定夺后才会知晓 你肯定自己一定能找到楚风在何处吗 圣地的长老们尚有疑虑 似乎有些对于面前的木子生的能力有些不相信 放心好了 我既然来找你们谈这笔交易 自然是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为你们提供那太出真龙体的确切位置 况且我们是公平交易 条件若是谈成 届时我便带你们去寻找那楚风 直到你们见到其人了 再将生命是原意交给我 好 既然小少主都这么说了 想来真是有绝对的把握 那么本长老立刻返回圣地 将这件事情禀报给圣主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的 如此本少主便告辞了 你们那边若是得到了消息 届时便拆人来蓬莱客栈 将结果告知本少主 楚风离开了太虚圣地的府邸 回到了落脚的客栈 他躺在床上静静思考着 脸色逐渐变得有些懊恼 我竟然忽略了一个问题 希望不要节外生枝才是 一意经精致的生命是原意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 圣地的承受能力 要是太虚圣主拒绝了 我还得与他们再商谈 届时在时间上就与秦族错开了 楚风没想到自己会忽略了这个问题 最稳妥的方式是带着秦族和太虚圣地 在同一天去找自己的踪迹 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事情败落后 而传出去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太虚圣主拒绝了 那么我也只有在秦族人面前 多拖延一些时间了 两者间的时间不能相差太多 否则秦族发现那个我是假的 这消息传出去 势必会让太虚圣地生疑 计划可能会夭折 就这样 楚风在客栈中静静等待了两日 在这两日期间 秦族的人到处在寻找穆子生 可是穆子生仿佛凭空消失了似的 让他们非常的着急 担心其已经与太虚圣地联系上了 就在秦族的人焦急难耐的时候 楚风化身的穆子生又出现了 他摇着折扇来到秦族的府邸中 见到了那个叫做秦务的太上长老 心中莫名有股危险的感觉 此人比这些长老强大太多 几乎与太虚圣主是同个层次的人物 楚风与秦族的人周旋 言称这几日正在全力推演 太出真龙体的下落 目前已经有些眉目了 只需再等上数日即可 届时他会主动联系秦族的人 带着他们前去寻找楚风 离开秦族后 楚风便回到了客栈内 没有过多久 太虚圣地的聂山亲自来了 你们圣主意下如何 穆家小少主 圣主无时无刻不想杀了太出真龙体 也很想和你合作 但你提出的条件 真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不知道是否可以伤去 聂山的心中有怒火也有杀意 他在想 倘若面前的人不是穆家的少主 他直接出手将其镇压起来 到时候什么都得乖乖地说出来 嗯 你们圣地传承千古 累积的资源数不胜数 一亿斤精致的生命师原业 想必不难 只是你们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而已 楚风淡淡地说道 他以折扇轻轻敲打着手心 露出思考的神色 随后说道 不知道你们圣主 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来换取这个消息 两千万金精致的生命师原业 这已经是我们圣地的极限了 不可能 最少五千万金精致的生命师原业 你回去告诉太虚圣主 若想要太出真龙体的消息 五千万金一个点都不能少 否则我便将这个消息 拿去秦族交换 免得与你们浪费时间 慕家校少主 五千万金实在是多了些 况且就算你去找秦族 他们也不一定会愿意 毕竟这可是一笔骇人的树木 半神传承也会吃不消的 吃不吃得消 我相信你们的圣主最清楚 和我说这些是没用的 将我的话带给你们圣主 要是同意的话 就让人带上足够的资源 前来荒城 届时我会带你们 找到那太出真龙体 将其围困 让他插翅难逃 倘若条件不成 我便去与秦族谈 其他的本少主不想多说 楚风说完刷得摇开折扇 缓缓晃动起来 不再看聂山一眼 态度非常的明显 不想再与聂山多说 看着面前的木子生 一副冷漠而居傲的态度 聂山的心中又熊熊怒火在燃烧 身为长老却被这么个少年轻视 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郁闷 可是对方的身份摆在那里 即便是心中的怒火在炽烈 也不敢动起一根毫毛 否则必将承受木子灵 甚至是整个木家的怒火 到时候引发宗族间的血拼 聂山阴沉着脸离开了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视线内的身影 楚风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如今万事俱备 只差最后一步了 楚风轻言自语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到秦族会答应他提出来的条件 以楚风之前的估计 能从秦族那里得到两千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因 当时他开口要五千万斤 事实上是想看看秦族的反应 要是他们不答应 再将条件降低一点 可没有想到的是 秦族的家主竟然直接就同意了 这让他颇感意外 太虚圣地所愿意付出的极限 大概也就是五千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意了 毕竟太虚圣地没落数万年 累积的资源也比不上秦族 能让他们拿出这么多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楚风在想 倘若要不是自己以苏曼的内衣 去激怒太虚圣主 恐怕连一千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意 都拿不到 而今楚风能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太虚圣地那边的消息 他的心中不仅有些激动 想到一亿斤精致的生命是原意 就要到手 届时以河道茶来炼化 短时间内就能突破到神桥秘境八重天 并且还能剩下大半的资源 如此又过了两日 太虚圣地的人再次找到了楚风 他们的圣主已经答应了条件 同意以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生命是原意 作为交换条件 太虚圣地来了一名太上长老 是楚风曾经见到过的熟悉面孔 也是他亲自将生命是原意带来了荒城 穆家小少主 圣主已经答应你的条件 你要的生命是原意 老夫也已经带来了 不知道你何时带我们去找那太出真龙体 太虚圣地的太上长老淡淡地说道 他名叫盈讯 是神日风的人 也是太虚圣主的师弟 你们不用着急 既然我要的是生命是原意 那么就一定会带你们找到太出真龙体 这段时间我正在于质宝 掩散那楚风的位置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相信今晚就应该会有结果了 明日我会到你们府上去 你们回去等待便是了 好 老夫就回去等待你的消息 盈讯带着身边的长老离开了客栈 撕裂虚空消失在小院中 看着他们消失的身影 楚风的眼中闪过一缕冷芒 他转身回到屋子内 盘坐在床榻上开始调息了起来 想要从秦族和太虚圣地的众强者手中 得到生命是原意而安然离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旦事情败露 立刻就会被他们追杀 生命是原意 虽然珍贵 但我还是不能太过冒险 届时虚空神珠只能留给我的真身 不能交给真我化身 楚风盘坐在床上 一边调息 一边思考 此时 秦族在神城内的强者们 都显得有些不耐烦 距离木子生出现又过了几日了 如今还是没有半点消息 他们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 太上长老 那木子生真的能找到太处真龙体的位置吗 他不会是戏弄我们的吧 从前几日到现在 他却只露过一次面 说是在推散楚风的方位 我看根本是在拖延时间 你们稍安勿躁 秦族太上长老秦武 看了身边的长老们一眼说道 木族与我们秦族素来无恩怨 犯不着如此捉弄我们 而且此事肯定木族的家主在背后指使 所以应该不会有假 想那木子生身上定有神奇的宝贝 我们只需在这里静等消息即可 而太须圣地建造在荒城的府邸中 太上长老迎训与一众长老的脸上 充满了浓烈的杀意 同时也充满期盼 他们在等待第二日的来临 借时木子生便会带着他们去寻找楚风 对于这些神日风的强者来说 楚风不但是宗门叛徒 还是杀死圣子的凶兽 更是炼制特殊神丹的药引子 想到这些 他们的眼神就变得异常的火热 那太初真龙体近几年来 无法无天 自是血脉强大 杀死圣子 不把我们神日风放在眼中 前段时间更是潜入神日风去搅闹 简直是胆大包天 哼 他自以为隐匿之术了得 绝对想不到木子生身上的特殊宝贝 能推演出他的具体位置 真想看看 他被我们围困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表情 海上长老 我们也不要跟他废话了 直接带他回去交给圣主 解释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到那时候 看他是不是还这么嘴硬 哈哈哈哈 楚风突然大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自然是心情大好才会笑 其实我真得好好地感谢你们 楚风的神我化身说道 满脸感动得神色 说道 想我这样的血脉 修炼到这个境界需要海量的资源 本来正在为资源返仇 不曾想你们却心甘情愿 慷慨解囊 自愿送上五千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业 你 你说什么 神日风的重强者们全都变色 但一时间却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心中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看在你们赠送了五千万斤精致的生命是原业的份上 我就不考验你们的令人着急的智商了 你们真以为慕子生会突然出现在荒城 还能精确寻找到我的位置 不知道你们是太愚蠢还是太天真 你 太上长老迎训的脸色刷得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一把捏住了楚风的咽喉 眼眸比利剑还要逼人 说道 那个慕子生到底是谁假扮的 快说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你竟然还没弄清楚 你是真蠢还是假蠢 楚风字字句句 都不忘羞辱迎训 说道 拿走生命时原业的人自然是我 不可能 你明明在本长老的手中 倘若只是分身 又怎会有血肉的触感 聂山根本不相信楚风的话 是吗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们好好想想 回去后如何承受太虚圣主 那老匹夫的怒火吧 话语刚落 楚风的身体自动分解了 血肉燃烧成了光雨 就这样从聂山的手中凭空消失了 这样的画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脸色逐渐变得铁青 太出真龙体 盈训养天狂笑 满头花发根根倒树 一个猎切 粗的喷出一口血来 没有什么比让盈训觉得更加郁闷 与屈辱的事情了 向他堂堂倒住静寂的太上长老 活了近千年 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阅历丰富无比 可今日去阴沟里翻了船 竟然被楚风给算计了 太 太上长老 我们如今该如何是好 聂山的脸上没有半点血色 他已经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因为木子生的事情 是他亲自回到圣地 禀报给太须圣主的 如今上了这么大的当 太须圣主如果降下怒火 那将不可想象 还能怎么办 这次的跟头算是栽定了 别想着能爬起来 盈训紧紧咬着老牙 铁青着脸说道 太出真龙体早有准备 很早之前 就开始在酝酿这个计划了 此次的心机真是可怕 既然是有备而来 我们又在这里耽误许久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他了 太上长老救命啊 聂山文言吓得浑身俱颤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说道 圣主若降下怒火 属下必死无疑 往太上长老为属下求情 就属下一命 你起来吧 只要这段时间不要回圣地 应该没有性命之忧 将来等圣主的怒火消退了 你再去请罪 老夫得尽快赶回圣地 将这件事情告知圣主 派出真龙体 以这种方式骗取我们的资源 必定要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 就在神日风的人气得透血 人人都急于暴走的时候 楚风的真我化身 早已经远离了不知道几千里 他在荒芜人烟的山脉中分行 锁定某个方向 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 虽然已经远离了数千里 也不怕神日风的强者追下来了 但是楚风的真我化身 还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毕竟身上可是有着五千万斤 精致的生命之原液 这是一笔巨量的资源 不能有半点马虎 真我化身的目的地不是别处 正是晴雪他们所在的那座山谷 距离他此刻所在的地方 尚有数万里 短时间内无法到达 我必须得收敛气息 最好是在山脉的大地上奔跑 空中飞行容易被发现 以免节外生枝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楚风的真我化身私存着 此去尚有数万里 需要大半日的时间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生出变数 他必须得尽量杜绝这些变数 将生命时原液安全带到 晴雪修炼的那座山谷内 而楚风的真身 此刻正带着秦族的众强者 去到了南方的荒迈深处 那里烟云沉浮 席风陡峭 茂盛的古树覆盖了大地 其中时有圆体虎啸传来 充满了蛮荒气息 牟家小少主 大致还有多远 秦悟淡淡地问道 他的眼神非常的犀利 不断扫尸四方 楚风伸手 只向烟云沉浮的那片地狱说道 就在前方了 那六座山谷 你们要找的太出真龙体 就在那座山谷内修炼 听到这样的话 秦族众长老的脸上 全都露出森冷的笑容 其中有人沉生道 那太出真龙体 无法无天 萧狂无比 多次杀我秦族弟子 今日必将其碎尸万段 不错 另一个秦族长老的眼中 寒芒暴射 嘴角 擒着一缕冷笑说道 我秦族传承千古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风雨 而今依旧鼎盛 这无尽岁月来 虽然也曾有 自寻了不得的人物 前来挑衅 但还没有谁 敢如太出真龙体 这般不知死活 小小神桥秘境 真是皮肤汗术 不自量力 听到秦族众长老 充满杀意 与轻视的话语 楚风的脸上 不免浮现出一缕冷笑 他的眼中 又寒芒闪过 秦族众强者 见他这样的表情 误以为他对太出真龙体 也有很浓烈的杀意 慕家少主 看你的神色 好像也想取那太出真龙体的性命 既然我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 当初你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何必向我们秦族提出 五千万斤精致的生命 是原业的条件呢 楚风邪逆了 那个说话的长老一眼 默然地说道 一马归一马 我虽然也想看到那太出真龙体死去 但相比之下 我更想从你们手中 得到这笔资源 而结果却是我既然得到了资源 太出真龙体也会死在你们的手中 这不是相当的完美吗 那长老文言顿觉心口一致 憋了很久都憋不出一句话来 竟然是无言以对 心中又怒火在燃烧 心想要不是忌惮对方的身份 早就出手了 岂能容他这般嚣张 好了 事已至此 谈了这些又有何用 我们此次的目的是 秦沙太出真龙体 至于生命是原业 那是家主亲口答应的 你们都不要说了 现在立刻从左右两侧靠近 将那片山谷给我围起来 解释就算是那楚风 长了翅膀也休想飞出去 太上长老秦勿发话了 他冷冷扫尸了众长老一眼 那些长老们全都不敢再多说 连连应斥 随即便各自带着几名精英护法 从左右两侧逼近前方的那片山谷 守住三方 沐家小少主 希望你的推算没有出差错 秦勿看了楚风变身的木子生一眼 淡淡地说道 而后向着那片山谷踏空而去 楚风紧随其后 左手背负 右手摇着折扇 一副风流倜傍的模样 说道 本少主是何须人也 岂能信口开河 我说他在这座山谷内 那么他就一定在山谷内 希望他真的在吧 老夫可是听说那楚风狡猾奸诈 否则也不会隐藏这么长时间 而寻觅不到了 秦勿说着 脚步却没有停下来 不多时便逼近了那片山谷 他立身在山谷入口的上空 双眼中闪烁大道神闻 眸光非常的射人 直直望向山谷内 赫然在山谷深处的崖壁中央 突出的大石上 看到了一个人盘坐于此 太上长老 那人的身形样貌 就是那太出真龙体无疑 他真的在这里修炼 这次看他还能往哪儿逃 有一名长老 快速来到秦勿的面前 这般说道 嗯 秦勿微微合手 清晰的面孔上 露出了森冷的杀意 说道 太出真龙体 杀我们秦祖子弟 虽然该死一万次 但你们却不能伤他性命 今日要将其活捉 等我封住了其血液 才能斩下去头颅 否则浪费了精血 那就太可惜了 太上长老 您就放心吧 既然他已经被我们围住 就凭区区神桥秘境的境界 我们任何一个长老 就能抬手将其镇压 不会有任何的悬念 秦勿太上长老 你们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事情 我们之间的事情 是不是也该彻底的了结了 楚风化身的木子生 摇着折扇 淡淡地说道 他看都没有看 牙壁上修炼的楚风一眼 目光一直都落在秦勿的脸上 既然消息为真 且你也带着我们 找到了太出真龙体 这笔交易自然是成功了 秦勿脸上的肌肉 轻轻抽动着 他咬着牙 脸部骨出一道棱 想到要将五千万金精致的 生命石原液 就这样交给面前的木子生 他的心就在滴血 仿佛是从他的身上 挖下了一块肉似的 楚风将手 往秦勿面前一伸说道 既然如此 还请秦勿太上长老 履行承诺 将五千万金精致的 生命石原液交给我 罢了 罢了 秦勿叹息 脸上的肌肉跳动个不停 他大袖一挥 浅绿色的光芒透射 生命石原液 源源不断 从其秀里乾坤中飞出来 楚风心中略微有些激动 赶紧沟通半生青铜钟 丹田部位浮现出漩涡 哗啦啦声中 将那些从秀里乾坤中飞出来的 生命石原液 全都收入了体内 内视下 看着半生青铜钟内 那堆积成山鸾的生命石原液 楚风的心情大好 自从想到了这个方法开始 计划一步步实施 终于算是圆满落幕了 如今拥有了巨量的资源 从太虚圣地和秦祖手中 一共得到了一亿斤精致的生命石原液 换散成普通品质的也就是十亿斤 而他要突破到神桥秘境八重天 只需要三亿多斤而已 还能余下大半 作为将来修炼神桥秘境九重天的资源 本少主多谢秦祖的慷慨 现在交易已完成 本少主就不多留了 就此告辞 楚风没有多留 得到生命石原液便立刻辞行 似疾风般远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秦祖众人的视线中 太上长老 难道真的就这样 让他将五千万斤的精致生命石原液 给带走了吗 一名长老走到秦武的面前 脸上充满了不甘 恨得咬牙切齿 不然还能怎样 秦武微眯着眼睛 看了说话的长老一眼说道 你是不是想着从其手中抢回来 太上长老 那牧子生虽然是牧家的少主 但现在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若将其杀了 牧家恐怕也不知道是谁做的 还能拿回那些生命石原液 你个蠢货 秦武的怒火一下子就涌了上来说道 你用你的脑子想想 牧子生所做的事情多半有牧族家主在背后指使 即便是没有 也不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去过我们秦族的府邸 倘若他真的死了 很有可能会怀疑到我们秦族的身上 到时候就会引发牧族与我们秦族的大战 树下 树下愚昧 太上长老 你息怒 息怒 那个出馊主意的长老吓得浑身结颤 尤其是秦武的眼神扫过他的身体时 让他有种遍体深寒的感觉 浑身汗毛倒树 第四百六十五期 不要再说其他的废话 现在我们立刻进入山谷中 秦主太出真龙体 以阵我秦族的威名 秦武大秀一幅 脉步向着山谷内而去 其余的长老带着众精英护法 也开始从山谷的三方向着谷中逼近 不多时 秦族的强者们全都来到了山谷中 他们立身在空中 将崖壁的三方都堵死了 距离盘足在偷石上修炼的处风 不过数百米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 对于道宫境界以上的强者来说 等同于无 所以他们没有再继续逼近 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冷漠地俯视过来 太出真龙体 你死到临头了 还在打坐修炼 是在故作镇定吗 一名长老喝道 满脸的冷笑 说道 当初你不但杀我秦族弟子 还将他们的头颅定在城门上 更是留字挑衅 真可谓是消筐无比 你以为你的隐匿手段高明 殊不知你的这些手段 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而你只是坐进观天的井底之蛙 你们终于来了 我等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楚风缓缓睁开眼来 眸光平静而清澈 完全没有丝毫的波动 显得非常的从容与淡定 这样的话语与这样的表现 不禁让秦族的强者们 露出惊异的神色 他们不明白 都到这个时候 楚风竟然还能如此镇定 而且听他的口气 好像早就在这里 等着他们似的 抬出真龙体 你说你在这里等我们 一名长老眼睛微眯 瞳孔中屡屡寒芒绽放 说道 年纪不大 修炼的年月不长 可你这口气倒是很狂 狂于不狂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奈何我不得 莫非你们认为 用这样的方式将我围困 就能取我性命了 楚风自崖壁中央的偷石上 站了起来 浓密的黑发在风中飞扬 轻衣烈烈 他双手背负 傲视秦家众强者 包括那个高深莫测的 太上长老秦武 哈哈哈哈 秦苏的强者们笑了 此刻在这样的情况下 难道还有悬念吗 他们不禁以怜悯的眼神 看着楚风说道 其实你这种血脉的确难得 若能成长起来 日后必成盖带强者 只可惜呀 你胆大包天 竟敢挑衅我们秦族的威严 等待你的结局 只有死亡 说到你们秦族 我倒是还有些账没有找你们算 当年从你们秦族分出去的秦家 对我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 我永远记得秦家的人 用刀子在我的身上割的画面 永远记得那种钻心的剧痛 与悲伤的绝望 说起往事 楚风眼神变得异常的冰冷 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很平静 说道 将来踏平了秦家 我会去找你们秦族的 你还真是老夫上千年来 见到的第一狂人 太上长老秦勿开口了 他以冷漠的眼神盯着楚风说道 自古以来有许多自诩强大者 但却无人如你这般狂妄 就凭你一人想与我秦族抗衡 真是可笑 可笑不可笑将来便知 不过我得感谢你们的慷慨 为我送上急需的海量修炼资源 你连今日都活不过 何谈将来 秦勿双手背负 居高临下俯视楚风 说道 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 感谢你们的五千万金精致的声明是原意 这笔资源完全可以让我再突破一个境界 哈哈哈哈 楚风笑了起来 浓密的黑发在风中飞扬 脸上的笑容非常的灿烂与阳光 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 泛动着预知般的光芒 你 秦勿的脸色逐渐变换 很快就变得铁青 这一刻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一双毛子迸射出夺人的寒芒 怒道 好你个太出真龙体 你竟然敢算计我们 算计你们又怎样 既然你们这么想要我的命 我若不好好利用你们想杀我的心思 岂不是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心意吗 你 秦勿心口一掷 脚下一个猎切 只觉得内腹血气翻腾 差点没有喷出一口老血来 太出真龙体 你以为从我们秦族得到了修炼资源 就能突破境界了吗 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看本长老来镇压你 一名长老级别的人物出手 道工竞技的人非常的强大 一出手就有大道神门在绽放 那股气息瞬间笼罩了过来 铺天盖地 就在楚风即将被镇压的时候 他的身上突然燃起火焰 而后快速分解 化为密集的光雨 纷纷纷洒洒飘飞在天地间 这 秦族的人全都蒙了 脸色从青变紫 由紫变黑 牙齿咬得咯咯声响 秦族的人气得想吐血 看着楚风的身体 在火焰中分解成光雨 他们方才明白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真身 而是化身 我们竟然对着太出真龙体的一句化身 说了那么多话 而没有看出端倪 这要是传了出去 恐怕会让人耻笑 太出真龙体 秦族仰天发出咆哮 吼动山河 滚滚声波席卷开来 整个山谷都在声波的冲击下 轰隆隆崩塌 烟沉冲天 你竟然敢这般算计我们 看着秦武暴躁的姿态 众长老与精英护法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他们的脸上也非常的阴沉 这么大群人 竟然被一个太出真龙体耍得团团转 对于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武终于冷静了下来 但心中的怒火却没有因此而消散 他的眼神非常的森冷 脸色阴沉道 这一次我们被算计 也只怪自己太过大意 对那太出真龙体了解得不够 太上长老所言甚是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那楚风 伸去真龙血脉 同街战力超群 修炼出了一些神异的神海异象 和日月神葬 其他并不了解 要是早知道那太出真龙体 竟然能将化身修炼到这种程度 我们心中便会警惕 也不至于上了这么大的一个当 家主要是知道此事 我们恐怕都难逃责罚 此字的潜力真的是极其可怕 秦武微眯着眼睛 沉声道 修者的化身都来自于神葬秘境 以神葬模拟自身的形态 而演化为分身 但是这种化身 根本瞒不过强者的法言 只有将神葬秘境 修炼到了传说中的极尽 方才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秦族众长老闻言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惊道 太上长老 您是说那楚风 已经将神葬秘境 修炼到极尽了 加上他修炼的 种种神异的神海异象 这两大基础如此的牢固 一旦让其成长起来 必将成为大患 自然不能就此放任他成长 只是此人拥有神奇的变化术 根本难以找到其踪迹 而且还有与本体一模一样的化身 想要找到他 非常的困难 秦武声音低沉 看了看已经崩塌的山谷说道 老夫要立刻赶回家族 将这件事禀告给家主 而今的天下大事逐渐来临 我们不可能将过多的精力 放在太初真龙体的身上 到时候 派几个精英长老前来 便行了 太上长老 真龙体踪迹难寻 如果以寻常手段去寻找 恐怕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并且还给了其成长的机会 我看您不如建议家主 使着找些会天眼神术的人 前来相助 有了他们 相信要找那处风 就容易多了 秦武文言 微微合手说道 这个建议倒是不错 虽然不能去请动那些天眼神术 正统传承的门人 但请那些非正统传承的天眼者 并不是太困难 虽然他们的天眼神术 比不上正统传承 但对于你们 寻找太初真龙体 应该有不小的帮助 下次 要是发现太初真龙体的真身 本长老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一些长老们 牙字欲裂 想到自己这么多人 被处风一个人爽了 而且还被骗取了 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 生命是原意 他们就气得要吐血 感觉肺都要炸开了 秦族众人牙字欲裂 各个都是暴走状态 而一手策划这件事情的始作勇者处风 却是心满意得 早已远去了数千里 他锁定方位 催动虚空神珠 避免被人发现 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直都在荒谧的虚空中穿行 曾经想来后面几个境界 所需要的修炼资源 真的无法想象 像是一块大石压得我不能呼吸 可是而今就顺顺利利 得到了一亿斤精致的生命是原意 这是以往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处风在虚空中穿梭 同时不断内饰半生青铜钟 里面堆满了资源 生命石原液闪烁着浅绿色的光芒 一块块如同绿水晶般 晶莹剔透 处风的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同时也充满了期待 有了这些资源 他就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神桥秘境八重天了 之后再去寻找些资源 便可配合余下的生命石原液 来修炼第九重天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前路 距离道宫秘境越来越近了 大半日后 处风距离晴雪他们所在的那座山谷 已经不远了 而他的真我化身 早已回到了幽冥古殿内 将五千万金精致生命石原液 带了回去 处风刚从山口中落到山谷内 前方的虚空突然扭曲了起来 出现一道虚空门户 那是晴雪感应到了他的气息 为他打开了通往幽冥古殿的虚空之门 处风穿过虚空之门来到了幽冥古殿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 那堆积在地上的整整五千万斤 精致的生命石原液 堆积成了一座山栏 流转的浅绿色的光芒 将整个古殿都映成了绿色 屡屡生命惊奇溢出 磅礴的生机弥漫 让人感到通体舒坦 堆积成山栏的生命石原液前方 晴雪和蓝心若静静地站在那里 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楚风的身上 晴雪急步走向楚风 蓝心若举步欲尽 但终究还是收了回来 有晴雪姐姐在 我还是赌上去了吧 以免她误会我跟她争冲 蓝心若不禁心中想到 当楚风拉着晴雪走到她的身边时 她方才去抱楚风的手臂 而后仔细打拎着她 说道 此次危险万分 我们都很担心你 见到你安然归来 我们总算是放心了 这种老虎身上拔毛的事情 自然是有危险的 但回报也是巨大的 正好解决了我目前的一大难题 楚风祭出半生青铜钟 打开里面的空间 绚烂的绿花透射出来 里面赫然是一座 由生命石原液堆成的山栏 一意境精致的生命石原液 全都到手了 看着这些海量的资源 蓝心若的脸上充满了震撼 即便是身为圣女 但如此巨量的资源 也是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 是的 太虚圣地和秦族 各奉献了五千万斤精致的 生命石原液 也不知道太虚圣主 和秦族家主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会不会透血 蓝心若淡淡一笑 非常的柔美 说道 秦族的家主或许不会 但圣主被你这般连分刺激 肯定会透血 哈哈哈哈 楚风开怀大笑 想到太虚圣主 透血的画面 心中就觉得十分舒畅 他还眼看看四周 说道 熊孩子和太颜无追呢 小布点和太颜 问我要了些核稻茶 正在另一片空间内修炼 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了吧 早日修炼到八重天 甚至是九重天 到时候还得去寻找矿脉 第463期 像当年 这个楚风 不过是连神海秘境都不到的蝼蚁 没想到短短数年 竟然有了今日的成就 说来 这种血脉 的确有些可怕 倘若当初 就不顾及身份 直接出手 将其抹杀了 也不会有如今这些麻烦 为了取他性命 我们不得不用 五千万金精致的生命石原液 为代价 神日风的强者们 个个对楚风恨之入骨 说起他的时候 都是咬牙切齿的 而楚风此刻 却在客栈小院的房间内 大作调息 他非常的平静 没有丝毫的紧张之态 时间缓缓流逝 不知不觉 已经快到天亮的时候了 楚风睁开眼来 魔光特别的亮 整个人神采奕奕 经过一夜的打坐调息 他将自身的状态 调整到了巅峰 是时候 实施计划中的最后一步了 若没有特殊情况 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楚风轻声自语 他的神脏秘境在发光 屡屡法则神文弥漫出来 快速交织成 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正是他的真我化身 真我化身 推开房门 走到了院落中 随后破空而去 不多时便出现在 太虚圣地的府邸中 神日风的众长老 在迎训的带领下 快速走了出来 吴家小少主 想不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想必应该是推算出 那楚风的具体位置了吧 迎训双目闪烁着射人的光芒 脸上带着询问之似 楚风淡淡一笑 手中折扇轻轻摇动 太出真龙体的隐匿手段 虽然了得 但岂能逃过本少主的法眼 此刻他所在的位置 已经完全被本少主掌握 这次他是插翅难逃 既然如此 还请沐家小少主带路 我们早些赶过去 以免斥责生辩 迎训说到这里 微微沉吟说道 我们离开府邸的时候 不要弄出动静 悄悄地离开 否则被秦族发现 我们这么多人同时离开 心中必然会生疑 这次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方才寻到太出真龙体 绝对不能让秦族的人 跟在后面捡了便宜 太上长老请放心 我们知道了 神日风众长老应道 而后在迎训的带领下 随目子深 悄然离开了府邸 避过所有人的视线 来到了东城门外 太出真龙体 此刻正在东城门 北方的某片山脉中 想起此地 左右两万里左右 依着报上反馈而来的消息 那楚风正在山脉中修炼 短时间内并不会离去 听到这样的话 迎训和郑长老的脸上 即露出冷笑 同时眼神也变得越来越炽热 他们不但想要楚风的命 还想要他的真龙神血 哼 太出真龙体 看你这次如何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聂山伸出手掌 五指缓缓握拢 脸上的神色非常的得意 仿佛已经看到楚风被镇压的画面了 看到神日风的强者们 一个个都自信满满的样子 楚风的心中不禁冷笑连连 他不动声色 带着这些强者不断向着北方飞去 半个时辰后 楚风的真身也离开了客栈 不多时便来到了秦族的府邸 此时天色刚刚亮 他刚走进秦族的府邸 太上长老秦悟和一群长老历时走了出来 他们已经等了许多天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想着早些解决这件事情 也好早些回到家族 沐家小少主 你这么早来此 莫非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秦务绿着花白的胡须 他面容轻渠 看起来有些先锋倒骨的模样 可眼中时闪过的寒光 却给人一冰冷的感觉 这么多天过去 你们恐怕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之间的交易也是时候完成了 那太初真龙体的方位已经被我掌握 现在就请诸位随我前去 此话当真 你所说的可是那太初真龙体的确切未知 秦族强者中 有些长老似乎并不完全相信 面前的这个沐家少主 不免出声相问 你们竟然怀疑本少主的能力 楚风微眯着眼睛 邪腻那几个脸上带着怀疑神色的长老 说道 废话少说 总之本少主带你们去找他 找到他之后 我们之间的交易便算是完成了 届时你们得将生命师原业给本少主 至于你们要如何对付那太初真龙体 这些与本少主没有关系 秦族重强者没有再多言 既然早就决定以五千万斤精致的生命师原业 作为交换条件 那么肯定是相信面前这个木子生的 都到这个地步了 没有必要去怀疑他的能力 楚风带着秦族的重强者向着东城门走去 他们很低调 也很隐匿 并没有大张旗鼓 显然 秦族的人也担心会惊动太虚圣地 到时候被其跟在后面占了便宜 就这样整整过了半日的时间 楚风带着秦族的强者们来到了荒城南方的无尽山脉中 说道 太初真龙体就隐藏在这片荒脉中央的某座峡谷内修炼 届时你们可直接将峡谷围困 它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如此甚好 秦族的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吩咐道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收敛气息 免得到时候被那太初真龙体感应到 而提前逃走了 他们在楚风的真身带领下 快速向着荒脉中央而去 翻过一座座高耸的山脉 穿过一片片原始森林 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同一时间 楚风的真我化身带着神日风的强者们已经逼近了目的地 同样是在荒脉中 只是处于不同的方位 一个南方 一个北方 你们看到前方那几座如天剑般只差云霄的山峰了吗 楚风的真我化身 抬手指向远方 说道 太初真龙体就在几座棋风之间修炼 迎训闻言 眼中的寒光 刹那间赤胜 他看向身边的长老们说道 你们立刻带着精英护法们从两边绕过去 将那片地狱封死 不能让太初真龙体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是 长老们领命 各自带着两名精英护法 悄无声息靠近远方的那些棋风 并且隐藏在四周 而太上长老迎训 则与化身木子生的楚风并肩而行 直接飞向那几座耸立云端的山峰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棋风之间 这里有烟云缭绕 在某座棋风的万刃悬崖垂落的瀑布下面 神日风的强者们看到了盘坐在瀑布下面 潜心修炼的楚风 他们的双毛中刹那间蹦射出沙翼 紧接着又变得火热 果真是太出真龙体 盈训的脸上充满了笑容说道 穆家小少主的手段真是让老夫佩服 竟能将太出真龙体的位置 推演得如此的准确 人就在那里 你们也确认了 我答应你们的事情已经做到 现在你们也该将生命石原业给本少主了 楚风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语 他关心的只有生命石原业 同时也担心神日风的人会立刻对他的神魔化身出手 倘若在生命石原业还未到手的时候就被识破了 肯定会有很大的麻烦 盈训听到木子生向自己索要生命石原业 他当即将目光投向数十里外盘坐在瀑布下方的楚风 眼中有大道神闻交织 从头到脚仔细打量 最后完全确定那就是楚风之后 大秀一挥 精致的生命石原业哗啦啦从其袖口中飞了出来 淡绿色的光芒闪耀 精纯的生命精气弥漫开来 闻之让人浑身舒泰 楚风的真我化身 赶紧打开体内以法则神闻交织出的空间 将淫训的锈口中飞出的生命石原业 全部都吸收到体内 整整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生命石原业 堆积在一起跟做山巒似的 楚风的真我化身不仅感到非常的激动 第一笔海量的资源已经到手了 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彻底完成 本少主尚有要事在身 就此告辞 楚风抱着抱拳 而后摇着折扇踏空而去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如疾风般划过长空 眨眼就远去十余里 传令下去 缩小包围范围 擒住抬出真龙皮 圣主吩咐要抓活的 盈训冷悠悠的说道 其余的长老们文言 带着精英护法们 开始向着楚风的神我化身 盘坐的那座山峰靠近 神日风的强者们快速逼近 直到他们将范围缩小到 那座山峰的周围 距离楚风的神我化身 不足十里的时候 楚风的神我化身 猛然睁开眼来 你们是谁 是如何照到这里来的 难道你连我们的服饰标志 都不认得了吗 涅珊立身在虚空中 居高临下俯视过来 愣声道 你是不是以为 藏身在这无尽的荒迈中 就能保证安然无恙了 真是天真至极 海出真龙体 你区区一个神桥秘境的小修士 竟也敢与我们整个圣地作对 杀圣子 搅闹神日风 谁给你的胆子 太虚圣子要杀我 难道我不该杀他吗 说到底我也只是自卫而已 你们是神日风的人 自然是向着他说话 楚风的神我化身 淡淡地说道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这样才能让他的真我化身 走得更远 闭嘴 你还在这里 悄是如黄 聂山阴沉着脸 眼神非常的冷漠 说道 圣子是什么身份 你又是什么身份 他要杀你 你别让他杀就是了 可是你竟然将圣子给杀了 就算你死一万次 也不为过 听到这样的话 楚风的神我化身 不仅露出了冷笑 说道 这样的逻辑 还很是有些好笑 你父母 没有教你怎样做人的吗 你 这样的一句话 让聂山心口一致 差点没被噎住 他的黑发 顿时蓬飞了起来 微眯着冰冷的眼眸 探手抓了过去 金色的大手如烈日横空 微能惊人 其上又密集的大道阵纹闪耀 并垂落下来 将瀑布的四方都疯困了 使得楚风的神我化身 根本没有办法闪躲 这就是道宫秘境的强者 真的不是神桥秘境的修者 能抗衡的 楚风的神我化身心中 非常的吃惊 金色大手抓落下来 漆上垂落的神门 笼罩四方 他发现自己竟然被神门中 大道法则给禁锢了 行动非常的吃力 金色的大手落了下来 一把就将楚风的神我化身 居在了手中 聂山的脸上充满了宁笑 说道 就凭你这样的蝼蚁 本长老抬手间就能震杀一片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资格与圣地作对 简直就是不值死活 这时候 其余的长老与精英护法也都走了过来 看着被拘在金色大手中的楚风 一名精英护法满脸的戏谑 说道 这些年来天下人都在寻你 可却找不到你的踪迹 据说你很能跑 逃命的手段是一流的 现在怎么不跑了 倒是跑给我们看看 就凭你这样的货色 也敢在我面前锅躁 楚风的神魔化身 满脸冷笑说道 我被镊山索秦 那是因为他高出我一个大秘境 而你这种与我身在同一秘境中的货色 我一巴掌就能拍死一个 给我滚远点 楚风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如此狂妄 那个被楚风轻视的精英护法 满脸铁青 他的眼中有着赤裂的杀意 要不是圣主叮嘱要活的 他早就出手将楚风给杀了 死到临头 楚风的神魔化身笑了 笑得非常的灿烂 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说道 你们想要我的命 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 有句话我想提醒你们 俗话说乐极生悲 这句话恐怕会成为你们的写照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 太出真龙体 迎训微眯着眼睛 盯着楚风的神魔化身 口中虽然这样说 但看到楚风脸上灿烂的笑容 他的心中隐约有了不妙的预感 第四百六十六集 楚风不再多说 于堆积成山的生命时 原夜前盘坐下来 心神皈依 摒弃一切杂念 渐渐让自身进入了空明状态中 接下来 他便运转无上霸体真经 与真龙不死天宫 浑身每个毛孔都化为了漩涡 疯狂吸收 生命时原夜中蕴含的 旺盛精气 楚风吸收精气的速度 非常的恐怖 就算是情血都远远不能与他相比 他的身体仿佛是一个无尽的深渊 永远都填不满似的 事实上 不过短短一两个时辰 楚风的丹田神海已经彻底饱和了 甚至开始鼓障了起来 这时候 他赶紧喝下一小口河道茶 那些生命精气顿时被凝炼成了液体 如倾盆大雨般倾泻而下 融合在神海中 轰隆隆 原本平静无波的神海 此刻却掀起了滔天太浪 翻滚着扑打着 发出隆隆之音与呼啸声 楚风修炼时的声势是非常害人的 在他的体内仿佛有个风云变幻的世界 时而传来江河奔有的声音 时而传来闪电雷鸣般的声音 甚至还有天风刮响和天火燃烧的声音 凝炼出的精气 顺着楚风的神海泉沿 又入神脏秘境内 一遍遍凝炼与滋养神脏 而后涌入神文秘境 强化血肉 最后涌入神桥秘境 甚至已经构建出的六段神桥 用向第七条经脉 磅礴的精气 源源不断地涌到神桥秘境中 不断凝炼神化着第七条主经脉 第七条主经脉 渐渐地有了变化 靠近第六条经脉的那端 已经变成了一小段神桥 流转着神性般的光辉 在河道茶的帮助下 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的 不过一天的时间而已 楚风的第七条经脉 已经有一半都变成了神桥 距离尽头处被迷雾缭绕的 道工秘境壁垒更近了一步 楚风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实力在不断增长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每次使用河道茶修炼的时候 感受到自己在快速变强 他有种说不出的舒畅与兴奋 时间缓缓流逝 幽冥古殿中堆积成山的 生命石原液 已经被消耗了一半以上 那些被抽取了生命精气的 石原液已经彻底干瘪了 变成了水晶石皮 轰隆隆 楚风的体内 时而传出江河奔涌的声音 时而传出闪电雷鸣的声音 声势浩大 而今他的第七条经脉 已经有大半都化为了神桥 这是已经洗练到 神桥秘境七重天后期的标志 距离神桥秘境八重天不远了 数个时辰后 晴雪和蓝心弱的天灵盖中 同时冲出赤圣的鲜光 并且他们的身后 也同时浮现出一道女子虚影 只是晴雪身后的虚影 要凝食许多 而蓝心弱身后的虚影 则要虚淡许多 他们突破了 在相同的时间突破 晴雪立身在了神桥秘境八重天 而蓝心弱则修炼到了 神桥秘境七重天 突破境界后 蓝心弱并没有从修炼中退出来 突然闭着眼睛 依旧在以快速的速度 吸收生命时原野中的惊气 他知道自己的境界 比楚风和晴雪都低 所以想趁着有核倒茶的情况下 将境界追上去 而晴雪却睁开了眼来 他本可以继续修炼 可是他并没有 一双美丽清冷的毛子 静静地看着楚风 很少有波动的绝美脸庞上 露出一缕会心的浅笑 刹那间的风华 让天地万物尽湿颜色 可惜的是 楚风正在修炼中 并没有看到 晴雪展颜浅笑的画面 否则定会被惊艳到 他实在是太美了 任何赞扬美丽的慈藻 都不足以形容 晴雪突破到神桥 秘境八重天 便没有继续修炼下去 事实上 他完全可以凭借 目前拥有的生命石原野 加上核倒茶 于短时间内突破到九重天 可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一日 楚风的机体上 神闻突然爆闪 比以往密集了数倍 毛孔中溢出紫金神灰 充满了磅礴的声级 丹田神海内发出 山崩地裂的声音 整个人光芒万丈 一条紫金色的真笼 自天灵盖贯穿而出 直笑天语 紫金真笼霸气无比 神金般胶筑的龙躯 充满了神性与力感 龙手高昂长笑 龙躯摆动如紫金色的山岭 横空在虚空中 让人在视觉与心理上 都极其震撼 这一刻 晴雪的脸上 绽放出了会心的笑容 素来清冷的眼神 也变得非常的温柔 充满了欣慰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楚风的气息 比以往强悍了数倍 他突破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身上的紫金光芒 逐渐收敛到体内 横跟在空中 仰天长笑的紫金真笼 也从天灵盖 没入了体内 他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 所有的气息 进阶收敛 终于突破到 神桥秘境八重天了 真不容易 楚风缓缓睁开眼来 眼眸中有着些许激动 他也带着唏嘘 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 接连突破 可是这其中的经过 却是非常的艰难 可谓是步步惊心 稍微有差池 便会万劫不复 风 如今逆达到神桥秘境八重天 距离九重天 只差一步 而距离这个秘境的巅峰 大圆满也越来越近了 等我们寻找到足够的资源 再突破一个境界 便该去太古荒域 试着寻找沙字绝了 楚风点了点头 脸上很快露出了不解 说道 秦雪 如今我们拥有大量的资源 你为何不继续修炼 一举突破到九重天 秦雪浅笑着摇了摇头 严惩自己需要花时间 稳固境界 突破太快 对于他来说 可能会造成根基不牢固 事实上 他的心中却有另外的想法 只是不愿意 总是比楚风高出一个境界罢了 在他的心中 他的男人应该要强于他才是 所以故意将境界 保持在与楚风同阶的程度 楚风并不知道 秦雪的心思 因为真的只是担心 突破太快 会导致根基不牢固 毕竟不知秦雪的原神 达到什么境界了 通常说来 在没有特殊机遇的情况下 修者的原神 与自身的境界 是相差无几的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像楚风那样 能在某个时候 某个地点突然顿悟 让原神境界 得到飞跃般的提升 楚风走到秦雪身边 盘坐下来 伸手将他揽入怀中 两人分开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楚风却觉得 自己仿佛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抱过他了 此刻软欲温香满怀 有种说不出的温馨 你终于让辛若跟着你了 秦雪看了楚风一眼 接着将目光投向蓝辛若 说道 其实秦雪一直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辛若与我之间 有着很微妙的关系 所以除了你 他不能轻心于任何人 楚风文言 脸上不仅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有些事情或许是冥冥中 早就注定的 本来我对若儿没有男女之情 不曾想那次在太虚圣地的矿场 被苏曼追杀 结果误入石林古镇 被困于其中 却中了满花珠玛的赌 浑浑噩噩中于若儿 最后一句话 楚风并没有说完 他很小心地看着秦雪的反应 见他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失落 心中不禁感到非常的愧疚 说道 都怪我 要不是误入石林古镇 也不至于 这不是你的错 秦雪掩住了楚风的嘴 一双美眸温柔地凝视着他 说道 秦雪并没有怪你 况且要不是经过这件事情 你恐怕还难以接受心弱 可是 楚风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于秦雪的包容与体贴 感到深深的感动与温暖 不自觉地将他紧紧搂着 风 你不要纠结这些事情了 除了心弱 还有雨昕 和你提到过的神兮 秦雪只希望 你能顺应自己的内心行事 心中怎么想 就怎么去做 无论如何 秦雪都会陪在你左右 伴着你 支持你 楚风沉默了 有这样的家人陪伴 夫妇何求 然而他的心中 却流出了一片天 里面装着另外的几个女人 突然间让他觉得自己很混账 好了 别想这些事情了 也不许你在心中责怪自己 秦雪似乎看穿了楚风的心思 他拿出拼接好的地图 轻轻铺展开来 说道 在你实施计划的这些日子 我和小不点仔细研究了这幅地图 经过反复的推演 终于能确定 沙字绝更精确的位置了 看着展开的地图 楚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秦雪在地图上标注的位置 的确比他们以往推演出的位置 要更加的精确 那片地域的范围小了很多 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 这幅地图看起来 虽然绘画得非常的仔细 可是太古荒域 辽阔无疆 其内的地貌 岂是一张小小的地图 就能绘画得出来的 可以说 地图上的随便一个小点 在现实里 或许就是一片广阔的地狱 而且太古荒域内 神秘且凶险的地狱 地图上都没有做半点的标注 熊孩子懂得些许阵文 这地图上绘画的地貌中 隐约含着阵文的道语力 不知道你们能否 将地点推演得更加精确 楚风微微皱眉 进入太古荒域 非同小可 那可是九死一生 关乎到他和晴雪的性命 此事不能有丝毫大意 在进入之前 能多做些准备 就得尽量多做准备 不能更精确了 晴雪摇头叹息道 据我和小不点仔细研究 这幅地图所能提供的 藏着沙字绝的最精确的标注 就是这样了 具体的还得等我们进入其中后 慢慢去摸索 此去定是九死一生 楚风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 他忽然凝视着晴雪说道 太古荒域 我一人前去便足矣 你不用跟着去了 就在外面等我的消息 晴雪文言焦躯微颤 脸上露出回忆的神色说道 你还记得当年吗 你和楚衣被秦家逼入龙渊泽 我跟着你跳下龙渊泽 因为不管走到哪里 晴雪都要伴你左右 这是我们儿时就许下的诺言 如今你却要弃我而去了吗 不 我不是弃你而去 只是前往太古荒域实在太危险 将会遇到什么我们谁也无法预测 没有必要两人都去冒险 风 你听我说 晴雪养着绝美的脸庞凝视着楚风 眸光非常的坚定 说道 这辈子晴雪什么都会依着你 但是这样的事情晴雪不能依着你 楚风心中一叹 看着晴雪眼中的坚定 她便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改变不了她的决定 继续劝说下去反而会让她伤心 若是真的有危险 我们能死在一起或许也是个不错的结局 楚风轻声说道 此刻的她也只有这句话才能形容她的心情了 无法改变情绪的决定 便只能去接受 晴雪不再言语 她了解楚风 知道她已经默认了 不会再拒绝自己跟着前往太古荒域 将身体轻轻依偎在她的怀中 感受着这种温馨 感受着她的心跳与呼吸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又过了一日 蓝心若的身上突然爆发出璀璨的鲜光 满头的青丝都染上了银白色的光芒 让她看起来格外的出臣与脱俗 就像是自仙界走来的仙子一般 这 最让楚风惊讶的是 蓝心若的身后显化出了一道女子的虚影 几乎与以前在晴雪突破时显化的虚影一模一样 只是相对比较虚淡 没有那么凝实 怎么会这样 楚风的脸上充满不解 不仅转头看向晴雪 而晴雪也正好将眸光透了过来 说道 以前我就说过 我和心若之间有很微妙的关系 现在你应该真正明白了吧 事实上我和她可以说同出一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是另一个残缺的我 第四代六十七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风听得一头雾水 惊道 若而为何会是残缺的你 以前我只知道她和我之间有某种关系 可是最近我的脑海中逐渐多出了记忆 风才知道她和我真正的关系 至于具体的原因 晴雪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希望你不要生气好吗 楚风正了正 虽然非常想弄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晴雪都这样说了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她为难 于是点了点头 不再追问 看着身后显化出神秘的女子虚影 浑身鲜光透射的蓝星若 楚风的心中忽然多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若是以往的她还有一些顾虑 而今的她已经完全没有顾虑了 晴雪 你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和若而原本是同一人 只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而变成了两个人 各自有了独立的思想与性格 嗯 晴雪点了点头 她没想到楚风会这样问 说道 晴雪现在能回答的也只有这些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其他疑惑 将来我想想细细都告诉你的 我明白了 也不会再继续追问 你现在不肯说 肯定是有不能说的原因 楚风点头 她很了解晴雪 若不是有着特殊的原因 绝对不会有所隐瞒 半个时辰后 蓝星若身上的光芒逐渐连去 她安静的像是一个仙子盘坐在那里 超凡脱俗 柔美而清新 随着静气的接连突破 她的气质都有了些许变化 晴雪姐姐 蓝星若睁开眼来 目光落在晴雪和楚风的身上 但却没有含楚风 事实上 她的年纪比晴雪要大上几岁 但由于楚风的关系 她也心甘情愿称呼晴雪为姐姐 怎么 眼中只有晴雪 都忘了我也在你的面前坐着了吗 楚风不禁出言调侃 顿时让蓝星若的脸上涌现红霞 微微低着头走到晴雪的身边 不敢看楚风 蓝星若娇羞的模样 让楚风感到有些诧异 虽然她曾多次在楚风的面前 表现出害羞的模样 但也不至于像此刻这般夸张 连看都不敢看自己了 心若 你在担心什么 晴雪淡淡浅笑 轻声道 她还没有回来之前 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楚风以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 说道 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 都说好什么了 听到这话 蓝星若的脸更红了 站在晴雪的身边 显得非常的扭捏 心跳得很快 以至于晴雪和楚风 都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心跳声 若儿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楚风满脸的疑惑 升起间 伸手将她从晴雪的身边拉了过来 伸手揽入怀中 惹得蓝星若一声叫唬 以忐忑的眼神看着晴雪 好像很怕她的脸上有丝毫不悦的神色 这次楚风注意到了蓝星若的小动作 不禁哑然失笑 说道 原来你是在担心晴雪会生气的 当初可是她说 无论如何也要让你跟着我的 所以你想太多了 心若 我曾说过 我们俩有着很特殊的关系 所以不分彼此 所以你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嗯 听到楚风和晴雪的话 蓝星若心中的紧张与不安 才逐渐平复下来 先前她是真的很忐忑 虽然在楚风还未回来之前 就与晴雪相见 并谈论了关于他们三人的事情 可那时候楚风毕竟没有在面前 若儿 我们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离开这里后 我们便分开吧 你拿走足够的资源和一些核道差 相信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神桥秘境巅峰大圆满 而我们则需要前去寻找 更多的修炼资源 听到楚风的话 蓝星若脸色微变 说道 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 你是太虚圣地的圣女 至少目前还是这个身份 并且这个身份将来对你也会有帮助 而风却是太虚圣地要追杀的人 你若跟着我们 必将有很大的麻烦 并且我和风早就决定了 到时候只有我们两人去寻找资源 即便是遇到危险 也能有更大的把握可以化解 若而知道 以我目前的境界帮不到你们什么 蓝星若很失落 眸光暗淡 头缓缓低垂了下来 你别胡思乱想 离开这里后 你便回到太虚圣地 利用这些资源与核道差 好好地修炼 相信很快就能在境界上超越我们了 到时候再来帮我们也不迟 但必须得隐藏你的身份 否则到时候 恐怕就连一尘师兄都保不住你 嗯 我知道了 楚风的话 让蓝星若的心情变得好了些 他暗暗告诉自己 回到圣地后 定要抓紧时间修炼 这样才能尽快去寻找楚风和情绪 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们 他们三人在幽冥古殿中待了几日 主要是在等待踏檐乌椎和熊孩子 这两个家伙 现在古殿内的另一片空间中修炼 此刻竟然是在冲击神桥秘境九重天了 在这个境界中 我还真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相比 倘若不是你将河道查给我们 以你的速度也远远比我们快 而且你突破一个境界 需要的资源是寻常修炼的万倍以上 但是你却没有因此而落下境界 这已经非常的难得了 干嘛非要跟那两个家伙比 楚风摇头看了蓝星若一眼 笑道 我自然不会与那两个混账家伙相比 只是看他们后来居上 心中有些感慨罢了 如此又过了一日 踏檐屋椎和熊孩子都突破了 由于短时间内突破了数个境界 他们不打算继续提升境界 需要花些时间稳固根基 以免在将来突破道工秘境的时候出现意外的情况 晴雪撤去空间壁垒 两个家伙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看着蓝星若和晴雪一左一右站在楚风的身边 熊孩子一脸妒忌的模样 伸手摸了摸头顶的冲天便 吃到 像大爷这般风流屁堂 玉树临风 一朵梨花鸭海棠的人节都没有人清新 可是你这个小子要脸蛋没脸蛋 要实力没实力 却是左拥右抱 苍天哪 你真是瞎了狗眼了 听到这样的话 晴雪的表情清冷无波 蓝星若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而楚风的额头上则浮现了几条黑线 这家伙修炼到九重天后 真是自信心极度膨胀了 楚风 我们现在的境界都比你高了 以我们的血脉 相信定不会弱于你 我听熊孩子说 他想揍你已经很久了 踏檐乌椎养着马脸 一脸的奸笑 哦 是吗 卧槽 那个奸儿的身口 大爷何时说过这样的话 那个蠢货 没看到他左拥右抱 身边还有两个超级打手吗 你这是要把大爷往死里坑啊 踏檐乌椎一脸无辜的表情 充满惊恶的看着熊孩子 不是你自己说的 就算是一对三也能抬手镇压吗 你 你妹的 熊孩子差点没被踏檐乌椎的话给噎死 那双眼睛都瞪圆了 用杀人的眼光看着踏檐乌椎 仿佛要将他活活吞到肚子里 好了 你们别闹了 踏檐你这家伙唯恐天下不乱 你以为这些话我们会相信吗 楚风这样说 熊孩子不禁深深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可楚风接下来又说道 熊孩子这混账虽然有些蠢 但却也知道这幽名古殿有晴学掌控 且会说出那种狂妄找死的话 大爷我 熊孩子脸上的笑容立实僵硬了 满脸怒火的盯着楚风说道 你小子说谁蠢 大爷这般聪明绝顶 岂是你这种愚昧的小子能比你的 嗯 的确是聪明绝顶 楚风很赞同的点了点头 伸手摸了摸熊孩子的头说道 聪明的头上就只剩下一根冲天辫 其他地方都没头发了 熊孩子闻言 一个猎妾差点没栽到 脸长得通红 那种憋气的模样 看得楚风等人想笑 而踏檐乌追却在旁边一蹄子 捂着马嘴偷乐不停 大嘴都快裂到耳根子了 小子 你真是个白眼狼 大爷辛辛苦苦帮你的女人 为你揭开地图上的秘密 可是你却恩将仇报 熊孩子满脸怒火 说道 真不知道那张破地图上 藏着什么东西 有必要消耗这么多的心思吗 那是当然 这张地图可不简单 其上有着关于 楚风说到这里突然顿住了 他看到熊孩子满脸的怒火 已经消失 正竖起两只耳朵 等着自己说下去呢 当即便明白了这家伙的意图 先前故意怒火熊熊的样子 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戒备 从而问出地图的秘密 关于什么 熊孩子撇了撇嘴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失望 但脸上却很鄙视的样子说道 你说不出来了吧 不过就是一幅破地图而已 害得大爷消耗那么多的心血 小不点 你就不用白费心思了 就算是告诉你 地图的秘密又如何 你敢进入太古荒域去寻找吗 晴雪终于说话了 如他这般止水般的心境 都觉得看不下去了 嘿嘿嘿 我只是好奇 只是好奇而已 熊孩子一脸兴兴的表情 只要面对情绪 他就像是老鼠见到猫似的 完全变了个人 这不禁让楚风目瞪口呆 好了 说正经的 楚风神色凝重了起来 说道 我准备使用穴道的风水宝树 和情血一起去寻找矿脉 此行非常的危险 先不说 在地下的矿洞中会遇到什么 单单是秦族和太虚圣地的追杀 就让人防不胜防 相信经此一事 他们有可能会寻找到 修炼过天眼神术的人 来推算我们的方位 所以我们就此分道扬镳吧 楚风 此去你可千万要小心 秦族和太虚圣地那些家伙 可不是省油的灯 踏檐乌椎 眼中满寒不舍 而熊孩子则用怀疑的眼神 看向楚风 质问道 巷子 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大矿脉 所以想要偷偷占据所有的资源 而故意支开我们的 楚风听到这话被逗乐了 探手一把将熊孩子拎了起来说道 既然如此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尝尝日夜提心吊胆 被秦族和太虚圣地追杀的滋味 别 别呀 大爷错了 还不行吗 熊孩子顿时就蔫了 能不能找到好的资源矿 还不一定 可是面临秦族和太虚圣地带来的威胁 却是实实在在的 这种没有底的事情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楚风将熊孩子放了下来 接着便拿出三十万斤精致的生命石原液 平均分给蓝心若和踏檐乌椎以及熊孩子 对于他们来说 这相当于百万斤普通石原液的精致品质原液 足够他们修炼到 哪怕是九重天巅峰大圆满了 还有还有呢 熊孩子赶紧将十万斤精致的生命石原液收了起来 留着哈喇子眼巴巴地看着楚风 将手伸到其面前 说道 喝到茶呢 难道不给大爷来两壶吗 楚风文言啪的一巴掌 打得熊孩子一个猎前 说道 你口气倒是不小 动不动就两壶 我们总共就一壶 给你和踏檐的足够你们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大圆满 多余的给你也没用 美的 不就是点茶水吗 不给就不给 至于这么大动干活吗 熊孩子揉着额头 他感觉那里都快被楚风拍出轻薄了 口中骂骂咧咧表示着自己的不满 而踏檐乌椎却在旁边看笑话 好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山谷分开吧 你们以后得小心点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你们与我有关系 否则必将遭来麻烦 楚风叮嘱 接着让晴雪将幽冥古殿收起 四周的场景瞬间大变 清脆苍域瀑布飞流 山泉叮咚 百花在风中摇曳 风景非常的秀丽 离开山谷的时候 蓝心若单独离开了 踏檐乌椎则变化成一头看起来非常普通的马 和熊孩子向着荒城而去 楚风和晴雪则走的另一个方向 他们要开始去寻找新的资源 对于楚风和晴雪来说 目前最难达成的两件事 是找到足够的资源和进入太古荒域 找到杀自绝 前者在拥有足够时间的条件下 还有希望达成 可后者却需要机缘与造化 生死难料 风你说我们现在去哪 你的风水宝树也有些境界了 看看这山川地貌的走势 你觉得附近哪片地域才有可能隐藏着矿脉灵根 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就有些许灵根 不过大都已经枯萎了 楚风摇头叹息 这些时间中 只要有闲暇的时间 他都在研究风水天书 风水宝树较之以往提升了不少 看着这片辽阔的北域土地说道 这里的地貌在喜旧以前应该发生过许多次变化 矿脉灵根在形成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死坏 真是可惜了 我们走吧 北域疆域辽阔无垠 各大势力虽然占据了大片的矿脉 可是对于这片土地来说 也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相信以你修炼风水天书的造诣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能寻找到完整的矿脉灵根 好 我们往那个方向去 楚风手指东南方踏空而行 他的速度并不快 人在空中 眼睛却一直不断扫向四方 观看地脉走势寻找矿脉灵根 可是接连寻找了数日 他们已经照遍了万里大地 却没有找到真正的矿脉灵根 都是些残缺的已经枯萎的 虽然旗下蕴藏着些许生命是原矿 但是对于楚风来说 那点资源是实在是杯水车薪 矿脉灵根南巡 看来各大势力当年在划分矿脉的时候 肯定请过懂得寻矿术的人 否则他们画下的领域不可能藏着那么丰富的矿脉 想来很大一片地域都不会有什么收获了 你不要气馁 我们才寻找了几日而已 矿脉灵根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寻找到了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能寻找矿产丰富的矿脉 即便是各大势力当年请了懂得寻矿术的高人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将有丰厚矿脉的地方全都找出来 我并没有气馁 楚风淡淡一笑 轻轻拉着秦雪的手 并指向某个方向说道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是秦族的矿场 你是想到他们的矿场中去开菜吗 秦雪脸上充满了疑惑 他知道楚风不可能是想去结秦族的矿场 毕竟距离上次结矿场的时间并不久 矿场内根本没有开采出多少矿石来 是的 我们就是要去他们的矿场中 楚风点头 神色逐渐变得凝重 说道 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秦族的某些矿洞中闹要挟的事情吗 秦雪文言 心中微惊 说道 是石金柜的事情吗 正是 楚风的眼中露出光芒 说道 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寻到珍贵的矿脉 很难估计 但想来有石金柜的地方 必然隐藏着不错的石原矿 只是这样的矿洞通常都是寻矿术 传承一脉的大忌 想来他们曾经肯定告诉过各大势力 这样的矿洞不可开采 听到这里 秦雪终于明白楚风的打算了 说道 你认为那些闹妖邪的矿洞 多半被秦族的强者封住了 他们因为忌惮而并没有开采 我们正好可以潜入矿洞中 悄悄开采矿脉是吗 不错 只是我们得确定秦族中没有太上长老镇守于此 倘若有这样的人物 那么我们必须得万分小心 否则很容易被齐看出端倪 楚风说完便与清雪 悄悄悄向着秦族的矿场靠近 隐藏在矿场外观察了整整数日 期间他们等待机会 将秦族的两个巡视弟子给擒了出来 强行搜索他们的神尸海 从中得知了许多的信息 从两个秦族弟子的神尸海记忆中得知 矿场中并没有太上长老坐镇 曾经的确有太上长老来此待过些时日 但后来就返回家族了 有几名精英长老镇守在这里 楚风和清雪将两个秦族弟子的尸体悄悄处理掉 随后施展神变术化身成为他们的模样 无声无息进入矿场内 混入秦族众人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看出破绽 我们等待天黑 大家都休息了后 前往那两个被封印的矿洞看看 有没有悄悄进入其中 而不会引起什么动静的方法 楚风以原神波动与清雪交谈 从两个秦族弟子的神尸海中 得到了许多的信息 只要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楚风和清雪都完全复制在了脑海中 曾经那两个闹要挟的矿洞被封印了 是太上长老亲自出手封印的 此后整个矿场便恢复了正常 没有再出现要挟的事情 然而最近似乎又有些不太正常了 某个矿洞中的矿工们 每日收工出来的时候都显得很不安 但是他们却说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心中莫名的感觉很惊悚 楚风从风水天书上对石金鬼了解颇深 境界高级的石金鬼能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 令人十分不安的气息 它能悄悄渗透到人的心里 却又不会被人发觉 只是会莫名的觉得很不安 很惊悚 秦雪 这次我们或许真的来对了 看来秦族的这片矿场很不寻常 地下面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东西 短短时间内竟然已经发生数次要挟事件 秦族族既然有太上长老出手封印了 却还是有石金鬼的出现 这说明那些石金鬼非常的可怕 我们若是贸然进入其中 恐怕会有危险 秦雪看了楚风一眼 元神波动中透着深深的担忧 由于此刻他们是秦族弟子的模样 表面上却都不能表现得过于明显 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 不过我有件器物正是克制这种要挟的克星 想来应该起到不小的作用 虽然这件器物催动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神能精气 但是我身上还留着足够的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到时候可以一边以此来补充精气 一边催动那件器物 听到楚风这样说 秦雪心中的担忧稍微减少了些 他并没有问楚风口中的器物是什么 事实上 楚风所说的是白玉人面青灯 这件圣器他并没有在秦雪的面前提及过 并不是不相信它 而是忘记了这件事情 白玉人面青灯使用的时候太少了 平时楚风甚至都不记得自己还拥有这样的圣器 只有在关键的时刻 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才会响起来 渐渐的太阳落到了西山下 天边流着一簇簇簇火烧云 将晚霞映得通红 各大矿洞中开采矿脉的工人陆续带着工具 推着矿车从矿洞内走了出来 脸上沾满了灰尘 满是疲累 终于到了傍晚 矿工们陆续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整个矿场也都逐渐安静了下来 只有巡逻弟子们的脚步声 有节奏地在这片空旷的天地间回荡 夜渐渐地深了 楚风和晴雪避过巡视弟子的视线 悄然来到了矿山中 找到了曾经被封印的两个矿洞 洞口早已被尖过的青石封死 旗上烙满了阵纹符传 在月光下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这种阵纹非常的高深 楚风的脸色不仅微沉 毕竟这是由道主境界的太上长老布下的 根本不是他这样的神桥秘境修饰 可以破解的 想要破开这阵门封印进入矿洞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只能领谋他法 楚风蹲下山来 以手指在地面滑动 屡屡风水宝纹没入泥土中 以此来观察附近这片大地深处的情况 果真 如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秦族的太上长老 以阵门将大地深处都封印了 并且将两个矿洞中的矿脉 与其他矿洞中的矿脉隔断 完全的独立了起来 楚风低声说道 在他的脸上却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可让秦族的太上长老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石经轨的邪恶气息能腐蚀这种阵门 已经将阵门封印破开了几个缺口 与某个矿洞中的矿脉相通 而今都快要通向已经被开采的地方了 这么说来 石经轨破开封印的缺口 所通向的那条小矿脉 正是最近几日让那些采矿者心身不宁的矿洞了 情血的眼睛也变得亮了起来 说道 我们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进入矿洞 不能引起秦族人的怀疑 楚风来到最近有些不太正常的矿洞前 微微沉思了片刻 而后说道 相信这个矿洞很快就会出事了 我们时刻注意这里的情况 倘若有要挟事件发生 届时第一时间装着冲进去查看情况 而后故意装着无缘无故消失 向来秦子的人会认为我们是被石经轨吞噬了 只有这样他们的巡视弟子中才能合理的少了两个人 而不引起任何的怀疑 情血点了点头 表示非常赞同楚风的办法 目前也只有这样才能突然消失而不会怀疑 毕竟他们都是假装成秦族的巡视弟子的身份 不能没有理由就不见了 他们悄悄返回了巡视弟子中 虽然有人询问 但随便撒了撒谎就应付过去了 而今楚风和情血等待的是机会 就这样过了数日 那个矿洞中的矿工 每天傍晚出来的时候都是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但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就是莫名的感觉到惊悚 这期间曾有数名秦族弟子结伴进入过矿洞中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他们待的时间不长 所以并没有那么快被石金鬼的阴邪气息近视 自然是感觉不到异常 所以便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精英长老们 数日以来 楚风和情血在秦族矿场中静静等待机会 这里相对来说算得上是非常平静 可是太区圣地和秦族的足地中却是气氛沉宁 混账 简直是混账 秦族家主牙子欲裂 满头黑发根根倒树 如同暴走的黑狮子 散发出的气势暴力无比 经得大殿内众人静若寒蝉 谁都不敢出声 太出真龙体 太可恶了 可恶至极 秦族家主怒吼声声 此刻的他已经不知道要怎样来表达心中的怒火 倘若可以不顾身份 他很想抱粗口 可是身为半神传承的家主 即便是再愤怒也要注意身份 他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如泼皮般 这完全是有一次狠狠打了我们秦族的脸 秦族家主立身在家主宝座前 脸色阴沉 双眼中燃烧着赤圣的火焰 寒声道 向我秦族传承千古 无尽岁月来 虽然有人挑衅 但当敢挑衅者 莫不被我们震杀 已尽世人 可是如今这区区神桥秘境的太出真龙体 却多次算计我们 而你们这群自虚强制的人物可频频上当 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们这些年修炼 是不是将脑子都修炼坏了 大哥息怒 那太出真龙体 虽然接连算计我们秦族两次 但大哥这般动怒实在不值 而且事已至此 我们已然上当 能做的只有尽快派人将其找出来 且是将其擒住 当着天下人的面将是抽筋剥皮 如此便能挽回我们的声誉 秦氏义 家族大殿上没有大哥 只有家主 秦族家主秦氏元脸色阴沉 说道 你身为二家族 是我们秦族的主心骨之一 关乎秦族声誉的事情 也应该尽到责任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处理 希望能尽快办妥 不要拖得太久 家主放心 我必将此事办妥 秦氏义被秦氏元责怪 脸色本来有些不好看 但听到这样的话 嘴角不仅露出一缕冷笑 说道 想要挽回秦族声誉 最好的办法是让同代人物 震杀那太出真龙体 这样才能让世人明白 即便是不依靠老辈强者 我秦族依旧有人可以力压那不可一世的真龙体 第四百六十九期 哦 不知道你准备让谁去 家主秦氏元眼中带着些许疑惑 大殿上的太上长老们也都将目光投向秦氏义 其中一名精臭的老者说道 二家主 莫非你准备让秦儿去对付那太出真龙体 正是 秦氏义点头 一脸胸有成竹的模样说道 想那太出真龙体修炼时日不长 虽然天资惊艳 修炼速度极快 很可能已经达到神桥秘境后期了 但小女秦秦自十年前历练回来闭关至今 境界一大神桥巅峰 对付太出真龙体绰绰有余 嗯 家主秦氏元文言微微合手说道 秦氏是我们秦族当代三天骄之一 天资超绝 而今既然已经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 要对付太出真龙体的确不是难事 既然如此 老二啊 你就让秦儿出关 即刻前往荒城 家主放心 区区太出真龙体 他敢这般挑衅我们秦族 只是自行死路而已 当真以为 懂得些隐匿之术就能安然无恙了 我这就命人去寻找懂得天眼神术者 几时让他助秦儿以彼之力 秦族的人在安排如何对付楚风的时候 太虚圣地中更是一幅鸡飞狗跳的画面 神日封上的太虚圣殿前 太虚圣主刚刚得到消息 五千万斤生命是原野 竟然被他恨之入国的楚风给骗走了 这让他的怒火瞬间冲破了头顶 满头黑发都炸开了 太出真龙体 本圣主要将你碎尸万断 太虚圣主仰天咆哮 滚滚声波蕴含大道神能 如绝堤的海浪般涌向石方 席卷这边天地 瞬间将方圆数十里内所有的飞鸟 都坠下了天空 走兽浮浮在地惊恐不安 其余山峰的人听到这样的声音 也都惊骇莫名 他们能听得出圣主的声音中 充满了滔天的怒火 蕴含恐怖的大道神能 相距甚远 都让他们感觉双耳嗡鸣 各脉主侍者 送来太虚圣殿 本圣主要事与你们商议 太虚圣主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圣地 在这片天地中不断回荡 久久不绝 他立身在太虚圣殿 大门前的阶梯上 一身金色的衣袍 烈烈声响 满头黑发蓬飞 脸色黑如煤炭 双眼喷火 完全就是一副暴走的状态 五千万斤精致品质的生命 是原意 对于太虚圣地来说 是比非常巨大的数目 太虚圣主的心中 本来就在滴血 可一想到楚风 他的心中便充满了 无尽的杀鸡 最后做出了交换信息的决定 本以为这次一定能擒住楚风 然后将其折磨致死 以泄心头之恨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不但没有杀了楚风 反而将海量的资源 双手奉上 想到这里 太虚圣主只觉得体内 气血逆冲而上 扑地喷出一口浓血 他与楚风之间的恩怨太深了 堂堂圣主 多次想要置楚风于死地 可是每次都没有能占到便宜 郁闷地差点再次吐血 想到那晚 楚风拿出苏曼的内衣 满脸轻浮浪荡 秀着内衣香味的神态 太虚圣主身躯猛颤 连连可喜 眼神更是阴冷的吓人 他双手紧紧握拳 指鼓啪啪声响 森冷的杀意几乎化为了实质 显露于体外 刷刷刷 各脉山峰的强者破空而来 相继降落在太虚圣殿前 看着圣主这种暴走的姿态 与阴沉的脸 他们心中惊讶 面面相觑 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圣主 究竟是何事让你如此动怒 将我们招来太虚圣殿 莫非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冷月风风风主淡淡地说道 声音虽然很冷漠 但脸上却带着些许惊讶 她是个看起来三十余岁的成熟女人 生得非常的美丽 体态鲜柔 玲珑有致 太虚圣主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眼角和脸颊上的肌肉齐齐抽动 她转身走向圣殿内 一下子坐在圣主宝座上 而后 以压抑着怒火的冰冷语气 将得到的消息详细说了出来 什么 竟有这样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 难道就连那个太上长老 都看不出处风的真身与化身吗 而且他的变化之术真有那么神奇 可以逃过道主尽强者的法眼 这个叛逆真是胆大妄为 竟然敢以这样的方式来算计圣地 不得不说 此子几谋过人 竟然能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取得修炼资源 不过他敢算计我们太虚圣地和那秦族 完全是自寻死路 天下再大也都不会有其容身之处 圣殿中众强者相继出言 大部分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皆怒火腾腾 只有冷月封主比较淡定 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变化 我们太虚圣地如果连个叛徒都不能清理 使必会被天下人耻笑 太虚圣主的脸色阴沉如水 眼角跳了跳说道 这次秦族肯定也是怒火冲销 或许已经派人前去寻找楚风了 而我们也要抓紧时间 千万不能让楚风落入秦族的手中 到时候倘若楚风被秦族所杀 那么我们的颜面将再也难以寻回 圣主所言极是 想要重新树立圣地的身危 必须要诛杀掉楚风这个叛逆 否则会让人耻笑我们圣地无能 连个叛徒都清理不了 此事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毕竟秦族对那楚风也是志在必得 我们必须要在秦族之前找到楚风 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将楚风擒走 太虚圣主沉着脸思考了片刻 说道 你们让些长老前去寻找懂得天眼神术的人 让他们帮助寻找楚风的下落 那楚风只是踪迹难寻 实力并不足为虑 其余的人准备前往神城 时刻注意九龙山脉的动静 我们这冬域怕是要变天了 是啊 这冬域的确是要变天了 听说九龙山脉内那些古墨生物的活动 越来越频繁 这么多的时代过去了 没想到会在这一世让我们遇上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秦族和太虚圣帝暴怒 都要在第一时间找到楚风将其擒杀 而楚风算尽两大势力的事情 不知道为何已经泄露了出去 此事在荒城内疯传 并且很快就传到了东域 然后传到南域和西域 整个东方神州各大城池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短短时间内 让太初真龙体的声明赤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想不到那楚风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呢 听说前不久 他才杀了太虚圣帝和秦族的精英护法 将其头颅钉在城墙上并留自挑衅 当时谁都不理解他为何要这么做 看来只是想激怒两大势力 以达到他获得更多资源的目的 有勇有谋 当代真龙体倘若不死 将来必然会成为非常可怕的强者 想活下来恐怕不容易 秦族和太虚圣帝接连吃了爆亏 他们岂能放过那楚风 圣帝和半神传承的手段不可想象 真正激怒了他们 莫说神桥秘境的太出真龙体 就算是道宫境界的太出真龙体 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 谁能说得准 自从太出真龙体血脉暴露以来 不知道多少人想要杀他 秦族和太虚圣帝也多次动手 可最后那楚风还是活得好好的 非但没有损伤不说 还从圣帝和秦族那里 得到了巨量的生命是原意 也是 那楚风每次都如昙花一现 而后便销声匿迹了 太虚圣帝和秦族能否找到他的踪迹 都是个问题 想要杀他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这种血脉加上本身的天资 时间拖得越长 就越南奈何得了他 你们想想这才多少年 他就从当年的小修者成长到了目前的境界 连精英护法在其面前都不够看了 再过些年约 恐怕一般的长老都奈何他不得了 荒城 神城 等等各大城池中人声顶飞 街道上 茶楼 酒室 等这些人来人往的地方 不知道多少的人在议论 几乎全都是关于楚风的话题 而今的他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喜欢议论的话题 楚风挖坑从太虚圣帝与秦族手中获取巨量生命石原液的消息传开 整个东周大地都沸腾了 人们听闻这个消息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太虚圣帝和秦族 可是顶尖大势力 他们雄霸一方 谁敢这般坑他们 再者 圣帝和秦族中强者如云 竟然没有人能看出楚风的目的 从而让其计谋得逞 议论楚风之余 人们不禁也谈论到了太虚圣帝和秦族 言语之间多少带着些许嘲笑 几乎都在说堂堂圣帝和半神传承秦族 竟然会栽在一个神桥秘境的太厨真龙体手上 这样的议论声传到太虚圣帝和秦族人的耳中 让他们的脸色非常的难看 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丢人了 声威大死 秦族和太虚圣帝派出强者前往北域荒城 势必要将楚风擒杀 他们甚至派人四处找寻懂得天眼神术者 欲借助天眼神术来推算楚风的位置 就在两大势力的人一边寻找楚风的下落 一边寻找天眼神术者的时候 楚风和秦雪化身为秦族的弟子 正待在秦族矿场内静静等待进入矿洞的机会 时过数日 那个矿洞中出来的矿工们更加的忐忑了 事实上 他们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阴暗的晦气 原神和生命精气早就被石精鬼的气息浸食了 这日下午 天上的太阳落到了西边 天地间一片火红 又到了黄昏时分 各个矿洞中的矿工们都相继出来了 可是那个矿洞内的矿工们却没有动静 守在矿洞外的秦族弟子们大声吆喝 但是里面仍旧没有半点回应 这不仅让他们的脸上露出惊疑的神色 可是却没有人敢进去查看情况 啊 突然 矿洞深处传来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叫声 尖锐而断促 让人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似乎有一股妖邪的寒光从矿洞深处吹了出来 守在洞口的几个秦族弟子 顿时变色 灯灯灯连退好几步 而其余矿洞的矿工们听到这样的声音 吓得都颤抖了起来 99号矿洞闹要挟了 里面的矿工早就说过感到惊悚与忐忑 结果秦族的人不相信 没想到真的出事了 秦族的矿场看来是待不下去了 正点生命是原意 不能将命都搭进去呀 矿工们议论纷纷 围着99号矿洞 脸上充满了惊具 秦族的弟子们脸色很难看 当中有人快速离开 去请长老去了 我们进去看看 这时候楚风和秦雪走了出来 也不等秦族的其余人回应 他们直接冲进了矿洞 你们小心 秦族的弟子们在洞口大声说道 有几人甚至想要阻止 但是楚风和秦雪的动作太快了 瞬间就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 矿洞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黑暗幽深的矿洞 等待着两个进入其中的秦族弟子带出消息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人们谁都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气氛静谧的诡异 因为楚风和秦雪已经进去很久了 至今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百七十起 喂 你们没事吧 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了 一个秦族弟子在矿洞口大声喊道 他的话语刚落 急促的破空声自矿洞深处传来 一节血淋淋的东西飞了出来 差点砸到那个弟子的脸上 他伸手一把将其抓住 顿时脸色大变 这节血淋淋的东西是人的手臂 完全是被生生撕裂下来的 触目心惊 发生什么事情了 人群外传来洪亮的声音 几名老者连妹而来 最前方的是一名精英长老 后面跟着三名普通长老 回禀长老 先前有两位家族弟子进入矿洞中查看情况 结果一去不复返 胡闹 闹要挟的矿洞 岂是你们这些神闻秘境的弟子能进去的 简直就是去找死 精英长老脸色有些黑 他向着身边的某位长老示意 说道 你一进去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秦族这片矿场 已经接连出现好几次要挟事件 这种事情不知道多少年没有遇到过了 两个进入其中的弟子 多半已经遇害了 一名灰衣长老走了出来 而后静直走进了幽深黑暗的矿洞中 大约过一刻钟 他便出来了 脸色又去发白说道 两个家族弟子失踪了 没有他们的尸体 而那些矿工全都被血食了 满地都是残碎的尸骨 我非是来自以前那两个矿洞的妖邪 精英长老面色沉默 说道 若真是这样 能突破太上长老的封印 可见那妖邪之物何等可怕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个矿洞 精英长老说着 便施展神通 将神文与道传打入洞口 将矿洞给封印了起来 并且拿出几个早已刻好阵文的阵机 将其埋在矿洞周围 矿洞被封印 里面更加的黑暗与幽深了 矿洞的最深处 是个开采出来的洞府 处风和晴雪隐藏在虚空中 瞒过了那个进来查看的长老的眼睛 洞中虽然非常黑暗 可是却影响不了处风和晴雪的势力 他们仔细打量这里 除了四面的洞壁和地上的残碎尸体外 好像并没有异常的地方 然而 这些矿工惨死于此 这便足以说明 此处远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石金柜到底是从何而来 这里根本没有别的出口 处风感到疑惑 仔细观察着四周 就在他和晴雪经衣不定的时候 左边的洞壁突然蠕动了起来 刷得绽放出血光 一股阴邪而惨烈的气息弥漫开来 那洞壁血光绽放并快速蠕动 一道通体血红的身体自洞壁上显化了出来 生着两只绿幽幽的眼睛 上半身似人类 但是却没有腿 只有一条尾巴 石金鬼 楚风转头看了晴雪一眼 以原神传声说道 想不到石金鬼还懂得这种幻化之术 天书上并没有提到 石金鬼以绿幽幽的毛子扫射这片矿洞 身上的血光逐渐淡了下去 露出的是一根根血色的长毛 看起来非常的瘆人 而之前的那面洞壁上也出现了一个通道 非常的幽深 不知道通往何处 果真有通道 向来应该是与曾经闹要挟的矿洞相连 并且应该还通向石金鬼的巢穴 楚风以原神传音 眼眸紧紧盯着浑身长满红毛的石金鬼 石金鬼在矿洞内扫射了几遍 随后便进入了洞道中 楚风和晴雪赶紧跟了上去 不知道跟了多远 他们发现跟着这个石金鬼接连过了几个矿洞 跟着跟着 前方的洞道突然变得开阔了起来 隐约中 楚风感受到龙脉的气息 这个幽深黑暗的洞道中竟然有龙脉气息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震惊 同时也有些激动 石金鬼依旧在前方快速移动 他并没有发现隐藏在虚空中尾随而来的楚风和情绪 不知道过了多久 洞道的前方突然有了暗淡的光线 当楚风和晴雪跟着石金鬼走到洞道的尽头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异常的吃惊 这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山洞 里面内蕴乾坤 隐约间可以看到天地间的雾气沉浮时 逐渐凝聚成龙形在空中穿梭 这个山洞太大了 就像是一片小天地 昏暗的光线下可以看到中央有所古老的建筑 都已经坍塌了一般 但是里面却有恐怖的气息一出 想不到大地之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楚风露出金色 和晴雪继续跟着那个石金鬼 发现他竟然是静止向着那古建筑而去的 靠近古建筑上有千米的时候 晴雪突然停了下来 并且拉住了楚风的手臂说道 我们不能再继续前行了 那古建筑中的气息非常的危险 应该还有更强的石金鬼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着一窝石金鬼 楚风低声说道 而后开始大量四方 和晴雪在这片地狱中仔细查看环境 他的脸上很快就露出了激动 说道 这里是龙脉之地 大地深处有大龙脉 我已经感受到了精纯的龙脉精气 风 你看那边 晴雪的脸上也露出些许激动 伸手指向远方如卧龙般的山脉 楚风的双眼顿时变得如神灯般璀璨 他赶紧施展风水宝树 瞳孔内有风水宝纹交织沉浮 脸上的神色越来越惊讶 越来越震撼 这怎么可能 楚风轻声自语 此刻的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吧 楚风和晴雪向着那座卧龙般的山脉而去 当他们来到山脉前的时候 感受到有精纯的生命精气自山脉内部溢出 这种精气 闻之让人浑身毛孔结张 舒泰无比 你快用风水宝树看看 这山脉下是不是有高等的矿源 楚风压制心中的震撼与激动 深深吸了口气 开始演化风水宝纹 他在地上刻下繁复的纹痕 不断没入大地深处 而他的神色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激动 身体都抖动了起来 这是风水天书上提到过的龙脉矿源 不但有了大量的高品质生命石圆框 很有可能还凝聚出了龙碎 说到这里 楚风似乎想到了什么 说到 看来当年给秦族选择矿区的人 也是有些本事的 虽然未能看出最关键的地方 但却将这大片区域划分了下来 经过多年的开采 秦族的矿场逐渐向着这里移动 倘若我们今日未能发现这里 将来肯定会便宜秦族 就算是这里的石经轨也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怎么办 古建筑物中肯定有大量的石经轨 我们若是贸然开采 定会惊动他们 来 楚风拉着晴雪 走进卧龙般的山脉中 不多时便寻找到了一个矿洞 说道 石经轨作用这样的龙脉矿源 自然不会浪费 他们早就在享用美食了 我们从这里进去 短时间不会被发现 进入矿洞后 楚风沿途不断在地上 与石壁上刻下风水保温 交织成繁复的图案 烙印在大地中 矿洞内 到处都散落着失去生命时原液后的精石皮 那些精石皮如水晶般透明 没有半点杂质 可见这里的石原矿是何等的珍贵 楚风和晴雪顺着矿道一路走向深处 精石皮散落满地 随处可见 而道洞两边的洞壁上 时也能看到一块块生命时原矿 这里的矿产太丰富了 土石与矿石各占一半 若是将其完全开采 不知能得到多少高品质的生命时原矿 这里的矿源与龙脉相连 想来曾经跟随着龙脉移动 否则万古岁月来早就被人找出来 并开采掉了 楚风轻声说道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倘若不是因为龙脉的缘故 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大矿脉 这条矿洞很深 几乎通到了山脉的中心地带 楚风和晴雪不禁开始担忧了起来 石精鬼倘若只是想食用 生命是原矿 根本没有必要开凿如此深的矿洞 可是矿洞却直达山脉中心 据天书记载 这样的矿脉中心很有可能 运生出神经原液 看着矿洞如此深 神经原液很有可能 已经被石精鬼取走了 或许这里根本就没有 运生出神经原液 就算是神经原液真的被石精鬼取走了 也没有什么 目前你最需要的是资源的量 这样的矿脉 无瑕品质和完美品质的 生命石原液也应该不少 完全足够了 是的 神经原液可遇不可求 这些都要讲究机缘与造化 事实上我也用不着神级的生命石原液 哪怕是普通品质的 只要量充足就行了 楚风和晴雪一边交谈 一边向着矿洞深处走去 一路上看到许多的红毛 绿毛 黑毛 全都有两寸长 散落在那些破碎的金石皮四周 非常的瘆人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矿道的尽头光亮透射了过来 隐约间 楚风和晴雪看到了一片宽阔的山洞 显然那里就是矿道的尽头了 就在楚风和晴雪 刚刚从矿道中来到尽头的山洞内时 左右两边突然传来吏吼声 一红一律两道身影 快速扑杀了过来 阴邪而惨烈的气息迎面而来 一道道凌厉的找风 痴痴痴割裂了空间 楚风心中微惊 没想到这里竟然隐藏着石金鬼 他骤然转身 紫金色的拳头如神日般璀璨 扑得打碎了虚空 迎向找风 视同破竹般击在了石金鬼的爪子上 鲜血历时击射了出来 另一边 晴雪眼神冷烈 病指如刀 刷得斩出一道剑气 直接将那个石金鬼从中劈开 内脏哗啦啦流了一地 嗡 两个石金鬼被击杀 他们先前藏身的地方 历史有密集的神闻浮现了出来 伴随着冲天的神光 将整个山洞都照得透亮 不好 晴雪脸色微变 说道 阵闻触发 古建筑中的那些石金鬼 肯定已经有了感应 很快就会前来这里 楚风蹲在红毛石金鬼面前 看着这具令人生畏的尸体 镇定地说道 无妨 我早就已经不知妥当 担心会被石金鬼发现 沿途布下了风水保温 即便是他们能闯进来 但想要来到这里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阵闻持续闪耀 光芒收敛时洞中漆黑 光芒闪耀时洞中一片通明 楚风的眸光 刹那间盯住了山洞中央的深坑 在那里有一条石雕的真笼 矗立在坑中 龙手昂丽 威严霸气 这里怎么会有石雕的真笼 楚风满脸惊讶 他看了看情绪 而后快速走进真笼石雕 说道 我可以肯定 这石雕绝非天然形成 绝对是人为的 这样的发现实在太惊人 真笼为禁忌的物种 世人极之 所以这世间没有人会雕刻龙形 而这里竟然出现了真笼石雕 由此可以想到 此石雕有可能来自那久远到不可追溯的时代 那是 楚风和情雪顺着真笼石雕的龙手往下看去 在盘着的龙尾处看到了几条晶莹剔透的小真笼 通体如玉碎般晶莹剔透 一处浓烈的生命精气与法则气息 龙髓 是龙髓 楚风激动的惊呼了起来 没想到真的有龙髓 这可是天地间的奇真 对他目前的境界来说有着巨大的帮助 看来我们运气真的很不错 情雪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说道这里早就被石精鬼发现 但是他们却没有动龙髓 只是派两个石精鬼守着 否则的话这龙髓早就不存在了 第471集 龙髓是因龙脉而运生出的精华 倘若取走了这些龙髓 这里的龙脉支气就会变弱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那些石精鬼肯定是担心取走龙髓 会影响到这里的矿脉 所以才让我们有了这等机遇 楚风说着 同时伸出紫金色的手掌 快速将三条真龙形状的龙髓 拘在手中 至于半生青铜中内 接下来他与情雪 仔细大量煽动四方的石壁 在漆上看到了许多矿石精疲 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 就在这里开始开采吧 拥有足够的资源后 便赶紧离开 那古建筑中的石精鬼 不知道要比先前 被我们击伤的强大多少倍 最好能在他们赶来之前 找到另外的出口 咔嚓 楚风手持龙蚊黑毛 运转神能与血气 灌注到毛身上 用以开采矿石 龙蚊黑毛风日异常 切洞壁如切豆腐般 石头与泥土素素而落 一块桌子那么大的矿石 很快就被挖了出来 唰唰唰 楚风阵壁极灰 龙蚊黑毛的毛间 蹦出道道紫金色的芒 不断切割着洞壁 与此同时 他将手掌贴在 刚才开采的矿石上 运转神能渗透到其中 凝聚那些生命精气 顿时 碧绿色的光芒 刷得透视了出来 将整个山洞 都映成了绿色的世界 充满了勃勃生机 精纯的生命精气 让楚风浑身舒态 毛孔结张 完美的生命是原意 楚风大喜 没想到 随手开采出来的 竟然都是完美品质的 这条大矿脉的中心 果然不凡 高品质的矿 全都汇集于此 轰隆隆 就在楚风和晴雪 快速开采 生命是原矿的时候 惊天动地的轰响声 自洞道中传了过来 整个山洞 都摇颤了起来 隐隐约约间 还能听见 声声龙吟 矿道中 一只紫色毛发的石精鬼 带着大批的石精鬼而来 一双双绿幽幽的毛子中 充满了阴邪与残忍 他们想要赶往矿道深处 可惜的是 矿道中 又倒到龙脉之气 自大地中冲出 阻挡了他们的前路 有一只石精鬼躲避不及 甚至被龙脉之气贯穿了身体 当场四分五裂 瘟 矿道中 每隔几十米 便有一片繁复的图案浮现出来 其中烙印的全都是风水保温 沟通了地下的龙脉之气 使其不断贯穿而出 惊得那些石精鬼连连退避 紫色毛发的石精鬼 寄出一颗漆黑如墨的珠子 将其抛向风水保温图案上方 珠子沉浮 垂落屡屡思涛 渐渐地将那些龙脉之气压制 石精鬼靠着黑色的珠子 不断向着矿道深处而来 但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毕竟越到深处龙脉之气就越强 即便是使用黑色的珠子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压制住那些龙脉之气 此刻 楚风和晴雪正在疯狂开采矿石 他们已经将洞壁上 开采出数百米的洞道了 得到的生命石原矿 全都置入了半生青铜中内 其重量难以估计 风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没错吗 没错 这个方向的山脉 应该是最薄弱的 希望布下的风水保温 能抵挡得住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打通山脉 找到出路 楚风和晴雪 挖洞采矿两不误 来时的路也不能返回了 想要离开这里 必须要挖出第二条通道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开采的矿石越来越多 在半生青铜中内 都堆积成了一条山脉 难以数计 这些矿石内的生命精气 并未凝聚出来 所以不知道什么品质的 但即便是最普通的品质 如此巨量的石原叶 也足够楚风修炼到神桥秘境 第九重天了 就这样足足过了两日 楚风和晴雪 已经开采到足够量的生命石原矿 他们终于将山体给打通了 而那些石精鬼 也终于突破了风水保温沟通的 龙脉精气 到达了矿洞深处 发现龙脉消失 再看着洞壁上的另一个矿道 紫色毛发的石精鬼 发出尖锐的利吼声 那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一群石精鬼 快速进入了楚风和晴雪 开出的矿道内 而楚风和晴雪 此刻却已经离开了矿脉 静止向着古建筑而去 里面真的没有任何蛰伏的气息 看来那些石精鬼 全都去矿脉中了 楚风的嘴角露出一缕笑容 他与晴雪快速潜入了古建筑内 楚风和晴雪 在古建筑中仔细寻找了一番 本以为会有不小的收获 不曾想里面没有半点的资源 这不禁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 莫非龙脉矿源内 真的没有运生出神经原液不成 楚风满脸疑惑 他来古建筑中的目的 就是想看看能否找到神经原液 然而 这里不但没有神经原液 就连完美品质的生命石原液 都没有 就在楚风和晴雪 惊疑不定 准备再仔细寻找一次的时候 远方传来了疯狂的力吼声 如夜宵在咆哮 一群石精鬼 在紫毛石精鬼的带领下 快速而来 气息残忍而疯狂 道主经济的石精鬼 我们快走 楚风脸色骤变 紫毛石精鬼的气息太恐怖了 完全可以和那些半神传承的 太上长老们媲美 他拉起晴雪 快速冲出古建筑 向着来时的动道而去 两个小小的人族修者 你们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紫毛石精鬼传出原神波动 他在后面脊椎 距离不断拉近 就凭你们这样的修为 也想活着离开吗 动龙脉龙髓 毁我矿脉 你们万死也不足以谢罪 楚风转头看去 只见浑身长满紫色毛发的石精鬼 越来越近了 若是再拉近些距离 便在其攻击范围内 将会非常的危险 危急时刻 楚风的眼眸中浮现出风水宝纹 双眼变成了阴阳二色 不断扫视着动道四方 不多时他突然停了下来 说道 晴雪 你从这里开始向上开辟动道 此处的位置应该是秦族矿场的外围 紫毛石精鬼带着大量的属下 追到楚风和晴雪的身后 看到他们正在运用神通轰击洞壁 绿油油的毛子中不仅露出些许金色 说道 想不到你们倒是有些手段 居然能看出这里没有阵门封印 想要轰出动道顿走 晴雪不要理会他 抓紧时间开辟动道 楚风背靠晴雪面向一群石精鬼 整个心神都紧绷了起来 但表情却很镇定 说道 这龙脉矿源应该没有被人开采过 想来里面定然运生出了神经原液 是不是被你们藏起来了 领头的紫色石精鬼文言不禁正了正 但脸上很快就露出凝笑 两颗尖长的獠牙露出嘴唇 泛动着森冷的寒光说道 你这小小的人族修者 死到临头竟然还惦记着神经原液 俗话说 死也要死个明目 我来此本就是为了神经原液 自然希望知道它究竟是否存在 楚风的脸上故意露出激动 心中却暗暗一惊 早就猜测这里多半运生出了神经原液 可是却没有找到 看来真是被这些石精鬼给藏起来了 嘿嘿嘿嘿嘿嘿 紫毛石精鬼仰天大笑 声音尖锐刺耳 如金属魔洞 笑臂抬手指向楚风 手指甲乌黑肩长 说道 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目 神经原液珍贵无比 自然被我们收藏起来了 岂是你这种小小的人族修者 能找到的 现在你们就等着成为我们的血石吧 紫毛石精鬼说完 伸出鲜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其身后的石精鬼各个蠢蠢欲动 但最终只有两个红毛石精鬼走了出来 他们如幽灵般沉浮在空中 瞬间扑杀向楚风和晴雪 你是让他们来找死吗 楚风故意装出硝狂的姿态 挥动手臂打出掌指全印 但却并未动用几分实力 只是刚好将两个红毛石精鬼抵挡住 并且与其缠斗了起来 轰 枪 楚风的拳掌 不断与两个红毛石精鬼的掌盲对碰 神能相击爆发出闷响 掌印与拳印 击在掌盲上铿枪刺耳 如金属交击火星四溅 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 两个红毛石精鬼奈何不了楚风 只是将他的衣衫抓裂了几刀口子 不过楚风看起来已经是显向还生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葬身在石精鬼的立照下 嘿嘿嘿嘿嘿嘿 不知死活的人族修折 就凭你这样的境界 还敢前来盗取龙髓与神经原液 你是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 天要闯 现在的人族修折是越来越无能了 我们这些要挟是不是也该重回大地了 已如今这些人族的能力只能成为我们的血石 漫长的岁月以来 人族连圣人都难见到 真是没落到了极致 就说那半神传承秦族 其太上长老也没有什么手段 其部下的封印被我们轻易破解 想来不用太长的时间 我们真的可以离开这冰冷黑暗的大地了 石精鬼们纷纷已传出原神波动交谈与议论 看着楚风在两个红毛石精鬼的攻击下 现象还生 他们的脸上近期充满了凝笑 各个号整以侠等待着看到 这个人类被开长破度的画面 然而 他们期待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两个红毛石精鬼攻势虽然异常灵力 身形如暗影般快速闪耀 不断向楚风发动攻击 但楚风每次都能在最后关头躲避或者化解 嘿嘿 领头的紫毛石精鬼冷笑一声 绿悠悠的双眼中绽放着射人的光芒说道 闲些被你给蒙骗了 人类真是狡诈的生物 下时 这是怎么回事 黑毛石精鬼疑惑地问道 紫毛石精鬼绿眼微眯说道 这个人类修者非常的狡诈 其实力明显强于对手 却故意装着险象还生 不过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让那个女修者能开拓出动道而已 卑鄙的人族修者竟然打着这样的算盘 一名黑毛石精鬼眼中蹦射出 孙寒的忙 骤然盯住了楚风说道 你的如意算盘 恐怕要落空了 是吗 楚风心中微沉 虽然他已经伪装得非常的好了 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 紫毛石精鬼的法眼 既然已经被看破 便也没有什么好装下去的了 体内的血气骤然加速运转 轰隆隆如长河奔涌 嗡 一记赤圣的全光 如浓缩的烈日贯穿长空 霸绝的力量 使得四方空间都嗡鸣了起来 还未临身 便让那个被锁定的红毛石精鬼 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 红毛石精鬼想要躲避 但已经是来不及了 仓促间施展着神通 也被紫金色的拳印崩开 整个头颅被拳印声声击爆 鲜血飞溅 临死的瞬间 他发出凄厉而尖锐的惨叫声 其惨叫声还没有消失 楚风再次阵地出拳 有一道如浓缩的神日的拳印 贯穿长空 扑地将第二个红毛石精鬼的头颅打爆 紧接着一掌印向其身体 将其整个身躯都崩成了肉泥 狡诈的人族修折 你敢杀我的属下 黑毛石精鬼大怒 眼中冷光暴射 身形一动就要扑杀上去 且慢 紫毛石精鬼突然制止了黑毛石精鬼 说道 一时半会儿 他们无法离开这里 不必急于一时 第四百七十二集 话落 紫毛石精鬼将绿悠悠的眸光 转移到楚风的身上 说道 想不到你竟然拥有这等手段 着实让本座吃惊 区区神桥秘境八重天 却能抬手镇杀 神桥秘境九重天巅峰的对手 下时 您说这个狡诈的人族修折 只有神桥秘境八重天 那些黑毛石精鬼充满了惊讶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道 属下等人无法看穿这个人族的境界 以为他至少也是神桥秘境巅峰大圆满 没想到他竟然能跨街 秒杀对手 我们石精鬼一族 自诞生以来都以生命是原业为食物 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很强大 同阶中足以秒杀普通的人族修折 今日却被低境界的人族修折 可见他必然是同杰王者 下时 您的意思是 面前这个人族修折是骨穴体质 黑毛石精鬼们的眼神充满了炽热 嘴角逐渐溢出了哈喇子 看楚风的眼神就像是饥饿野兽 见到了丰富的美餐似的 不错 骨穴正是我们的主上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人类对于我们来说 拥有很大的价值 最好是能将其生擒 以活体来抽取精血 楚风背对着情绪 静静地听着石精鬼们 以原神波动交谈 他知道这些家伙 没有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而使用原神波动 明显故意让他听到 多半是想看到他恐惧的样子 对于这样的话语 楚风没有什么反应 而今他和情学最需要的是 足够的时间来开辟动道 只要冲出了大地 去到了外面世间 这些石精鬼就不敢再追出来 人足修者 算你走运 本来你立刻就要血溅于此 但因为你是骨穴体质 所以我们暂时饶你性命 只将你生擒 一名黑毛石精鬼 转身看向楚风 绿色的眸子中闪穴 闪穴着冷悠悠的光芒 想要生擒我 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 就凭你神桥秘境的境界 真敢口出狂言 黑毛石精鬼动了 其身体突然冲天而起 指甲漆黑肩长的双手连连挥动 满天的爪盲 刷刷刷向着楚风攻来 这些爪盲在半空中 便为屡屡神闻疯困四方 有的甚至变成了绳索缠绕而来 楚风心中威力 明显感觉到了大道气急在流转 深知对手定然是道工境界修为 面对这样的敌人 他完全无法以自身的修为去抗衡 那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眼看那些神闻就要将四方疯困 神闻交织的绳索 也即将缠绕到楚风的身上 危急关头 楚风的双手突然在身前结印 食指快速变化 屡屡纹痕闪耀 瞬间交织成一幅图案 烙印在脚下的大地中 刹那间 大地下传出嘹亮的龙吟 一股龙脉精气瞬间冲了出来 如大龙般冲销而上 滚滚精气澎湃 一下子就将石精鬼的神闻大道给冲溃了 并且险些击中其身体 黑毛石精鬼暴退 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 可以看出它是心有余悸的 感受到龙脉精气的能量 身体都还在颤抖 你竟然能操控大地龙脉的力量 所有的石精鬼都感到震惊 特别是那个紫毛石精鬼 似乎明白了什么 冷悠悠盯着楚风说道 我还在疑惑来这里的时候 遇到那些龙脉精气是怎么回事 原来都是你事先布下的手段 没错 正是我布下的手段 在这样的龙脉之地 即便你拥有道主竞技的修为 想要对付我们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紫毛石精鬼满脸凝笑 声音尖锐刺耳 说道 你当真以为可以操控这些龙脉精气 就能与本室抗衡了吗 你们这些人族修折还真是天真 那你就来试试 楚风不再多言 双手快速捏动风水宝树的印诀 一缕缕风水宝温交织成图案 不断烙印在脚下的泥土中 这里的山体都隆隆摇颤了起来 大地下像是有条真笼在穿梭 嘣 紫毛石精鬼以能量大手探来 一把抓向楚风 然而一道龙脉精气自大地上冲天而起 直接将其能量大手给崩灭 刷 紫毛石精鬼施展神通 演化出一柄紫金色的剑 锋利无匹洞穿虚空再次杀来 楚风眼睛微眯 这柄紫色的剑散发出的气息非常恐怖 远远强过刚才的一招 他快速操控龙脉精气 数条大龙自大地下贯穿而出 航得发出嘹亮的龙吟声 铿锵声中不断冲击在紫色的剑体上 紫色的剑依旧向着楚风逼来 每道龙脉精气只能让其短暂停止而已 直到第七道龙脉精气击中剑体 紫剑方才被震飞出去 而这时候剑锋距离楚风的眉心不过半尺 可算是显直又显 如果你只能操控这些龙脉精气 今日注定要成为本尺的俘虏 解释本尺将你的精血献给主上 主上大月必将给本尺厚赐 紫毛识经轨仰天大笑 满脸春风得意的神色 完全将楚风当作了囊中之物 楚风冷眼看着紫毛识经轨 看着其脸上的得意与自信的表情 嘴角逐渐泛起摸冷笑 风 你再坚持一刻钟 一刻钟后我们就能出去了 清雪的声音传入楚风的耳中 他已经开凿出了近万米的洞道 而楚风也在战斗中跟着后退了近万米 一刻钟 你们连实习时间都坚持不了 紫毛识经轨冷笑连连 他快速捏动法觉 演化出神通紫剑 这次不是一柄而是竖柄 每一柄紫剑的气息 都不会比先前那柄紫剑弱 树柄紫剑贯穿虚空 直取楚风的四肢与心脏 速度快若流光 大地下传来嘹亮的龙吟 道道龙脉精气冲天而起 不断冲击着那些紫剑 但却只能稍微抵挡其攻势 紫剑太多了 楚风能同时操控到龙脉精气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越发的危险 眼看他就要伤在紫剑下 而紫毛识经轨的脸上 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其余的石精鬼更是好征以暇地看着 就在这时候 楚风的天灵盖中突然冲出一道清光 一盏白玉人面青灯显化了出来 在他的头顶上空沉浮 灯芯像是人口中吐出的舌头 一点如豆的灯火明灭不定 溢出一股纯正的大道契机 嗡 树柄子剑微微一颤 而后继续杀来 其中一柄只取清灯的灯芯 今日让你们这些妖邪 见识见识到家清灯的威能 楚风长啸 双手快速打出风水宝温 不断烙印在大地中 地面隆隆摇颤 膝下仿佛有无数的大龙在穿梭 道道龙脉精气冲了出来 不过却不是冲向那些紫色的剑 而是全都没入了白玉人面青灯中 白玉人面青灯是青灯道人的兵器 是圣器 这样的兵器远远不是楚风这样的人物能摧动的 他的神能精气根本承受不住青灯的消耗 最重要的是以楚风的神能精气来催动 即便是将所有的神能精气都灌注到青灯中 所能发挥出的威能也不足以与紫毛石精鬼抗衡 可是这里是龙脉之地 而且还是运生大龙脉的地方 龙脉精气澎湃无比 恰好成全了楚风 让他可以倾用这些龙脉精气来催动白玉人面青灯 嗡 龙脉精气如长河般不断涌入青灯中 青灯的灯体开始轻轻颤动了起来 一点如豆的灯火变得赤剩了不少 并且又大道神闻显化了出来 刷 青灯摇曳 绽放出青色的神光将楚风与那些石精鬼隔断 而后青灯再次摇动 灯火上扫出天剑般犀利的光芒 瞬间切开虚空 直展紫毛石精鬼 竟然真的是圣兵 紫毛石精鬼面露金色 祭出紫色的盾牌挡在身前 其上神闻缭绕 道转闪耀 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应接 只能不断躲避 几名绿毛和红毛的石精鬼 被青灯的神芒余波扫中 顿时四分五裂 紧接着便燃烧了起来 化为满天的光雨 青灯扫出第二道神芒 这次就连道工境界的黑毛石精鬼都没有能躲过 只是被余波扫中 半边身子都崩开了 在凄厉的惨叫声中化为光雨 紫毛石精鬼的脸色非常的阴沉 本以为是守道秦来 却没有想到面前这个人族修者竟然有圣兵在身 而且还能借用龙脉精气来催动圣兵 否则岂能发挥出这等威能 人族修者 你是逃不掉的 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主上 你动龙水从而影响了矿脉 主上必不会放过你 就算是你回到地面 也难逃一死 是吗 我不知道你们的主上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只知道你现在奈何不了我 这就已经足够了 楚风面色平静 他盘坐在空中 不断将风水保温烙印在大地内 调动龙脉精气来催动青灯 爽爽爽 青灯摇曳 灯火明灭不定 但是扫出的神盲却犀利无辟 逼得紫毛石精鬼 上蹿下跳 狼狈不堪 根本不敢应接 也无法靠近 盛气果真是威能莫测 楚风仰头看着沉浮的青灯 心中充满了震撼 越了解青灯的威能就越震惊 此刻虽然借助了龙脉精气来催动 但却依旧没有发挥出青灯万分之一的威能 真的难以想象 这盏青灯在青灯道人的手中是何等的恐怖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楚风的面前只剩下紫毛石精鬼了 其余的石精鬼全都死在了青灯神盲的余波下 彻底的形神俱灭 而紫毛石精鬼也是狼狈不堪 一边躲避青灯神盲 一边力吼连连 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的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 紧接着便有光线透射了进来 风快出来 动道已经打通了 抓紧时间 否则秦族的人很快就要赶来了 楚风的耳边传来清雪的声音 他一边催动青灯 一边快速向洞道外而去 人族修者 你别走 紫毛石精鬼暴跳如雷 但是却不敢追下去 我不走 难道还要继续留在这里 看你在青灯神盲下跳舞吗 你 紫毛石精鬼气得差点没吐息 恨不得将楚风生死活泼了 可惜他奈何不了青灯 只能眼睁睁看着楚风和清雪离去 刷 秦族矿场的外围山脉 两道身影一前一后自山体内冲了出来 他们正是清雪和楚风 终于来到了外面 但楚风还未来得及深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他就远远看到秦族的强者 正从矿场中央赶来 显然是先前轰开洞道时的动静太大 将他们给惊动了 风 我们快走吧 清雪见楚风降落在洞道口 不禁伸手拉了拉 说道 如果等到秦族的强者靠近了 他们肯定会认出我们 到时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稍等下 楚风并置极滑 一缕风水保温不断烙印在大地上 这里的场景快速变换了起来 洞道不见了 植被也不见了 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看起来非常的荒芜 第四百七十三集 你这是 走 楚风伸手揽住清雪 脚步脉动 瞬间进入了前方的荒林中 等到秦族的人赶来时 他们已经远去上百里了 我刚才用风水保树 改变那里的地貌 是不想让秦族的人发现 我们开辟的洞道 否则他们肯定会发现龙脉矿源 届时无尽的资源都会被他们开采 那些资源被谁开采并不重要 反正你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了 以后也不会再用到 清雪对于资源似乎并不关心 对于他来说 只要够楚风修炼就行了 多余的也没用 如果那条龙脉矿源 能保留下来自然是最好 以后是否需要巨量的资源 谁也说不准 留着备用总归是好的 楚风这般说到 他想到了义成师兄说的话 如果将来要重振太虚风 必然要大收弟子 也就需要海量的资源 两日后 楚风和清雪 不知道在这片荒迈中深入了多少万里 北域这片土地上大都是荒凉的景象 就连大部分的森林都是一片枯黄的景色 楚风和清雪在数十座插天飓风之间停留了下来 这里又往湖泡 湖面上水波荡漾 波光淋漓 湖水非常的清澈 旁边有葱龙的植被生长 还有朵朵绽放的野花在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暂时在这里住下来吧 清雪轻声说道 美眸中充满了向往 这样的生活一直是他想要的 可惜这般简单的要求对他来说 却是一种奢望 嗯 楚风点头 将清雪揽入怀中说道 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 不如就在这里修炼到道工秘境才离开 想来这之间需要不短的时间 我等会儿就去搭建茅屋 我有幽名古殿 你为何还要搭建茅屋 而且在古殿中修炼才是最安全的 楚风淡淡一笑 伸手捏着清雪的下巴说道 修炼的时候自然是在你的幽名古殿中 但我们要想突破道工秘境 在达到神桥巅峰大圆满的时候 就得停下来 体验凡人的生活 也可借此让我们的身心好好放松 对突破道工秘境时的悟道有不小的帮助 听到楚风这样说 清雪点了点头 美眸一顺不顺的凝视着她 清冷的眸光变得特别的柔 楚风被清雪的美艳惊呆了 俯下头在她那润泽的红唇上亲了亲 而后拉着她在湖泊边漫步 就这样一直到了日落时分 夕阳的余晖将天地都映成了金色 照射在楚风和清雪的身上 像是给他们披上了金色的纱衣 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直到天完全黑净了 楚风和清雪放在停下了脚步 他们寻找到一处比较满意的位置 然后以神通卷来树木 快速搭建起一座小木屋 做完这些后 楚风和清雪进入木屋中 清雪掀手一挥 幽冥古殿历史显化了出来 将他们笼罩 而后引入了虚空中 他们的身影 仿佛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了屋子中似的 幽冥古殿内 还是以往修炼时的那座大殿 只是如今却只有楚风和清雪两个人 这里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不会再有人前来打搅 这次我们开采的生命石原矿 应该完全足够了 到时候那些龙髓便可以留下一些 将来或许还会有用处 楚风寄出半生青铜钟 大开空间 将里面的矿石全都取了出来 堆积成了一条山脉 看着面前巨量的矿石 楚风和清雪都没有多说什么 双双运转神能精气 源源不断灌注到矿石内 凝聚其中的石原液 一时间 翠绿色的光芒和碧绿色的光芒 不断透射 将整个古殿都照映成了一片绿色的空间 充满了勃勃生机 精气一出快速凝聚 几乎都要化为带状了 最低也是无瑕品质的 楚风的脸上露出些许激动 虽然早就有预料 但亲眼看到的时候 还是觉得相当的震撼 他们从龙脉矿源中心开采的 全都是无瑕和完美品质的生命师原液 不过无瑕品质的占据了大部分 完美品质的相对来说只有小部分 可是这小部分却又有巨大的量 楚风保守估计 无瑕的生命师原液至少有五千万斤 完美品质的生命师原液也有数百万斤 恐怕在万古神潮与神灵传承的宝库中 也难找到这么多高品质的资源 楚风和情雪看着堆积在面前的海量资源 脸上竭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有了这些高品质的生命师原液 神潮秘境中楚风便没有任何障碍 可一举修炼到这个秘境的巅峰大圆满 向着人体最后一个道工秘境进军 不过楚风的心中多少有些遗憾 不过是开采了些许而已 就有如此巨量的生命师原液 倘若将那条龙脉矿源全都开采出来 那得有多少的生命师原液 恐怕足够供给一个神灵传承数万年以上的消耗了 风 你在想什么 情雪看着楚风 见他有些出神 不禁浅笑道 你是不是还在想那条龙脉矿源 知我者情雪也 楚风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特别的温柔 他伸手揽住情雪 说道 这世上除了娘亲 也就只有你最懂我 很多时候我不说话 而你却知道我在想什么 爱人见红颜知己 不应该都是这样的吗 若我不懂你 怎能在你心中 占据着那永远都不可替代的位置呢 情雪轻轻地说道 将脸庞贴在楚风的胸口 听着他缓慢而富有节奏的心跳声 楚风心中微颤 搂着情雪的手臂不由自主紧了紧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说道 你觉得秦族的人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才会从现在的矿源 开采到那条龙脉矿源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恐怕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吧 情雪扬起完美无暇的脸庞 柔柔地看着楚风说道 秦族矿场方圆数百里 并且这片矿场是他们才开采数十年的新矿场 开采的面积不足五分之一 而那条龙脉矿源距离他们如今开采的矿脉有两百里左右 保守估计也需要百年左右 百年的时间完全足够了 希望在这之间不要出什么意外才是 那条龙脉矿源或许在将来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大的用处 说到这里 楚风的神色微微一沉 说道 我现在最担心的反倒是那些石金鬼 尤其是紫毛石金鬼所谓的主上 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物 那些石金鬼不懂得风水宝树 只能选择性开采而不可能大量开采 否则必将会出动龙脉 引起极大的动静从而惊动秦座的人 想必他们早就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选择守住矿脉 也对 希望这条矿脉在我们将来需要资源的时候 还好好的存在着 楚风轻声说道 而后抛去心中的杂念 拉着情绪盘坐下来 说道 我们尽快修炼到巅峰大圆满 而后也该准备冲击道宫秘境了 对于那个境界我向往已久 情学点了点头 深深凝视了楚风一眼 接着便闭上了美眸 很快就进入了五我两望的状态 楚风见他这么快进入修炼状态 当下也闭上眼睛 灵神静心 身心逐渐空明 运转无上霸体真经和真龙不死天宫 两种局势玄法 周身血气和神能快速奔涌了起来 他的丹田有光芒闪耀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产生强劲的吸力 与此同时 浑身每个毛孔都化为了细小的漩涡 就连鼻尖都出现了神能漩涡 疯狂吸收着无暇品质的生命 是原野中蕴含的精纯精气 情学吸收精气的速度 已经算是非常的快了 但是楚风吸收精气的速度更快 简直骇人听闻 那些精致品质的生命 是原野中的精气 如同被抽丝剥茧般抽离了出来 千丝万缕汇集成条条 宛如浓丝的精气长河 不断涌入楚风的体内 填充着他的神海空间 这样快速地吸收下 楚风的丹田神海很快就饱和了 并且开始膨胀了起来 他整个人的体型都被胀大了不少 因为有些精气自丹田 涌入了周身的经脉中 这个时候 楚风使用了核道茶 海量的精气迅速被凝炼成液体 如倾盆暴雨般落下 没入神海内 与神海精气相融合 使得神海内的神能精气 在短时间内暴增了许多 神能精气被楚风引导着 通过生命全眼涌向神脏秘境 滋养与强化着内脏 接着用入神闻秘境 滋养与强化着血肉 最后用入神桥秘境 滋养与强化着前七段神桥 最后涌向第八条主经脉 一点一点将经脉化为神光流转的桥梁 修炼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 自神海秘境开始 修炼到神桥秘境 就像是一个从吐司的春残 到破茧成蝶的过程 所谓的破茧成蝶 远远不是终点 从某方面来说 这或许才是一个起点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道宫秘境的第一个道宫境界 才是踏上强者路的第一步 随着境界越来越高 修炼速度自然也就越来越慢 但楚风和晴雪 却因为拥有核道茶而例外 他们的修炼速度可称逆天 根本是在飞跃 随着他们不断吸收原液精气 凝炼神桥 几乎每过一个时辰 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变化 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 不管是内运的气势 还是外在的神性与仙性 都会增加心血 时间缓缓流逝 楚风和晴雪的境界 也在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提升 一天过去后 他们的第八条主经脉 已经有一半以上都凝炼成了神桥 流转着神性光辉 与之前凝炼的七条神桥相连 距离神桥彼岸那朦胧的烟云更近了一步 修炼的过程中 楚风的新神一直都在自身的神桥上 他的原神变成了另一个迷你版的小楚风 立身在凝炼出一半的第八条神桥上 遥望彼岸沉浮的燕云 感受到了神秘与浩瀚 楚风知道 燕云沉浮的地方 就是道宫秘境的壁垒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道宫秘境是神秘的 同时也是浩瀚的 仿佛只要打开了那面壁垒 便会进入一个浩瀚无边的大宇宙 拥有无尽的可能 从此将会有不同的领悟与感受 将会有质的飞跃与超脱 在这种感受下 楚风的心情变得急迫了起来 恨不得立刻凝炼出完整的神桥 跨越无尽的长空而抵达彼岸 走向那烟云沉浮的地方 揭开神秘走进浩瀚的世界 如此又过了一日 情雪先于楚风而突破了 她的身上有万道鲜光绽放 头顶更是冲出鲜光大瀑布 身后显化出凝实的女子虚影 宛如真实的血肉之身悬浮在空中 可是那张脸却异常的模糊 无法看清楚 突破的瞬间 情雪的气息顿时增强了数倍以上 她的气质更加的清冷淡雅了 超凡脱俗 就算是仙女都没有如此的出尘 轰隆隆 一个时辰后 楚风的体内爆发出山崩海啸般的声势 紧接着又传来了电闪雷鸣 江河怒笑 天风刮响火焰腾腾的声音 似乎在她的体内正有各种异象在演化 一条紫金色真笼自楚风的天灵盖冲出 霸气的龙手高昂 仰天长啸 吼动齿房风云 那犀利的龙眸 威严的龙脚 紫金般胶筑的龙身 与泛动金属光泽的龙鳞 给人以无以伦比的视觉与心理冲击 第474期 楚风浑身每个毛孔都透射出紫金神光 溢出充满旺盛生机的金色神灰 压盖了生命时原液的光芒 将整个古殿照映的金碧辉煌 像是在古殿铺上了一层金色的霞衣 神桥秘境九重天 楚风突破了 拥有足够生命时原液 加上河道茶的逆天神效下 他用了两日的时间 突破到了这个秘境的最后一个小境界 八条境界彻底凝练成神桥 距离燕云沉浮的神秘彼岸 越来越近了 此时 楚风的气息比未突破前强了数倍 若是与刚刚修炼的八重天的时候相比 几乎是十倍的提升 血脉体质越强的人 每突破一个境界 其实力的提升远远强于普通修者 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血脉的优势 如楚风这样的太初真龙体 这种优势更加的明显 楚风和晴雪都突破到了神桥秘境九重天 可以说在道工境界下 他们几乎是无敌的存在了 难以找出可以争锋的人 让鲜光与紫金神光逐渐收敛 楚风和晴雪依旧盘坐在原地 他们并没有从修炼中退出来 神色平静无波 脸上甚至没有丝毫突破境界的激动与喜悦 对于别的年轻修者来说 能在这个年岁修炼到神桥秘境九重天 那便是巨大的成就 不知道会有多么的激动 然而对于楚风和晴雪来说 这个境界在同代中虽然已经领先绝大部分人 但却不足以和那些多修炼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相比 最重要的是 他们目前面临着秦族和太虚圣地的老辈强者们的威胁 哗啦啦 楚风和晴雪的身上再次凝聚出了神光与仙光漩涡 如之前那般疯狂吸收着无暇生命之原野中的精气 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巅峰大圆满 他们不会停止下来 宁恋第九段神桥 也就是神桥秘境最后的一段神桥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可是到了最后一段 楚风却遇到了麻烦 他迷茫了 突然间看不清前路 就像是迷失在大海中的一夜孤舟 楚风的原神立身在第九条神桥的末端 按理来说 距离彼岸只有一步之遥 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竟然看不到前方 那最后一小段未曾凌练成神桥的经脉了 仿佛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似的 原本如岁域般的悬崖彼岸 而今变得迷雾缭绕 前方的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似乎有千万个方向 千万条路 楚风立身在神桥上 这最后一步却不知该向何处 他真的迷失了 试着往前迈步 但脚步刚抬起 前方立时变成了无尽的深渊 他立刻将脚收了回来 背脊已经被冷汗湿透 只要凝聚出最后一段神桥 我便能跨越深渊达到彼岸 可是为何前路突然断了 我的路到底在何方 楚风的原神立身在神桥的末端 看着前方缭绕的迷雾 他觉得自己快要迷失了 原神的迷失让他的肉身也有了反应 原本平静盘坐在地上 吸收精气炼化为神能的他 此刻却是满头大汗 眉头视而紧皱 表情显得有些痛苦 安静修炼的情血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他缓缓睁开眼来 看到楚风脸上的表情 清冷美丽的眸子中 闪烁着射人的鲜光 瞳孔内有无尽的鲜文在交织 此刻的他与平时的他 判若两人 现在的情血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清冷的气质中 多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 宛如一尊天神般不可亵渎 他的眸光中鲜文闪烁 非常的冷漠与深邃 只一眼就能让人的原神站立 只是楚风在修炼中 原神迷失在修炼的困境里 根本不可能发现情血的变化 也看不到此刻他的眼神 有多么的射人 修炼中任何的迷惘 都是来自内心的动摇 与自信的趋势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心魔 事实上心魔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缺失了对自我的信心 你要相信此刻看到的都是虚妄 是故意迷惑与干扰你的假象 前方是深渊也好 是活海也罢 亦万无钱 此刻踏出属于自己的道 蕴含莫名道运的声音 自情血的口中响起 字字句句传入楚风的耳中 如大道仙音般让他赫然顿悟 如醍醐灌顶 心中的迷惘刹那间通透 前方的迷雾消散了 显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无尽的深渊 只是 这无尽的深渊再也不能成为楚风的障碍了 它运转神能精气 如长河奔涌般留过各大秘境 然后通过八段神桥 涌到神桥末端 神桥已断 前方无路 我便强行开辟一条路来 虽然依旧看不到 未曾凝练的最后一小段经脉 可是楚风坚信 自己的路就在前方 他以神能精气 在神桥的末端开始接续前路 神能精气刚刚涌入神桥前端的虚空中 那里历时便显化出一小段未曾凝练的经脉 心中坚定 认准要走的方向 虚妄不攻自破 楚风突然发现自己明目到了修炼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是宝贵的经验 他没有任何犹豫 开始凝练最后一段神桥 两个时辰后 最后一段神桥凝练完毕 楚风的元神一步就从神桥上到达了彼岸 立身在碎玉般的悬崖上遥望那神秘的烟云深处 站在悬崖彼岸 看着前方沉浮的烟云 神秘浩瀚的感觉充斥楚风的新田 隐隐约约间 在那烟云中看到了大道法则的轨迹在交织 看来必须得对道有些许领悟 才能在那烟云深处寻找到正确的道路 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道宫秘境的壁垒 并将其打破 从而立身在道宫秘境的领域 楚风的元神逐渐散去 回到了神石海中 而他的心神也从修炼中退了出来 睁开眼就看到了盘子的面前 正以柔情似水的目光凝视自己的晴雪 晴雪 谢谢你 若不是你及时提点 我怕是要彻底迷失在心魔的虚妄中了 楚风拉着晴雪站起来 看着他那完美无瑕的爵士容颜 说道 想不到你对这个境界的修炼 也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 这是以往在冥界时 师尊告诉我的 他担心 我将来在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时 可能会出现心魔 所以提前将破解心魔的经验 烙印在了我的神石海中 原来是这样 楚风点了点头 关于这个话题他并没有多说 可是心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楚风一直都知道晴雪身上有很多的秘密 但是对于这些秘密他并没有问出来 担心会让晴雪为难 而今他觉得晴雪越来越神秘了 完全看不透 就像是一团迷雾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晴雪永远都是你的晴雪 晴雪凝视楚风 美眸中充满了深深的情意 他似乎察觉到了楚风的心思 你当然是我的晴雪 小时候我就说过长大后要请你做妻子 而你也说过 长大后一定要嫁给我 这辈子你都别想跑 楚风一把将晴雪横抱起来 惹得他惊呼 晴雪 快收起游民古殿 趁冲击道工秘境前这段放松的时间 我想了却此生最大的心愿 楚风低头凝视着晴雪的眼眸 眼神中充满对幸福的憧憬 嗯 晴雪脸颊微红 似乎明白了楚风说的是什么 他将幽冥古殿收起 随后伸手还住楚风的脖子 娇羞得像个初恋少女似的 连脖子都红了 楚风将晴雪放下 在木屋中布置了一番 而后拉着晴雪来到湖泊边说道 未来的路将会怎样 会面临什么 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或许我会倒下 或许我会像八大真龙铁前辈那样 无敌九天十地 但不管怎么样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娶你做妻子 你愿意吗 听着楚风情深款款的话 晴雪的眼中 蕴满了幸福的泪水 她流着泪浅笑 说道 你这算是在向我求婚吗 这里没有父母高堂 没有宾客 也没有凤冠侠衣 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将来我一定会补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宴请天下 让整个宇宙每颗古星都知道你木清雪是我楚风的妻子 傻瓜 谁要那些浮华不实的东西了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 晴雪的脸上挂着泪痕 洋溢着幸福的笑 她轻轻抚摸着楚风的脸庞说道 对于晴雪来说 除了你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你在我身边 其他的都可以不要 楚风心中一颤 拉着晴雪跪了下来 说道 我楚风与木晴雪 今日与此 结为夫妻 奉日月以为蒙 照天地以为剑 小山河以为正 敬仙神以为平 我木晴雪自身 永伴夫君楚风左右 身见不断形 流年不悔意 风霜不眼晴 上穷碧落下黄泉 生死相随 不离不弃 如此简简单单 以天地为正 楚风和晴雪 算是结为了夫妻 这一天 他们等了太多年 而今终于得以实现 心中的激动 一时间难以形容 彼此仅仅相拥着 却是什么话 都说不出来 从小青梅竹马 远比同龄的孩子成熟 那时便立下誓言 然而世事难料 十几年前 却差点生死永别 而今终于如愿了 不管是楚风还是晴雪 都特别珍惜 这一刻的时光 这是他们此生 最美好的时光 湖泊边 晴雪 蹲了下来 长长的绣发 垂落清澈的湖水中 楚风 则捧起湖水 浇在他的青丝上 事实上 身为他们这样的修者 根本没有必要 用这样的方式 来清洗头发 但晴雪却说 这是习俗 既然现在 要体验凡俗的人的生活 就该以凡此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事情 楚风觉得 颇有意思 自从修炼出神能精气 这些年来 他做什么 都离不开这种力量 而今突然舍弃神能 开始的时候 感觉有些不习惯 风 你别只顾着 给我洗头发 你也该脱掉衣物 到水中来沐浴才对 晴雪甩了甩湿漉漉的青丝 晶莹的水珠 溅到了楚风的脸上 要洗也要一起洗 楚风拉着晴雪 就跳进了湖中 溅起一簇簇水花 两人身上的衣衫 瞬间湿透了 楚风的眼神 在晴雪的身上 有些移不开了 这段时间 虽然天天与晴雪在一起 可是面临的事情太多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温存 此刻看到湿润衣物 紧贴肌肤而显露出来的完美身段 心中莫名有股冲动 难道真是因为上次 在石林中发生的事情 而对我造成了影响吗 楚风心中很吃惊 他能明显感激到自己的变化 而今只是看着晴雪 若隐若现的玉体 就已经有强烈的冲动了 若是他的身体 完全展露在眼前的时候 会怎样 几年前 楚风曾与晴雪相拥而眠 那时候他们两个都是一丝不挂 虽然有些许冲动 但远没有此刻这般强烈 晴雪注意到了楚风看自己的眼神 那是一种充满了深情与欲望的眼神 这种眼神非常的炽热 仿佛能将它融化掉 楚风强忍着心中的冲动 温柔地为晴雪擦洗身子 他们相互退去彼此的衣衫 坦诚相见 晴雪的脸红到了耳根处 但他却没有躲避楚风那火热的目光 第四百七十五集 晴雪 我们进屋吧 楚风在水中将晴雪的身子横抱起来 湖水有些微凉 但他的肌肤却是那般的火热 烫得晴雪的焦躯都忍不住轻轻颤抖 这种热度似乎拥有渗透的能力 从肌肤传到了心间 将晴雪的心都给烫化了 晴雪没有说话 红着脸看着楚风 眼中充满羞涩与浓浓的深情 楚风不再多说 纵身而起 刷得冲进了木屋内 微微运转神能 便将彼此身上的水珠给蒸干了 他将晴雪平放在床榻上 目光从他的额头开始 缓缓移动到晶莹的足指 欣赏他的每一个部分 与每一寸肌肤 晴雪 你太美了 楚风不禁惊叹 这样的一具身体 完全超越了美的极限 即便是用完美来形容 也太逊色了 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可以称得上是 上天的鬼斧神功的极座 风 不要这样看我 晴雪修得不行 耳根和脖子都红了 浑身的肌肤上 也泛起一层粉红 他将脸扭向一旁 完全不敢看楚风的眼睛 你这么美 我为什么不好好欣赏 楚风虽然这样说 但却收回了目光 身体缓缓压了下去 两具身体同时一颤 接着便纠缠在了一起 晴雪是娇羞的 欲聚还赢 以他这样的性子 能有这样的反应 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 而楚风则是狂野的 他不断索取 火热的嘴唇 吻变了每一寸肌肤 拥有这一句 超越完美的玉体 楚风心中的感受 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这是他最爱的女人 是他从小就想娶的女人 今日总算是如愿以偿 彻底占有他的心和身体 湖泊中波光淋漓 湖岸边的树木 在风中轻轻摇曳 微风吹动 发出轻轻的声音 如山间的精灵在歌唱 木屋中春意盎然 楚风在狂野索取 情雪在奉献自己 楚风像是要将情雪 揉进自己的血肉中 情雪像是要将自己 最美的一面绽放给楚风 婉转的声音 从木屋中飘出来 与微风浮动的声音 混合在一起 在这片天地间不断萦绕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木屋中安静了下来 情雪躺在楚风的怀中 两人的身上全都是汗 但脸上却是幸福 与满足的表情 情雪 你知道吗 我现在好后悔 楚风轻轻地说道 情雪在她的怀中 轻轻蹭了蹭 说道 什么事情让你后悔了 楚风文言 嘴角泛起莫笑容 附在情雪的耳边 轻声道 我后悔 现在才和你有夫妻之时 当年相逢的当晚 我就应该 其实情雪一直都在等 情雪的脸上 还有欢爱的余韵未消 此刻涌上红霞更加的娇艳 她悠悠地说道 情雪早就是你的人了 只是你一直在克制自己 回首童年那些欢乐的时光 楚风和情雪的脸上都充满了温馨 洋溢溢着浓浓的幸福 眼中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时光匆匆 转眼一过近二十年 这些年月中 楚风与情雪十年分离 生死两茫茫 他们的心中对彼此有着难以表述的思念 十年后意外重逢 然而却是相遇不相识 后来终于在神城内相认了 此后又是多年 他们各自历经生死劫难 一步步走到现今 终于是结为了夫妻 虽然没有宾客 没有大红嫁衣 没有乐器奏响 也没有别人的祝贺 但是楚风和情雪却是幸福的 拥有着彼此就如同拥有了整个世界 情雪躺在楚风的怀中 温润柔滑的新鲜御手 轻轻抚摸着楚风的胸膛 肌肤摩擦间传来的触感 让楚风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搂着楚风的手臂不由自主紧了紧 将下颌递在情雪的发间 轻轻嗅着发丝散发的淡淡清香 还有情雪身上的迷人体香 突然间 楚风完全放松了下来 心中的诸多压力在这一刻消散的一点不剩 这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放松 自从在龙渊泽中苏醒过来 楚风从未感受过身心如此放松的感觉 情雪似有所感 扬起带着潮红的美颜 看着楚风 江脸轻轻贴在了楚风的脸上 说道 情雪感觉到你现在很放松 除了我之外 心中没有任何的念想 楚风张开眼睛 瞳孔中倒映着那张绝美的容颜 与充满深情和幸福的美眸 她的心一下子融化成了水 对着那张晶莹润泽的红唇 深深吻了下去 夫君 情雪露着楚风的脖子 迎合着她激烈的热吻 任由她欲取欲夺 楚风是火热的 情雪也是火热的 火热的两具身体 像是要彻底交融到彼此的血肉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和情雪方才分开 他们凝视着彼此 在深情的眼眸中 情雪主动献上红唇 在楚风的嘴上轻轻一吻 但是楚风却没有回应 只是伸手将她搂住 风 情雪可以的 你不用担心 不行 你太累了 我怎么忍心 长夜漫漫 可对于楚风和情雪来说 却是如此的短暂 有道是欢愉嫌夜短 寂寞恨更长 接下来的日子里 楚风和情雪 如同繁殊的夫妻般 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 白日 楚风下湖捕鱼 入林猎兽 之后在清澈的湖泊中清洗干净 在木屋前升起篝火 架起木架 将肥美的鱼儿与猎来的小动物 将在篝火上翻烤 阵阵肉香四溢 在风中飘出很远 情雪则在火堆边 篝火将她的脸映得有些红 让清冷淡雅的她多了几分浇灭 展现出的美 让世间万物尽湿颜色 楚风烤肉的时候 时而将目光投向情雪 看着她那完美的容颜 绝世的仙姿 虽然早已经彻底拥有了她 但心中依旧忍不住惊叹 甚至难以想象 这世间能有这般完美无瑕的女子 而她却有这等福气 能拥有她做妻子 而今的情雪 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 或许是因为 这里只有她和楚风两人 与世隔绝 且什么都不用想的缘故 她有时候表现得像个少女 偶尔还会与楚风打闹 吃烤肉的时候 也是津津有味的 这对于认识情雪的另一个身份 月仙悠的人来说 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月仙悠名传东方神州大陆 比如说同代人物 就是老辈的修者 以及许多大人物都听到其名 也都了解她是个不食人间烟火 气质清冷淡雅 对敌是冷漠无情 骨子里露显出霸道与强势的人 这世间 除了楚风 没有人能看到情雪这样的一面 也只有在楚风的面前 她才会放下心中所有的负担 才会将真实的自己 完完全全展现出来 世人见到的 只是她的某一面罢了 这样清净悠闲的日子 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是枯燥乏味的 可是对于楚风和情雪来说 却是幸福温馨的 他们乐在其中 甚至深深沉浸在 这种生活的状态中 久久不愿意走出来 幸福的生活 时间则是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楚风和情雪 已经在这山谷中 生活整整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中 他们除了如凡俗夫妻般 每日三餐夜晚休息 其余的时间 不是在湖边观看美景 就是沿着长长的湖暗线 在金色霞光中漫步 感受着情爱的温馨同时 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什么是道 金色的夕阳鱼挥响 情雪停下了脚步 仰着完美的容颜 看着楚风 他仿佛瞬间 从沉浸的状态中 抽出了身来 整整一个月中 首次说起 关于修炼的话题 为什么突然说起 这个话题 楚风微微皱了皱眉头 潜意识中 表现出了抵触感 事实上 他也很清楚 自己目前该做什么 可就是舍不得 生气了 情雪浅浅一笑 拉着楚风的手说道 我知道 你不愿意过早 结束这样的生活 情雪又何尝不是呢 然而我们目前面临 重重艰难困险 这些都没有办法逃避 你若想情雪 一辈子做你的妻子 一生都伴随你左右 尽快强大起来 是必要的前提 否则 我们连自己的命运 都掌控不了 谈何选择自己的归宿 楚风深深吸了口气 就地坐在了旁边的青石上 看着反射着金色霞光的湖面 说道 这些我又何尝不知 只是想让这样的生活 再持续些时日 心中不舍罢了 都说温柔相视英雄种 这话一点也没错 真可谓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呢 听到前面一句话 情雪的心中 还非常的难受 她也很不舍 但不得不结束 这种向往的生活了 可听到楚风 最后的一句话时 忍不住被那调侃与自嘲的话语 给逗笑了 她的笑 如一朵圣洁的雪帘 绽放开来 刹那间 让整个天地都失去了颜色 只有她的光芒在绽放 这种美艳 经得楚风心脏骤停 像是担心心跳声 会打破了这种极致的美感 情雪 你笑起来真美 你知道吗 当你展颜一笑的时候 这世间什么都消失了 唯有你的美在绽放 情雪永远都只会在你的面前 展现这一面 所有的美只会对你绽放 因为你是我此生爱着的唯一男人 楚风心中颤动 一把将情雪紧紧拥入怀中 谁都没有说话 此时无声 胜又生 两颗心在传递着彼此的深情与爱恋 西阳终于落下了山坡 最后的一缕余灰照耀着大地 天地间的光线变得暗淡了不少 情雪突然从楚风的怀中扬起头来 说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什么是道 情雪的声音将楚风的心神拉回了现实 看着他脸上那认真的表情 楚风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 说道 什么是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道 说到这里 楚风顿了顿 继续说道 道本无形 言行是道 思想是道 五行是道 山川江河是道 日月星辰也是道 世间万物 看得见 看不见的都是道 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罢了 所以 究竟是什么 不单单是规则与规律 其中还包含着宇宙间所有的东西 我无法准确地解释它的定义 听到这样的回答 情雪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但很快就变成了欣慰的笑容 说道 想不到你在这短短一个月中 竟然有这样的收获 能在神桥秘境巅峰 便可以有这般领悟 实在是太难得了 不对 情雪的话还没有说完 美眸中便再次露出了惊涩 说道 你的元神怎么会如此凝实 自从你完成计划回来以后 我便没有刻意窥视 而今真是让我吃惊 这 说来也是一场让我意想不到的机缘 楚风笑着摇了摇头 当下便将那晚在神日风上顿悟的详细经过 说了出来 情雪听到这些后也感到震撼 他没有想到楚风的悟性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第四百七十六集 难怪你能在短时间内将法子局修炼到那种程度 是我低估了元神念对你的帮助 情雪 你在说什么 楚风诧异地看着他 刚才那句话他说得很小声 像是在自语 没什么 情雪回过神来笑道 现在你得到的领悟 已经超过了神桥巅峰大圆满能达到的境界 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明日我们开始修炼吧 早些进入道宫境界 然后也该前往太古荒域了 一日 楚风和情雪起床后 便直接在木屋中祭出幽名古殿 他们进入古殿后 整个古殿快速隐没在虚空中 消失不见 冲击道宫秘境壁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最好不要有丝毫外界的打搅 以这幽名古殿 如今能发挥出的隐藏性和防御性 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应该没有问题 这里地处荒迈霹雳 本就难以寻找 加上幽名古殿的效果 只要没有道主境界中期的人物到此 是很难发现古殿的 我们可以放心修炼 听到这样的回答 楚风的心中彻底定了下来 想来秦族和太虚圣地 即便是使用什么特殊的手段寻到了这里 但也不可能带着道主境中期的人物而至 破不开古殿 自然也奈何不得他们 到时候随时都能隐藏在虚空中远离此处 清雪 这些龙髓你拿着 里面有精纯的法则碎片 对于冲冠道宫秘境有很大的帮助 楚风将一半的龙髓递了过去 清雪却拒绝了 她充满了自信说道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保证你 能顺利冲破道宫壁垒 而我根本不存在瓶颈 你不用为我担心 这些龙髓对你有着巨大的帮助 我若服用完全是浪费了 清雪执意不接受 楚风值得将龙髓收了回来 她相信清雪说的都是真话 这次绝对不是为了她能服用所有的龙髓而故意说的善意的谎言 清雪太神秘了 楚风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发现自己越是看不透她 除了可以肯定她是深深爱着自己外 其他的尤其是关于修炼方面的 清雪就像是笼罩着一层层迷雾 楚风很好奇 也很想知道 但是她却没有问 她知道如果可以 清雪肯定会主动相告 根本不需要等她去问 山谷木屋内 楚风和清雪盘坐在隐匿于虚空中的幽名古殿内 他们都进入了修炼状态 心神完全融入了其中 清雪没有依靠任何的资源 就这样盘坐在那里 但她的体表却有屡屡道文闪烁 如晶莹的纹络般交织 弥漫出淡淡的道运 她避着美眸 却给人以圣洁出尘的感觉 宛如天界的仙子盘坐在此修炼悟道 那种朦朦胧隆与神神不可侵犯的气质 为她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而楚风则在神海空间内炼化龙碎 她先将以往从大和尚手中抢来的龙碎 分成数十笛 谨慎炼化 将所有炼化而来的精气凝炼成神海精气 随后将法则引导至神桥彼岸 她的元神化身成为金色的小人 盘坐在彼岸的迷雾前 而那些来自龙碎的法则碎片 则在小金人的头顶上空沉浮 被她的神能精气包裹 法则碎片弥漫出浓烈的法则气息 与淡淡的道运 她不断向着楚风的头顶落下 最后幻化成花蕾形状 如炼化般缓缓绽放 仿似一朵神花扎根在她的天灵上 花瓣轻轻摇曳 那由法则交织而成的花镜也左右摇动着 花瓣摇曳间又屡屡法则丝涛垂落下来 没入楚风的元神金人的天灵盖内 渐渐的 小金人更加的凝实了 体表由法则神文交织 弥漫出道的气息 她身下的彼岸净土本是白玉色 但在此刻却逐渐化为金色 像是有只无形的手 在这片土地上抹上了金粉 法则幻化的金色莲花扎根在元神金人的天灵盖 不断地摇曳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越加地凝实了 仿佛根本不是法则所化 而是真实地拥有实体的金莲 本在悟到的元神小金人 突然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神特别地明亮与璀璨 仿似镶嵌在星空中的两轮神日 轻轻的声音自己口中传出 世间万物 皆有道 道本无形 亦有形 世间大道三千 殊土同归 都说道难以言状 无法言传 只可会议 极为复杂 然而任何的道与理 只要能洞习其本源 实际上却可化繁为简 知其一便知其二 亦知其三 这就是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规则吗 元神小金人的眼眸 越来越亮 越来越璀璨了 渐渐地 他眼中的彩灿光芒敛去了 变得极其深邃 如无边无尽的宇宙 说道 我明白了 金莲是位道医 我可由此演化 随心而行 随性观道 楚风的元神小金人 盘坐在神桥彼岸净土中 轻声自语 他明误了 这个境界应该领悟的道的根本 与其变化的规则 事实上 这样的领悟 已经远远超越了 这个境界所能达到的极限 此刻 楚风的肉身盘坐在古殿中 非常的飘逸 虽然闭着双眼 但是却溢出神秘的道运 与法则契机 使得他看起来 就像是道的化身 道的载体 这种气质非常的特别 晴雪在悟道中 心神尽脸 否则 他若是看到楚风现在的模样 不知道会有多么震惊 而楚风这样的表现 若是被世人知晓 不知道多少的老辈人物都会惊叹 这等悟性 不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想来也差不多了 世间多少惊艳的天才 在道宫秘境前 进境飞速 自古以来 在二十岁前达到神桥秘境巅峰的人 数不胜数 甚至在弱贯之灵 便修炼到神桥秘境巅峰大圆满奇才 也不少 然而 自古经验奇才虽多 可能在二十岁前 突破神桥巅峰大圆满 而进入道宫秘境的人 却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能在这个境界中领悟道之真谛者 更是万年难出其一 可以说 能在开始触摸道之领域 便明悟道之真谛者 完全已经达到了 这个境界中不可超越的极限 就以楚风目前的状态 他已经超越了 半步道宫境界的人物 能达到这个境界不可超越的极限的人 最初领悟了道的真谛 也就注定了 他以后所要走的大道路 与别人有很大的不同 根基越老实 将来的成就就越大 这不是说说而已 就如此刻的楚风 他的元神小金人头顶 扎根代表道一的金莲 莲花绽放 片片花瓣摇曳 法则没入其体内 随心而衍生 随性而观道 朦朦胧隆隆间 无尽的大道规则 都浮现在了脑海中 不知不觉间 楚风置身于一种极其玄妙的意境中 他感觉自己仿佛立身在一片 缭绕无垠的天地中 这里有各种法则气息弥漫 有万千大道规则在运转 每一种大道都有自己独立的轨迹 这些规则都隐约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虽然大部分都看不太清晰 但却也能从中观出些许规则 楚风在这些大道规则中穿梭 看着这些道的轨迹 自身边划过 自眼前闪过 心中有诸多奇妙感受 其中有些大道轨迹 非常的清晰 它们像是烙印在天地间的一缕缕神文 不断在交织闪烁 演化自己独特的轨迹 这些轨迹深深印在了楚风的神石海中 让他有种眼前豁然一亮 天地通明 万物皆自在的感觉 通透 自由 开阔 楚风的元神小金人轻声呢喃 扎根在头上的金帘瞬间怒放 且在他神海空间中 那些尚未被炼化的龙随 此刻仿佛是受到了牵引 化为条条金色的小龙 行得长笑了起来 并且快速穿梭到了彼岸净土 围绕着怒放的金帘声声隆吟 而后相继没入金帘的花蕊中 随心 随性 通透 自由 开阔 道一而生万物 运乾坤 妇婴儿抱扬 衍生神通万千 诸多妙法 演化 无尽妙相 道一 道一 既是万法之源 既物道法 何不从源头开始 而我 为何不做道法之源的载体 既能衍生无尽妙法 更可包容三千大道 借是天上地下 自无敌 处风明物的东西 对于别的修者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在这个境界明物的 就算是道工境界的人 想要达到这种程度 也几乎不可能 除非同样是惊艳万古的局势奇才 道工秘境有几大境界 每个境界修炼的东西都不同 而这个秘境的第一个大境界 道工境界 便是要悟道 感悟天地间的大道 从而将体内的神文重新凝炼 使其拥有大道的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在神识海内 开辟出特殊的空间 道工 这个大境界的悟道 只是感应道的存在 从而以自身的神能去感应 只能算得上是勉强 能融合道的气息与些许规则 然而处风不仅悟道且明道 明白了自己要选择的道路 这是第二个大境界 道主境界才会去修炼的领域 可以说 这完全是原神层次上的一个跨越 有了这样的跨越 与远远强于道工境界的领悟 他在突破的道工境界后的道路 将会一帆风顺 远远比别的人快上许多 而当他达到道工境界九重天巅峰 要冲击道主境界壁垒的时候 这样的领悟会给他巨大的帮助 使得他要面临的瓶颈也远远弱于别人 处风的原神蜕变了 这次这对大道的名物让他产生的蜕变 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升华 立身在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上 如今他的原神境界高于自身的修为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瞬间提升十个境界 也不用担心根基不稳 而对将来的修炼带来隐患 原神小金人闪闪发光 通体如神经胶筑的实体般凝实 处风骤然睁开了双眸 绽放出两道犀利夺人的眸光 但很快就脸去了 眼神再次变得深邃起来 他站起身来 在神桥彼岸净土中挥动双臂 但他依旧处于那种奇妙的意境中 洞察着各种大道诡计 而今使用双臂去模拟道的诡计 将其演化了出来 山川合月日月星辰 草木山石飞禽走兽 甚至各种神兽荒兽 都在他的双手滑动的道计中演化了出来 真龙腾空 酸泥笑天 神皇长鸣 麒麟踏降云 龙龟土锐气 饕铁吞山河 无尽妙相 种种法门 都从他的大道中显化而出 这是非常惊人的画面 这个过程一直都在持续 彼岸净土上空的妙相越来越多 将整个净土的天地都填满了 异常的壮观 无比的归例 天空甚至降价了锐彩 大地上涌出了甘泉 烟云深处传来仙月 丝竹悠扬 与此同时 楚风的肉身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它的体表溢出七色的神霞 天灵盖中喷薄锐气 盘坐的地方生起阴云之气 整个幽名古殿都被这种先天精气给填满了 时间转眼过去了整整两个月 这一日晴雪突然睁开了眼睛 美眸中闪过璀璨的仙光 紧接着浑身都透射出仙光 其身后显化出神秘的女子虚影 白衣圣雪 仙姿绝世 空中送念大道仙音 响个不停 这样整整持续了两日 大道仙音逐渐变弱 神秘的女子虚影也缓缓没入了晴雪的体内 她在美眸中闪烁的赤圣仙光 与射人的神芒快速连去 变得非常的平静与清冷 直到此时 晴雪的心神方才从修炼中退出来 发现古殿中的异象时 绝美的脸上顿时涌上了金色 当她的目光落在楚风的身上 眼神变得极其震撼 紧接着便欣喜若狂 即便是以晴雪的心性 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看着这个永生永世 唯一深爱的男人 有这样的成就 心中的骄傲与欣慰 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想不到风 竟然这般的惊艳 这是历代的太初真龙体 都不曾拥有的绝世悟性 不说冠绝古今 想来也差不多了 晴雪轻声自语 话音刚落 脸色利变 骤然看向了古殿外 眉毛中绽放的冰冷眼神 犀利无比 似乎望穿了古殿 看到了外面的场景 想不到 他们竟然会找到这里来 隔着幽冥古殿 能发现我们的踪迹 想来是请到了 修炼天眼神术的人相助 晴雪起身 来到了楚风的面前 在她的嘴上轻轻一吻 而后病直 垫向自己身上的几个部位 仙手清晖 空间顿裂 身体刷得消失不见 楚风最新于修炼 此刻正在神桥彼岸 演化自己的道 净土前方的烟云 已经彻底消散 前方是一片无尽的空间 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 浩瀚而神秘 这就是所谓的 道工秘境壁垒吗 踏神桥 过彼岸 前方就是浩瀚的空间 楚风的原神小金人 立身在彼岸净土的最边缘 看着前方的无垠的虚空 眼神有些迷茫 不过楚风眼中的迷茫 只是短暂的 很快就变得清澈而明亮 迷茫变成了坚定与自信 倘若在悟道与明道之前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真的会迷失 不知道前方路要如何继续 但现在的他却不同了 现在的楚风心中视野开阔 道心通明 他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 知道未来的道该如何继续 眼前所有的虚妄 都无法对他带来困惑 迎着无尽的虚空 楚风迈出了脚步 原本空旷的虚空 在脚步落下的瞬间 亮起了大道神闻 在他的脚下 快速交织成一条金色的古路 这片空间内 弥漫着神秘的道运 踏神桥 过彼岸 登天路 入道宫 恍然间 似乎有隐隐约约的声音 在这片无限的空间中回荡 楚风的眼神更加的坚定 他认准方向 一步步踏出一条登天古路 迎着空间尽头而去 金色的古路 随着楚风踏出的脚步 不断向前方延伸 渐渐贯穿到了 黑暗与冰冷的空间中 但是楚风心中 却有强烈的感觉 这条黑暗空间的前方 就是一扇 隔断两大秘境的门 只要穿越那扇门 便能立身在道宫秘境 轰隆隆 突然 整个幽名古殿 隆隆遥颤 一瞬间 将正在突破过程中的 楚风给惊动了 正在迈向道宫秘境的 原神小金人的眼中 顿时爆射出 璀璨的神盲 有名古殿 绝对不可能 无端遥颤 我好像感觉到 神能波动 楚风的原神小金人 停下了脚步 但很快就继续 向着黑暗深处而去 自语道 看来是那些人找上来了 清雪已经不在古殿内 想来是出去迎敌了 以他的战斗力 加上这幽名古殿 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还是抓紧时间突破 届时也好出去助他 在这关键的时候 可不能功亏一篑才是 轰隆隆 幽名古殿 再次摇颤了起来 比前一次更加的猛烈 使得这片空间 都轻微扭曲了起来 然而楚风的神色 却依旧坚定 脉步往前走去 他很清楚 清雪出去迎战 就是要为他争取时间 不希望他在关键的时候 被人打搅 倘若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 将来想要重新冲关 必然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而此刻 幽名古殿外 清雪一身盛血的白衣 青丝如铺 随风青阳 他立身在湖泊上空 仙姿玉骨 冰冷凝视着前方十几人 这十几人正是秦家的强者 为首的是一名红衣女子 生得美艳 身段妖娆 眼神妩媚 性感火爆 脸上带着如花的笑容 说道 呵呵 想必这位姐姐 就是名传神舟的月仙幽了 文明不如见面 果然是超凡脱俗 玉骨仙姿 芳华绝代 你们秦族能找到这里 的确有些本事 向来是得到了 修炼天眼神术者的帮助吧 清雪淡淡地说道 她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 在别人面前 永远都是这么清冷 红衣女子笑颜如花 更添几分妖娆妩媚 她伸出鲜鲜玉手 顺了顺青丝 红唇清起 我们秦族身为半神传承 雄士东周 无尽岁月 但凡有挑衅者 无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最终悔不当初 那太初真龙体 虽血脉强悍 但不过 只是个神巧小修者 竟然三番四次 在我秦族面前撒野 以为懂得些隐匿之术 就能逃过我们的手掌心 你说 它是不是太天真呢 你们的口气可不小 东周有神灵传承 与万古神朝 何时轮到你们秦族 雄士天下了 难道现在的秦族 已经狂妄到 可以与神灵开创的传承 比肩了吗 呵呵 月仙幽 都说你清冷高傲 却不想你这般能年善变 我情情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 与你多费唇舌 真是想不到 人们眼中清心寡欲 不知人间烟火的月仙幽 竟然会与太厨真龙体 做得如此之近 今日我们为那处风而来 你若识食物 便立刻将它交出来 我们可以放你离去 我若要你男人的命 让你将它交给我处置 你会同意吗 情学平静回应 即便是面对秦族十几个强者 他也显得镇定自若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 秦秦文言娇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乱颤 胸前饱满 波涛汹涌 他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娇言 叹息道 我也在等着别人来征服呢 我这妩媚的玉体 不知道哪个男人 能有幸享受 秦秦的姿态 非常的放纵与诱惑 简直让男人 看了能流鼻血 其身后的一众长老们 有的露出尴尬 有的脸上 则带着些许怒意 这些长老中 有两个是秦秦这一脉的血亲 看他这样子 脸上自然是有些挂不住 但由于身份的缘故 他们却不敢出声说什么 秦雪并不言语 眼神如古井无波 神色平静 秦族的人没有动手 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出击 这样便能为楚风 争取更多的时间 叶仙忧 知晓你的人 都不曾查出你的尸门 不过 听闻你得到了 七绝天神的传承 应该知道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的道理 你的身后没有靠山 在这个弱肉强势的修炼界 恐怕会走得很艰难 不如加入我们秦族 以后便可安心修炼 而且你若将那楚风交出来 回到家族 我必让家主为你请功 届时赏赐你此生都用不尽资源 你觉得这些条件可还满意 小姐 何必与他废话 这个岳仙忧曾经大闹秦家 杀死杀伤过不少秦家的人 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对付他 再说他身怀七绝天神的传承 秦祝他便能得到七绝天神的功法与秘术 不错 这是个大好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今日本事来寻太出真龙体 没有想到岳仙忧也在此 正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但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还能永绝后患 岳仙忧 我心里天资超绝 真心想让你加入秦族 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 现在你应该做出选择了 秦秦没有理会身后那些长老的话 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收敛 变得冷漠了起来 妩媚的眼中充满了杀意 你们真过躁 秦雪回应秦秦等人的 只有简单而平淡的几个字 顿时让秦秦的脸色更冷了 而其身后的十余名长老 更是神色阴沉 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怒火与杀意 小姐 这岳仙忧既然如此固执 执意要护那太出真龙体 还有什么可说的 让老夫前去将其生情过来 解释直接强行轰破那隐匿在虚空中的器物 不怕那太出真龙体不出来 一名轻衣长老走了出来 眼神冷漠地看着晴雪 虽然早就听闻他的战力超绝 但身为道工竞技的强者 他拥有绝对的自信 根本没有将神桥秘境的对手放在眼中 你去吧 记得不要伤其性命 对待岳仙子这样的绝代佳人 长老可要懂得怜香惜玉才是 秦秦说完 哥哥娇笑了起来 事实上他只是想得到 奇绝天神的功法与神术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的怜香惜玉之心 轻衣长老动了 他一步迈出身如疾风 向着晴雪逼了过去 身形划过长空 体内传出震耳欲聋的瘦吼声 其护身都燃起土褐色的神光 探手抓了过去 出手非常的随意 俨然没有将晴雪放在眼中 嗡 立身在湖泊上空的晴雪也动了 他仙姿欲骨 连足脉动 迎向轻衣长老 脚步脉动时 十方空间都跟着震颤 天地间瞬间笼罩着 一股神秘莫测的契机 呼隆隆 方圆数十里的天地 像是要倒翻过来似的 这儿的法则都紊乱了 乾坤在逆转 天地在摇动 一股莫名的大事疯狂凝聚 汇集在晴雪的狱卒上 随着他脚步的落下而震出恐怖的威能 崩 一大片空间直接崩灭了 狱卒踩在那只抓来的大手上空 无形中仿似有万座大月齐压而下 让那个轻衣长老大惊 猛然将手缩了回去 轻衣长老反应虽快 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那只手掌当即四分五裂 血肉飞溅 整个手掌都化为了肉泥 痛得他惊呼一声 整个人都在颤抖 好强 秦秦的脸上露出浓浓的金色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说道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七绝诸仙部 想不到你竟然知道七绝诸仙部 晴雪的眼中露出些许惊讶 心中颇感意外 这种局势秘术根本没有流传开来 当年七绝天神也很少使用 几乎没有人见到过这种步伐 不曾想秦秦竟然能叫出七名 不可能 就算是七绝天神的朱仙部 也绝对不可能让他这样一个神窍秘境的人 伤到我这个道工境界的长老 难道你已经修炼到道工秘境了 清衣长老握着自己的伤口 脸色非常的难看 钻心的痛让他的眼角不断抽搐 心中更是倍感屈辱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不是我的对手 晴雪话语平静 神色冷漠 仿佛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 这种态度让轻衣老者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黄毛丫头 你狂妄 老夫刚才只是大意轻敌 太过低估你而已 你以为伤了老夫的手掌就能与老夫争锋了吗 真是不自量力 清衣老者的脸上露出冰冷的杀意 向他堂堂秦族长老 道工秘境初期的境界 竟然被一个神桥境界的晚辈所伤 这要是传了出去 脸都不知道往哪里割 如何能咽下这口气 当即扑杀了上去 抬手就是神通 体内大到神能沸腾 一道道凶瘦的虚影冲体而出 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 铺天盖地冲杀向晴雪 第478集 秦族的清衣长老完全就是暴走状态 他的杀意比先前赤裂的不知道多少倍 眸光如实质的剑气般自眼眶中透射了出来 一出手就是几大神通同时展现 灵力手段 灵力无匹 轰隆隆 滔滔神能如沸腾的海洋 在翻腾与咆哮 一道道神能化为浪涛 怒拍而来 满天的凶兽虚影在空中狂奔 四腿奔跑间将虚空都采裂了 张口发出惊天动地的售吼 这样的攻击手段实在是有些害人 这便是道攻净强者的手段 正常情况下 神桥秘境巅峰的人瞬间就要被轰杀成肉泥 不可能挡得住 面对这样的场面 晴雪始终平静无波 他仙姿绝世玉璧轻斩 白衣飘飞 于空中盘坐了下来 一柄白玉骨琴凭空出现在腿上 仙仙食指拨动琴弦 正 悠悠琴声回荡天地间 一瞬间像是定住了这片时空 隐隐约约间 有神秘的大道契机在流转 带着哀愁与忧伤的琴声 却如一道道无形的神芒 瞬间洞穿了轻衣老者的大脑 让他整个人猛然遗产 不单单是他 琴族的七余长老 与琴琴的脸上也都露出了金色 快速飞退 远离琴音波动 正 琴雪的食指 有节奏的波动琴弦 一曲七绝 先幽谣 从他的口中吟唱而出 幽幽动乾坤 天地玄黄 一柱先幽独放 琴声一曲千古唱 指引相守 更古长 执念苦 七世轮回 八君望 怎探万古岁月商 同年欢 携手共渡 怎能望 奈何那年与君别 明途隔断归来路 黄泉碧落 夜夜心 几度流年 相思泪 只探相逢 难相知 情深长 夜未央 这是一首歌谣 深情而悲伤的歌谣 但同时也是拥有 绝世功法的神通秘术 琴声伴随着歌声 波动出的阴沙之力 恐怖绝伦 如无形的怒浪 席卷 席卷十方 轻衣老者的所有神能 全都在音波的冲击下溃散 那些扑杀而来的凶兽虚影 也都相继崩开 发出凄惨的嚎叫 在这种莫测的音波下 如土鸡瓦狗般 不堪一击 琴声与歌声 有着神奇的魔力 不断霸道地击溃了 轻衣老者的神通 而且这声音无形中 似乎能渗透到 人的神尸海内 明明听着 非常的深情与悲伤 可是传入耳中的瞬间 却如神雷乍响 刹那间 震得双耳嗡鸣 原神刺痛欲裂 好恐怖的音沙神通 琴琴那张美艳的脸上 满是惊骇 琴雪的手段 让他非常的震撼 与其余的长老再次飞退 并赶紧封住六十 不敢让这种声音 过多渗透到神尸海中 就在琴琴 与那些长老飞退的时候 正在近距离抵挡 这种音沙神通的 轻衣长老右臂 剑血击射 整只手臂 都被斩落了下来 钻心的剧痛 让他忍不住 发出痛叫 轻衣长老的痛叫声 还未落下 其左臂 又被音波化为的阴刃 给斩落了下来 凄厉的惨叫声 历时从其喉间迸发了出来 尖锐刺耳 让人头皮发麻 轻衣老者 脸色惨白 眼中充满了恐惧 先前表露出的 对道公敬修为的自信 此刻完全消失了 他肝胆欲裂 吓得浑身颤抖 运转神能 护住身体 转身冲向远方 想要逃走 然而轻衣老者的身体 还未冲出多远 脚步力尸一顿 身体彻底僵硬在了空中 脖子上的头颅 直接飞了出去 无头尸身的脖颈中 冲出数米高的血柱 尸体养天栽倒下去 砰的砸在地上 溅起一棚烟尘 老七 远处那些长老们 看到轻衣长老惨死 各个牙字欲裂 双眼通红 可是事已至此 他们却无法改变什么 秦秦的脸色 也变得非常的冰冷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月仙幽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正应了秦秦 先前说的那句话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只有亲眼见识了 他的手段 才知道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月仙幽 这种阴沙神通 肯定也是 七绝天神的 绝世秘术吧 秦秦的眼睛 非常的毒 似乎看出了什么 嘴角 擒着一缕冷笑说道 这种神通秘术 以你现在的境界 强行催动 不知道能坚持 多长的时间呢 你们可以 强行攻来试试 秦雪冷漠回应 他的神色 始终都很平静 但心中却清楚 自己绝对不能 长时间在这里 跟秦租的强者们 耗下去 否则必然会陷入 被动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 秦雪不知道 楚风 到底要什么时候 才能突破 道宫秘境 所以 他盘坐在虚空中 一边拨动 琴弦 吟唱七绝 先幽摇 一边 往后飞退 并以原神 沟通幽冥古殿 带着他 离开这里 虽然是盘坐在空中 保持着一个不动的姿势 但是秦雪 飞退的速度 却快得惊人 快到让秦秦感到惊讶 就如一道仙光 划破长空 瞬间远去 七绝天神 果然冠绝古今 不愧是万古以来 威名赤圣 至今提到 都让人惊叹 与忌惮的神灵 这些秘迹 真的是太恐怖 绝世犀利 秦秦的美眸中 充满了火热 其余的长老们 也都抵挡不住 七绝神通的诱惑 连那个被斩首的 长老的尸体 都没有看一眼 直接就追了下去 可是他们 不敢与秦雪 靠得太紧 因为秦雪 在飞退的过程中 不断拨动着琴弦 吟唱着七绝仙幽谣 阴沙神通 从未间断 就这样 他们在这片 无尽的山脉中穿梭 跨越了不知道 多少的山川大月 秦秦等人 始终无法靠近情绪 这让他们的脸色 非常的难看 月仙幽 我就不信你的神能 可以永不枯竭 这等秘术 岂是能轻易催动得了的 即便你天资 经验超绝 神能精气 远比同级修者 身后十倍 此刻 恐怕也要消耗殆尽了 秦秦冷着脸说道 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 秦族的一名长老 阴沉着脸说道 此事 断不能传了出去 否则被世人知晓 我们秦族的天之娇女 加上老夫等人 竟然连个月仙幽 都奈何不得 丢了颜面是小 多了家族的威名是大 放心吧 这月仙幽 虽然身怀七绝天神的传承 战力超绝 但其神能精气 终有耗尽之日 只要我们 暂时不与其硬碰 不久之后 便不需要费任何的力气 就能将其擒住 你们是在做梦吗 秦旭淡淡地说道 他控制着幽名古殿 不断往后退去 渐渐地发现 自己竟然靠近了荒城 心中不仅一沉 立身山谷的时候 那种情况下 根本没有时间 去辨别方向 不曾想 竟然误打误撞 选择了荒城的方向 倘若秦族 还有更强的人 在荒城中 那么就算七绝 先优摇 威能再强 恐怕也是抵挡不住的 哈哈哈哈哈哈 秦族长老 仰天大笑了起来 说道 老夫等人 都未曾注意到 这竟然 是回荒城的方向 月仙悠 算你和那楚风 注定要命绝于此 我说你的神能 已经经不起消耗了 即便是你 依旧处于巅峰 也没用 蒸蒸蒸 晴雪的食指 骤然加快了速度 密集的琴声 接连不断响起 从深情与悲伤 变成了金戈铁马 刹那间 像是有十万魔神 冲杀而来 恐怖至极 不要硬拼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暂避锋芒 只要不让他突围 任他有通天的手段 也难逃背秦的命运 秦秦的脸上 绽放出了笑容 眼神也变得 妩媚了起来 摇摆着小蛮腰 妖娆地 在空中闪动着身躯 与其余的长老们 挡住了 东南北三个方向 而西方则是荒城 振 秦雪将阴沙神通 施展到了极致 想要突围出去 却发现 根本没有机会 秦秦等人 已经将三方 彻底封死了 此刻的他 脸色也非常的苍白 长时间的 神能精气消耗 已经让他 变得非常的空虚了 体内的精气 几乎要亏空 这也就是他 倘若换作别人 来施展这种神通 早就耗光了 所有的神能了 他心神微动 神海内出现了 完美品质的 生命石原野 以最快的速度 炼化其中 蕴含精气 来补充能量 即便如此 也还是跟不上 消耗的速度 事实上 他从施展 这种神通的时候 就已经在炼化 完美生命石原野 来补充消耗 否则根本坚持不了 这么长的时间 真 爽 情绪左手拨动琴弦 右手同时演化 另一种神通秘术 而这并指如刀 斩出万丈仙芒 赤裂的仙芒 瞬间切开了天地 恐怖到了极致 像是要斩破乾坤六合 山河绝 仙芒太过恐怖 如诸仙剑气 绝世犀利 惊得几个来不及 闪避的长老 急忙施展各种神通 来抵挡 甚至间 盗兵都寄了出来 悬浮在身前的上空 噓 蹦 几名秦族长老的神通 被仙芒展开了 紧接着便粘在了盗兵上 立时爆发出刺耳的铿锵声 火星蹦践 盗兵疯狂震颤 像是承受了无边的神能 嗡得倒飞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仙芒直接展现了几个长老的头颅 惊得他们一身冷汗 使出最后的手段来抵挡 嗡 仙芒粘在神通上 两者双双崩灭 几个长老的神通崩开了 仙芒也崩开了 但依旧将几个长老的头发给展落许多 一蹴蹴往下掉 头皮也是一片冰凉 他们以惊骇欲绝的眼神 看着在额头上方三寸处消散的鲜芒 心脏都吓得停止了跳动 死亡的阴影似乎依旧笼罩在心间 未曾散去 情血之强 每次出手 威能都会增加 似乎她的手段 永远都无法预料 这让秦琴等人的心中 笼罩着一层阴影 拦住她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其突围 若不趁这次的机会杀了她 将来便会后患无穷 秦琴的脸上 露出了从未有国的凝重 她自诩天之娇女 在秦族的年轻一辈中 算得上是最强的几人之一 自认为当今天下同代中 少有人能匹敌 却不想面前这个月仙优 就会是这般的可怕 可是那几个长老 被秦琴的仪式山河绝 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此刻都觉得整个人被死亡笼罩 心脏骤停 面露惊骇 听到秦琴那冷烈的声音 几个长老终于回过了神来 可惜反应已经慢了 秦琴的速度何其恐怖 她深深知道绝对不能被困住 荒城内定然会有秦族的大批强者 倘若不早些突围 秦族强者一旦赶到 情况将会更加的不妙 他怀抱白玉古琴 琴声如金戈铁马 沙伐蒸蒸鸣响 万道声波化为任盲 铺天盖地 杀向四方 同时爆发出极尽速度 瞬间冲了出去 月仙优 今日就算你有上天入地的本事 也休想离开 就在晴雪冲出封锁的空间时 前方的虚空突然裂开 六名长老从中走了出来 这些人的气息 比先前的那些长老还要强上几分 顿时让他心中一沉 幸好你们及时赶到 否则便让他逃走了 秦琴追了上来 与一群长老等人 立身在晴雪身后的白米处 脸上露出了轻松与自信的表情 第479集 想不到你们来得如此快速 晴雪的神色终于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的心中有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从未有过的 即便是曾经身在冥界的特殊空间内 面对无尽修者的追杀 每次都在血鱼骨中挣扎 他也没有感受到此刻这般的沉重感 他不怕死 他并不是很在乎这些 同时也明白自己的特殊 关键时候血脉深处会有神秘力量护体 但他不得不担心尚在幽冥古殿中修炼的楚风 毕竟楚风正在突破 而今是最为紧要的关头 长时间被惊扰或许会造成巨大的麻烦 甚至是走火入魔 秦雪本来就很担忧 情况危急 他没有时间去查看楚风的情况 而今又被大量的秦族强者围困 四方空间中唯一没有被阻挡的 只有荒城的方向 但往那里去或许将会遇上更大的危险 如今你没有任何的退路 往荒城的方向去只是自行死路 秦秦玉族轻轻迈动 身姿妖娆 伸手拨弄着垂落在胸前的青丝 满脸魅惑的笑容 说道 乖乖娇出太出真龙体吧 这样我还能让你死得有些尊严 否则的话 我自己都不能保证会对你做些什么 痴人说梦 就凭你们能奈我何 情血神色清冷 眼神冷漠 升起间转身向着荒城的方向而去 此刻的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唯有选择这条路 他很清楚 只有这样才能为楚风争取更多的时间 只希望他能造些突破 只有那样才会有希望 你竟然真的敢选择荒城的方向 秦秦哥哥笑了起来 满脸妩媚妖娆的姿态 身材火辣的他笑起来胸前波涛汹涌 让秦族的某些长老都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急忙将目光移向别处 虽然是童族的人 在血缘上或近或远都有些关系 但秦秦生得美艳 妖娆妩媚 这般笑起来实在是太诱惑 让人血脉愤张 即便是童族的某些长老 看到他的傲人身姿都忍不住心猿意猛 我们跟在他后面慢慢追下去 同时给城内的人传讯 让他时刻准备拦截 我们要来个瓮争捉逼 让他身陷绝境退无可退 秦秦满脸妩媚 笑颜如花 可是心却非常的冷漠与无情 典型的笑颜如藏刀 天使的面孔 魔鬼的身材 藏着一颗冰冷的心 渐渐的 古老灰红的荒城出现在视线中 北域的天地总是给人以苍凉的感觉 天地间万物萧色 荒城四周与城内的树木都一片枯黄色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到处都充斥着肃杀之气 隐约间似乎让人嗅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你们看 那好像是月仙子 她的身后那些人是谁 月仙子在被人追杀 月仙游和太出真龙体 关系匪浅 难道那些追杀她的人 是秦祖的人不成 如此说来 太出真龙体很有可能已经被找到了 而今说不定已经神行俱灭了 晴雪刚靠近荒城 历时被眼尖的修者们看到 全都露出了金色 忍不住议论起来 这样的声音很快就传开了 荒城内的人们沸腾 全都用来观看 甚至于城池的上空 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身影 楚风的女人出现了 城内的某座高层建筑上 几道身影毅力 每个人的眼中都露出了赤裂的杀意 得知这个消息 他们相继消失不见 很快就回到了太须圣地的府邸中 就在晴雪刚刚靠近荒城 东城门外的时候 荒城内有十一道身影冲天而起 各个身上缭绕大道神光 刷刷刷滑破长空 立身城外的虚空中 月仙忧 太出真龙体如今在何处 说出它的下落便饶你不死 太须圣地众强者的领头长老 冷声说道 他的神色非常的冷烈 提到楚风的时候 更是咬牙切齿 看来今日是别无选择了 晴雪突然停留下来 三方都有大批的道工强者 而今已经没有任何方向 可以突破了 彻底陷入了困境中 你知道就好 太须圣地的领头长老 单手背负 冷眼看着晴雪 说道 你只要说出 太出真龙体的下落 老夫可以立刻放你过去 否则 等秦族的强者们追到身后 你便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走 生死之间 你该做出明智的选择 做梦 我的男人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你们想要对付他 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晴雪的眼神突然变得异常冷烈 赤圣的杀意瞬间夺况而出 怀中的白玉古琴 蒸蒸蒸名相 与此同时 台收打出爵士 公杀神通 山河诀 日月诀 星辰诀 三大神通秘书 同时打出 一片片先河山界 浓缩的日月 成片的星辰 显化了出来 从晴雪的御守中打出 铺天盖地 笼罩乾坤六合 绝世杀伐洞久消 诸仙伐神般不可大 轰 东城门前的大片空间 一下子崩灭了 化为无边的黑洞 只有大道神能在澎湃 彼此间发生猛烈的碰撞 如同星辰炸开 又如神日燃烧 刺目的神光 让人睁不开眼来 啊 星辰暴碎般 席卷十方的神光中 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让人头皮发麻 一名太虚圣地的长老 四分五裂 身体暴碎 血肉与碎骨齐飞 啊 接着又是三道凄厉的惨叫 太虚圣地的三名长老 相继被情学打出的日月击中 身体直接燃烧了起来 瞬间身形俱灭 这样的画面 让那些修为强大 可以抵挡住刺目神光 而看清画面的人心胆结战 人们都知道 月仙忧拥有逆法老辈的超强手段 但毕竟很少有人见他全力出手 而今亲眼所见 心中的震撼是无法形容的 月仙忧竟然强悍到了这个地步 三世神童秘术 绝杀太虚圣地 四大道工初期的长老 这是何其的恐怖 太强了 恐怕就算那太初真龙体 处于这个境界 也达不到这个程度吧 这是强势的月仙忧 莫非他已经修炼到了道工秘境了 怎么可能 这才多长时间 他怎么可能突破那么多的境界 人们惊呆了 这样的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若非亲眼所见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对于人们来说 如此短的时间内 月仙忧不可能突破道工秘境 成为道工界的强者 那么 能以神桥秘境跨越领域 逆杀道工境界的长老 这完全就是在逆天 开创了神话 月仙忧 你简直是在找死 太虚圣地 那个领头的长老暴怒 双目通红 牙字欲裂 怒吼道 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敢杀我们圣地的长老 今日就算是你说出太初真龙体的下落 也饶你不得 必取你性命 让你和那太初真龙体 到黄泉 去做鬼夫妻 哼 就凭你们 恐怕还做不到 清雪的眼神 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冷烈 散发出冰冷至极的气息 这方天地的温度 仿佛在瞬间下降到了绝对灵度 空气中都凝结出了冰渣 狂妄 你个黄毛丫头 就算能打破道宫秘境壁垒 终究也无法逆天 本长老今日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境界上的绝对压制 太虚圣地 那个领头的长老 话语刚弱 便扑杀了过来 双手快速战动 璀璨的神光照亮了天地 其身后浮现一轮神日 迎风渐掌 嗡得震碎了大片的虚空 瞬间念鸭而来 八荒诀 天地诀 乾坤诀 自先前施展出的三诀 清雪再次施展出了三诀杀士 一试强过一试 杀伐之气冻就消 整个乾坤六合都像是要湮灭了似的 恐怖的杀伐让人们感到遍体声寒 轰 八荒六合都在这种大道神能下崩溃 天雨崩塌 大地道翻 乾坤灭绝 一条条虚空大裂缝向着石方不断蔓延 屡屡神闻射杀八荒 惊得那个领头的长老面露巨色 这到底是什么神通秘术 太虚圣地的领头长老简直不敢相信 这种神通太恐怖了 他感觉自己体内大道法则都在颤抖 在哀鸣 仿佛惧怕这种契机而要沉寂下去 一名长老的眉心被神闻洞穿 射出一股鲜血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仰天倒了下去 这让其余的长老们惊恐欲绝 还未曾反应过来 密集的神闻铺天盖地穿沙而来 洞穿了他们的身体 接连六名长老千疮百孔 身体彻底被神闻洞穿成了筛子 鲜红的血液击舍而出 他们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肉身 眼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 张了张嘴想要说话 声音还未发出 血液先涌了出来 随即便从空中直直栽落了下去 晴雪的手段已经震撼到 让亲眼目睹的人们说不出话来 连呼吸都停止了 这样的画面太过震撼 超乎了众人的认知与想象 恐怖到了极致 倘若没有达到道工秘境 能打破道工领域壁垒 已经是惊艳万古的奇才 根本不可能 逆杀这么多的道工境界长老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对 我总觉得月仙妞的状态 有些不对劲 虽然没有道工秘境的气息 但也绝对不是神桥秘境的修者 应该是无限接近道工秘境了 即便是如此 能杀这么多的道工境界长老 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它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算万古以来的神灵们 年轻的时候 处于这个境界 也不过如此吧 自身的血脉潜能 加上经验古今的 七绝天神的神通秘术 这样的战斗力 或许并不是不可能的 而今月仙妖 已经给我们证实了 这七绝天神的传承 恐怖到难以想象 不愧是被人誉为天神的神灵 号称惊艳古今 才请万古称罪 战斗力灌古绝今 只观月仙妖 施展出的七绝神通秘术 便可以想到 七绝天神 当年亲手施展这些神通的时候 是何等的霸觉环宇 震慑诸天大世界 这宇宙间谁能争锋 人们惊叹连连 同时对于传说中的七绝天神 更加的敬畏了 自古以来 神灵并不少 毕竟万古岁月太过漫长 总有些惊艳的人物 会脱颖而出 踏上神道绝颠 他们大都留下了不朽的传承 与功法神通 可是却没有哪个神灵留下的神通 能与七绝天神留下的神通相比 神灵们都是每个时代的唯一 彼此间无法相遇 所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 难以衡量赎强赎弱 但是同为神灵 倘若有机会比较 终究是有强弱之分 在人们的心中 七绝天神的战斗力 即便不是古今最强 但也差不多了 轰 东城门外的空中 太虚圣地的领头长老 神能精气沸腾 发出海啸般的声势 将大日把神绝中的神通 一一展现出来 显化出的神日 绽放万丈光芒 不断与晴雪的七绝神通秘书对碰 滚滚神能余波大道法则 如海巢般席卷十方 城池的城墙上 浮现出屡屡阵纹 透视出璀璨的光 形成光幕结界 将能量余波抵挡 使其不能涌入城池 否则的话 城中不知道多少人 会被余波淹没 而灰飞烟灭 第四百八十期 月仙忧 本长老让你见识见识 大日把神绝中的禁忌神通秘书 让你死个明目 大日神连夺夺战 乾坤乱 大道问苍天 一朵神连在领头长老的头顶上空浮现了出来 迎着臣服的大道神门而绽放 一瞬间透视出的神连金光照亮十方 这片天地间的乾坤阴阳仿佛都逆乱了起来 天欲摇颤 无形中有恐怖的力量压落 并且连四面八方都有无形的大道杀力洞穿而来 将晴雪彻底锁定 区区三流功法中记载的神通 也敢成禁忌 晴雪的眼神冷漠而无情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绝世仙姿 只见其双手浮现出密集的倒转 身后更是显化出威严的女子虚影 紧接着便挥动玉璧轻轻斩动 幽月乱 大道三千不复返 第七诀 万古长河灭 上苍喜 环宇诀 晴雪的玉手拍了出去 顿时一朵鲜幽花 在天地间的虚空中瞬间绽放 三千大道紊乱 一条承载万古时空的长河在烟密 天穷上血雨倾泻 像是上苍在涌洗 宇宙万物都在灭绝 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大道恐怖到了极致 这是无法想象的画面 惊天地气鬼神 超越了任何人的想象 人们全都呆滞了 只觉得灵魂都在颤抖 而晴雪的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体内的神能精气完全被抽空 倘若不是有完美品质的生育之原液 在不断补充消耗 恐怕早就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崩 灭了 绽放的大日神连 一下子就崩灭了 化为了满天的金色光雨 那个领头长老展现出的所有大道 都在瞬间烟灭 在第七绝的威能下 根本坚持不住 不 他的口中发出绝望与不甘的声音 眼中充满了惊恐 眼睁睁看着紊乱的三千大道 绞杀而来 瞬间洞穿了他的身体 紧接着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 不断化为光雨 而其余的太区圣地长老们 更是不济 身体相继崩开 血肉与碎骨满天都是 但还没落下 便全都燃烧了起来 消散在天地间 人们惊骇到了极致 这样的手段简直灌骨绝筋 在这个境界除了神灵 谁能做到 至此 所有人对月仙幽都有了新的认识 也真正见识过了他的恐怖手段 完全就是神话般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有人狠狠掐着自己的手臂 直到感觉到了疼痛 方才相信眼前看到的都是真的 并非置身于梦境 从太区圣地的重强者出现 到全部被击杀不过是片刻间的事情 直到此时秦族的强者们才追到秦雪的身后 将他堵在了东城门 只有城池内的方向是畅通的 但城内十里的空中 同样有十几道身影立身在那里 每个人的气息都非常的强大 全都是秦族的长老 好你个月仙幽 世人都低估了你 竟然能杀了我们太区圣地十几名长老 如今的你既然变得这般强大 岂能再让你有成长的机会 随着冰冷的声音远远传来 十几道身影破空而至 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金色衣衫的老者 此人乃是太区圣地神日风的长老 比先前的那些长老强大许多 有着道工后期的人物 是道工七成天的强者 秦雪已经非常的虚弱 他的气息比之前弱了许多倍 根本不在巅峰状态 面前出现的强者 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道工七成天的长老 就算是秦雪处于巅峰状态 且立身在道工秘境一重天 也不可能战胜 虽然他刚才展现出了九进般的绝世战斗力 但想要在这个境界中 跨越九个小境界逆伐强敌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修炼这条路 境界越往后 每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虽然理论上来说 九进可以跨越九个小境界杀敌 但事实上却不是在任何大境界中都能做到的 将来修炼到了先主境界 禁欲的效果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制 当然 这也是因为秦雪还未渡截的原因 渡截后巩固了境界 而后再经修目前所谓的神通秘术 战斗力会有很大的提升 太虚圣地的道友 这月仙幽乃是我们在荒迈中寻导 一路将其逼来荒城的 你们最好不要与我们强 免得伤了和气 秦族一名长老淡淡地说道 目光扫过太虚圣地众强者的时候 有些冷烈 你们秦族这话说的就有些不对了 太虚圣地的金衣长老脸色有些难看 说道 这月仙幽杀我圣地长老十数人 倘若没这事也就罢了 但是如今他是我们圣地的死敌 今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取其性命 你 秦族那个长老脸色一沉 但却被秦秦制止了 笑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各凭手段吧 很好 太虚圣地金衣长老文言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可是他的笑容很快就僵住了 因为城内正有十几个人快速而来 为首的竟然是三名境界比他还要高深的长老 而且全都是秦族的人 秦族的三名强大长老一来 便冷漠扫尸了金衣老者一眼 淡淡地说道 听说有人想坐收渔翁之力 本长老听闻此事甚为震怒 特来此看看究竟是谁如此不值死活 没想到竟然是太虚圣地的道友们 这是没有将我们秦族放在眼中啊 看来今日或许得好好切磋切磋了 太虚圣地的金衣老者文言 脸上僵住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阴沉 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但秦族势大 在这里的强者比他们多得多 根本不能与其对碰 只得生生咽下了这口气 隐忍着什么话都不说 还须圣地的道友 还请你们退远些 以免老夫等人动手的时候 不小心误伤了你们 到时候可就不太好了 面对这种明显带着威胁的话语 金衣老者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 脸上的肌肉与眼角抽动个不停 但最后还是带着人向后退去 看来太虚圣地的确是没落了 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因为秦族的几句话而退避 连我身上的七绝天神的功法和神通秘术 都不想要了 就在金衣老者带着众人退去的时候 情绪突然说话了 充满了嘲讽 并且提到了七绝天神的传承神术 本来正在退后的金衣老者 闻听此话 眼中立时爆射出炽热的神盲 脚步立时就停顿了下来 先前由于心中的怒火赤圣 竟然将这件事给忽略了 那可是七绝天神的传承 关系都太大了 要是能得到 将来或许会成为如神灵传承那般的超级势力 月仙悠 你以为这样就能挑唆起太虚圣地 与我们秦族之间的矛盾 而拥有一线生机吗 秦族的那个长老脸色黑了下来 升起间一步步向着情雪逼近 他的脚步缓慢而富有节奏 无形中凝聚的事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 道工秘境七成天以上的人物实在是太强了 情雪本身就很虚弱 虽然趁着这点时间 在不断抽取完美品质的生命师原业中的精气 来补充消耗 但短短时间内想要恢复到巅峰 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情雪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紧张 他的神色与眼眸永远都是那么的平静 他的眸光从太虚圣地众人与秦族众人的身上扫过 最后停留在了不断逼来的那个长老身上 并指连续点上自己身上的几个地方 刹那间天穹上风云色变 一股浩瀚的天地威压瞬间笼罩而下 原本通亮的世界在此刻变得暗淡了下来 以情雪为中心 方圆万米内所有的人都变色 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一股神秘莫测的契机给锁定了 轰隆隆 天穹上劫云千重 声势浩大无匹 翻滚间凝聚出一个恐怖的劫云漩涡 满天都是雷光在闪耀 刹那间让在场的人都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惊得快速冲向远方 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天急 导功打击 快避开 不要被连带杜劫 秦族和太虚圣地的强者们一片大乱 吓得全都变了似 将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爆发出最快的速度远离这里 满天神雷轻落 天急的契机早已将秦族和太虚圣地的强者们锁定 任他们如何远离都没有用 倒倒雷电锁定每个人 如一条条银色的怒龙般自九天上披落下来 刹那间贯穿了天与地 月仙悠 老夫等人跟你没完 秦族和太虚圣地的长老们脸色铁青 但却没有精力去对付情绪了 看着粗大的银色闪电披落 感受着雷电中蕴含的恐怖威能 他们的心猛然一沉 赶紧施展各种神通来抵挡 啪哒 倒倒银色的闪电不断从九天上披落下来 顷刻间就像东城门外面 方圆数万里都化为了雷电海洋 无尽的神雷交织闪烁 恐怖异常 城墙上神闻闪烁 撑起了光幕 否则的话 靠近城门的大片地狱 也得被雷海淹没 不知道多少人会遭殃 秦族和太虚圣地的长老们 非常的狼狈 有些被雷电披得浑身焦黑 头发都炸成了鸡窝 身上更是皮开肉绽 只有一些胸微强劲地抵挡住了天杰 但也显得特别的吃力 杜杰的情血则没有去理会那些长老 他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杜杰 本身就非常的虚弱 此刻必须要趁着天杰刚开始 大杰的杀伤力还不算太强的情况下 赶紧恢复自身消耗的神能精气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取出两块晶莹剔透 流转着碧绿色光芒的完美的生命石原野 借助神雷的力量来疯狂炼化 旺盛而精纯的生命精气 源源不断没入体内 快速补充着亏空的神海精气 此刻 秦秦飞到了城池内 眼神冰冷地看着晴雪 在秦族和太虚圣地众人中 只有他没有被连带杜劫 因为他的境界最低 不足以引来连带的道工大劫 这个月仙幽倘若不死 将来会成为秦族的大患 他得到了七绝天神的传承 自身潜力又是这般的经验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秦秦心中充满斥烈的杀意 眼神中闪烁寒光 脸上的媚态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 看着盘坐在天极中心的晴雪 他感受到了危险 没有任何犹豫 快速转身前往城中的府邸 要将那闭关的精英长老们请来 轰隆隆 天穷上万重节云翻腾 巨大的虚空漩涡 像是要将天地万物都吞没进去 其中披露出亿万雷电 让秦族与太虚圣地的长老们狼狈不堪 有的已经坚持不住了 在抵挡的过程中 神能精气消耗巨大 变得越来越虚弱 天结的威力越来越强 可是斗结之人的神能精气 却越来越弱 此消彼长 短短一刻钟过后 无尽雷电交织的汪洋中 终于传来了第一声绝望与不甘的惨叫 太虚圣地的一名长老 在天津雷海中挣扎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倒到雷电 劈积在其身上 积得他的身体快速萎缩了起来 在痛苦的惨叫声中 变成了焦壶状的尸体 随即被雷海吞没 第四百八十一集 这样的画面 让其余的长老们脸色大变 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心中惊恐莫名 死亡的气息 逐渐将他们的内心淹没 而晴雪则盘测在雷电中心 恢复消耗的神能 而晴雪则盘测在雷电中心 身体四周与头顶上 各有一面精英的仙盾在沉浮 将所有的神雷都挡在了外面 这些仙盾使他以神通演化而出 散发出不朽的气息 拥有强劫的防御能力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天洁的威能 越来越强了 披露落下来的神雷如水桶般粗大 瞬间贯穿天上地下 像是要将大地都击沉 在这种恐怖的天威下 雷海中再次有惨叫声响起 秦族和太虚圣地中 接连有数名长老都被神雷劈杀 有的身体直接四分五裂 随即便被怒嚎的雷海淹没 这样的画面太恐怖 城池内无数双眼睛都在关注 很少有人能亲眼看到别人 度道工大吉 而今亲眼所见 感受到那股浩瀚莫测的天威 只觉得心神都在站立 看来他们是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秦族的精英长老来了 在釜底中闭关的两大精英长老 全都随着秦秦来到这里 他们看着城外的雷海 与天穷上那正在不断酝酿的天洁 脸上露出浓浓的金色 他们有的人身怀品质不低的道兵 而且那月仙优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肯定没有经历在度劫的时候 对他们出手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没有活命的机会吗 两个精英长老听了秦秦的话 相互看了一眼 而后齐齐摇头 沉生道 这种天洁太恐怖 而且是连带度劫 也就是说被连带度劫的人 境界越高 面临的天洁危能就越强 现在不过是雷电而已 等会儿应该还有更恐怖的大劫降落下来 如此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了 秦秦话语有些冷漠 事实上他并不关心那些长老们的生死 说道 等月仙忧度完大劫 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逃走了 倘若不将其尽早处去 再过十年八年 不知道他会成长到什么程度 届时必然会成为我们秦族的大患 小姐请放心 有老夫等人在此 不管他月仙忧有多么经验 就算有童天的手段 也难逃我们的手掌心 两个精英长老非常的自信 他们的确有自信的资本 身为精英长老 境界最少也在道工秘境后期 并且拥有普通长老不能拥有的禁欲 远远不是普通长老可以比拟的 可恶的月仙忧 竟然用连带斗劫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人群中远处传来充满怒火的声音 镇守在太区圣地府邸中的精英长老也来了 他们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眼中闪烁冰冷的杀意 倘若不是担心被连带斗劫 此刻早已经冲上去了 轰隆隆 天劫不断持续着 连带斗劫的长老相继发出惨叫 在天劫中灰飞烟灭 数十人而今剩下不足十人了 都是些稀微精深的尚在拼命抵抗 但也是狼狈不堪 浑身被劈得血肉焦糊 天穷上突然传来刚风刮响的声音 劫雷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如神刃的天风 一下子刮了下来 如满天的刀刃绞杀而下 异常恐怖 惊得那些活着的长老们肝胆欲裂 他们咬牙将体内所有的神能都提聚了起来 施展出最强的神通来抵挡 可是天风太过恐怖 如神刃般切开他们的神通异象 扑扑声中将他们的身体绞杀成了肉泥 这样的画面残酷无比 就连在荒城内观看的人都觉得遍体深寒 像是有冰刃贴在了骨头上 对于这样的天风大劫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然而真正渡劫的情血则立身在天结的中心 他先姿欲骨 脸上完全没有了半点虚弱之态 消耗的神能已经彻底恢复了 身体四周与头顶上各有仙盾沉浮 闪烁着大道神闻 将所有的天风都抵挡在外 并且趁此吸纳天风中的大道碎片来炼化 凝炼着自己的道工 而今就算圆满度完大劫 立身在道工进去一重天 也绝对不是那些精英长老的对手 也不知道楚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何时才能突破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些人影响到他 情血在抵挡天结的时候 心中却记挂着楚风 他很清楚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妙 此刻尚有天结 那些精英长老不敢出手 但是当天结落幕 不管是太虚圣地还是秦族的精英长老 必然会第一时间出手杀来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情血的眼中闪过一道仙光 他扫视秦族和太虚圣地的精英长老等人 而后转身向着远方而去 斜着无尽的雷海与天峰而行 所过之处虚空进阶湮灭 像是在蔑视而行似的 岳仙忧 事到如今你还想逃走吗 除非你永远都在杜劫 否则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秦族的精英长老冷声说道 快速追了下去 与此同时 太虚圣地的精英长老也追了下去 走 我们也跟下去看看结局究竟如何 名誉神舟的仙子月仙忧 难道就这样陨落了吗 虽然她已经是那太出真笼体的女人 但我依旧不希望看到她香消玉允 荒城内充斥着各种议论声 月仙忧曾经是无数年轻修者心中圣洁的女神 虽然是楚风的女人 但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修者不愿意看到她的陨落 唰唰唰 荒城内接连响起破空声 不知道多少修者驾驭鸿芒跟了下去 想要看看这件事情结果究竟是怎样的 就这样 众人跟着秦族和太虚圣地众强者 一直飞行了整整两日 而晴雪的大劫也持续了两日 当她停下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变色 因为前方是一望无尽的原始森林 太古气息迎面扑来 只是在边缘地带 便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与恐惧感 原始森林内时而传出凶瘦的咆哮声 镇的空间颤动 天上的云层都溃散了 可见有多么的恐怖 此刻 晴雪立身在无尽的原始森林边缘 天上的万重极云也缓缓散去了 自天风过后降落下来的天火大劫也越来越弱 眼看就要消失了 渡劫即将圆满 对于她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到了 月仙悠 看你还能逃向何处 你可知道你身后是一片怎样的地狱吗 秦族的精英长老冷漠地说道 在其身后有着上百名秦族的人 秦族派来驻扎在荒城的人全都跟到了这里 而太虚圣地那边也同样有百余人 驻扎在府邸中的人全都来了 跟着他们的精英长老追到了这里 太古荒域而已 晴雪淡淡地说道 而今没有了退路 只有后面的路才有生机 这也是她为何要一边渡劫 一边来到这里的原因 既然你知道是太古荒域 你就应该明白身后是绝路 还不赶紧将太初真龙体的消息说出来 老夫可以给你个痛快的死法 太虚圣地的精英长老往前逼近一步 冰冷的牟子中充满了浓烈的杀意 秦族和太虚圣地重强者 追到了太古荒域前 晴雪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事实上这也是她在无奈之下选择的路 身后被世人视为绝地的荒域 或许是她和楚风的生路 月仙悠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说出太初真龙体的消息 老夫可以给你个痛快 太虚圣地的精英长老重复着先前的话 她并不知道楚风事实上就在晴雪的特殊的器中 而秦族的人自然不会主动说出来 你们谁都别想得逞 永远都别想我会说出她的消息 晴雪神色平静而冷漠 她缓缓向着身后的太古荒域退去 最后在边沿位置停了下来 说道 太初真龙体 会成为你们心中的噩梦 而今你们杀不死她 将来等她的境界越来越高深 届时你们就会彻底感受到什么是真龙神威 秦族精英长老冷笑 说道 你以为你们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任她太初真龙体 血脉有多么强大 天赋有多么超绝 倒在成长的路上便什么都不是 不过就是一对白骨而已 月仙佑 你可要考虑清楚 身后可是太古荒域 除了那些神进绝地 那可是世间最可怕的地方 里面不知道潜伏着多少的危险 倘若进入其中 到时候恐怕会尸骨无存 秦秦沉声说道 她的神色有些凝重 因为已经从秦雪的眼神中 看出了些什么 猜到了她的意图 留在外面 你们肯定罢手吗 况且进入太古荒域尚有生机 所以无论你们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秦雪根本不为所动 她很明白秦族和太虚圣地的意图 不但要她和楚风的性命 还要她的功法神通与楚风的真龙神血 相对来说荒域中更安全 至少也有希望 并且反正也要进入太古荒域寻找沙子绝 秦雪的话音刚落 眼中立时闪过一缕轻微的波动 它从幽冥古殿中感应到了楚风的波动 那是楚风刻意传来的波动 这说明她已经从修炼的状态中退了出来 风 你怎么样了 修炼还顺利吗 有没有被打搅 秦雪将原神波动传到幽冥古殿内与楚风沟通 脑海中很快便传来了楚风的元神波动 放心 我没事 现在你打开幽冥古殿 让我出来 不行 你现在不能出来 倘若你出现 秦族和太极圣地的强者 有可能会追进荒域中 而我们恐怕还没有真正深入 就被他们给困住了 不怕他们动手 就怕他们不动手 立刻打开幽冥古殿 让我出去 听话 听到楚风这样说 秦雪似乎明白了什么 也不再犹豫 当下便准备打开幽冥古殿 这时候 秦族和太极圣地的精英长老 似乎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岳仙悠 你考虑好了吗 是想要尸骨无存 还是将太出真龙体的消息 说出来 老夫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岳仙悠 俗话说 使时务者为俊杰 如今这种情况 你认为 自己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你只要肯跟我们回去 老夫保证 太虚圣地的人 不能碰你一根汗毛 太虚圣地 与秦族的精英长老相继说道 前者只是想要楚风的消息 因为并不知道 楚风就在秦雪的器物空间中 而秦族的人却知道 所以想要带走秦雪 这样便能抓到楚风 一箭双雕 两全其美 你们如此想见我的男人 便如你们所愿 秦雪的眼神闪过一道冷光 只见他双手在身前结了个印发 身旁的空间突然裂开 浮现出一个漆黑的空间漩涡 一个黑发浓密 五官轮廓清秀 而不识刚毅的轻衣男子 长身而出 只一步就让四方空间 嗡得一颤 太出真龙体 秦族众人的谋光瞬间锁定了楚风 楚风 你这个宗门叛逆 想不到你竟然躲在月仙幽的空间器物内 今日老夫定要为圣地清理门户 镇压你这个穷凶极恶的叛徒 带回去让圣主发落 太须圣地的人咬牙切齿 那个精英长老的脸色非常的冰寒 第四百八十二集 是吗 太须圣地自古以来都是以太须风为首 自打神日风成为主脉 圣地中内斗不断 你们就是宗门内的独流 将来我定会将你们一一拔除 楚风自空间漩涡中走出来 立身在晴雪的身边 一头黑发在风中轻轻飞扬 冷漠眼神中充满了自信 神色非常的从容与镇定 仿佛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 太古荒域边缘围满了人 他们都是跟随秦族和太须圣地 众强者而来 想看看这件事情的结局究竟如何 没想到竟然见到了太出真龙体 顿时一片议论声 秦族与太须圣地 一直都在找太出真龙体 谁又能想到他竟然隐藏在 月仙子的空间器物中 这才多长时间不见 太出真龙体的气息竟然强盛了如此之多 不知道突破了多少个境界 这样的修炼速度实在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一个是得到七绝天神传承的月仙子 和打破道宫秘境的领域压制 而震杀强者 一个是自古以来 充满了无敌传说的太出真龙体 而且还是恋人关系 真的难以想象 这样的一对恋人 若是能顺利成长下去 将来谁能奈何得了他们的联手 实在是太可怕了 完全不敢想象 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想要活下来非常的困难 不管是秦族还是太虚圣地 既然已经结下了仇怨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两大势力不可能放任他们成长 等着他们将来 修为强盛了再回来报仇 所以今日他们是恐怕 谁都活不了了 真是不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 太出真龙体竟然主动 从特殊的空间器物中出来 若是躲在里面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而仅等待他的 只有死亡这一条路 数千米外 到处都站满了人 山巒上 丘陵上 天空上 到处都是一群群羞士 他们在那里议论纷纷 分别发表各自的看法 你这个宗门叛逆 任凭你隐匿的本事再高 终究难逃一死 事到如今 是时候该为你的以往行为 而付出代价了 相信圣卓都已经等不及 想要将你抽筋剥皮了 太须圣地的精英长老 冷着脸缓缓迈步逼近 无形中 有强大的气势散发出来 形成气场领域 像是有看不见的大山 推移了过来 情绪与楚风 并肩而立 他们的眼神 逐渐变冷 此刻 感受到了一股 非常危险的气机 正是来自 迈步逼近的 太须圣地精英长老 这个级别的人 真是太强了 远远不是他们 可以抗衡的 境界相差太多 神日风的道友 月仙幽 乃是我们找到的 即便是出手 也轮不到你们 如此肆无忌惮地 坐受渔翁之力 难道是没有将我们秦族 放在眼中吗 秦族的精英长老 沉声说道 冷眼看着 太须圣地的精英长老 同时也迈动着脚步 逼向楚风 七绝天神的传承 我体内的真龙神血 似乎都是你们 势在必得的东西 不过你们是准备平分 还是独吞呢 楚风似乎 完全没有危机感 神色镇定自若 满脸轻松的表情 说话时也是云淡风轻 甚至将左手背负于身后 显得非常的随意 他这样的表现 让秦族和太须圣地的人 都露出了金色 眼中露出了精疑 但想到有精英长老在此 就算是楚风拥有什么可怕的手段 也没有用 远处观望的人们也都疑惑不济 他们不明白楚风 面对这样的场面 为何还能跟没事的人似的 似乎完全没有危机感 难道他真有什么逆天的底牌 完全足以与精英长老抗衡 瘟 秦族的精英长老 与太须圣地的精英长老 同时向着楚风逼近 他们在楚风身前百米处相遇 彼此间的气势在无形中对碰 使得这片空间 一下子就颤明了起来 强大的气劲暗涌 发出闷响声 这时候 他们两人都停止了脚步 彼此警惕而冷漠地看着对方 谁都没有往前再迈出一步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微妙 不管是秦族还是太须圣地 都明白楚风和月仙优的价值 都是势在必得 岂会甘心让对方抢了先机 两个精英长老在无形中对峙 彼此警惕与防备 使得这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可以想到 倘若谁先冲向楚风 必然会遭受到另外一人的猛烈攻击 你们都想要齐绝天神的传承 和我的真龙神血 却又相互忌惮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如你们先决出胜负 也好让我看看到底是秦族更强 还是神日风更强 太出真龙体 你住口 太须圣地的精英长老 微眯着眼睛 眸光冷冽地盯着楚风说道 就凭你也想要挑唆起圣地与秦族之间的矛盾吗 真是可笑 我这是在挑唆吗 楚风摇了摇头 一脸正经的样子说道 早就听世人说秦族不如神日风 之前我还有些不信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你 太须圣地的人全都脸黑 虽然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楚风是在故意挑唆 但即便如此 这样的话语也会让秦族众人心中产生怒火 太出真龙体 你以为这样低劣的伎俩就能激怒我们吗 真是幼稚 秦族的精英长老冷冰冰地说道 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有意无意扫向太须圣地众人 眸光非常的冷 无所谓低劣与否 你们秦族就是不如神日风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在神日风的人面前 你们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忌惮 比如现在 明明想要弃绝传承和我的真龙神血 可是面对神日风的精英长老 你们却不敢动手 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在场无数双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秦族的人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 而神日风的强者们脸色更是难看 楚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些话 秦族的人脸上挂不住 即便知道他在刻意挑唆 但还是对神日风的人表露出了明显的敌意 现场的气氛更加的紧张了 似乎有剑拔弩张之态 秦族与神日风的人之间相互敌视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群战 此时此刻 一向足智多摩的秦秦都觉得头疼 不管楚风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 但当众说出来 秦族若没有半点反应 势必会弱了名头 甚至会被人们当作笑话传开 对于家族来说 必会威名大损 看着立身在晴雪身边 一身轻衣黑发浓密 满脸镇定从容的楚风 秦秦的神色变得异常的凝重 这样的太出真龙体实在可怕 这种沉着冷静超乎他的想象 倘若今日不将楚风和秦雪都震杀于此 将来秦族或许会因此而面临灾难 哈哈哈哈 楚风笑了 仰天长笑 说道 什么半神传承 这么多年过去 当年的半神早已不在人世 他的这些血脉厚人 只是浪得虚名罢了 靠着他的名头到处招摇撞骗 事实上只是一群草包 在神日风的人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真是丢进了半神的脸 真是丢进了半神的脸 楚风的话语丝毫不留情 充满了奚落与嘲笑 顿时让秦族重强者的脸黑得跟煤炭似的 眼中的怒火如两团火焰在燃烧 混账 老夫火寡了你 让你知道老夫是不是浪得虚名 秦族另一名精英长老自人群中一步踏空而至 他如同一只发怒的狮子 脾气本就火爆 此刻完全压制不了 直接就对楚风出手了 哼 想抢心出手 休想 太须圣地 那个一直在人群中未动的精英长老 刷得如流光般破空而来 一下子就拦住了秦族的精英长老 两人顿时大大出手 微妙的气氛历时被打破 两个精英长老之间的战斗如同导火索 彻底引爆了秦族与神日风之间的混战 所有的强者几乎在瞬间冲了上来 将这片地狱化为了战场 秦族的人心中早就怒火冲天 他们要证明自己的家族强过太须圣地 出手毫不留情 各种神通绽放 天地间 到处都是奔腾的凶兽虚影 神日风的人自然也不会示弱 大日霸神觉中的神通不断绽放 一轮轮神日在空中沉浮 镇压十方 双方站得异常激烈 此刻 楚风的眼眸变得非常的冰冷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趁着秦族重强者与神日风强者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他转身将晴雪推向太古荒域 说道 在里面等我 你要小心 没事的 楚风给了晴雪一个放心的眼神 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原地 如一道清光般滑破长空 进入了混战的战场 太出真龙体 你想趁机逃走 简直是痴心妄想 秦族和神日风的强者们见楚风冲到了战场中 以为他是想趁机冲出去 顿时不知道多少人都向着他扑杀而来 深恐他被别人擒住 谁知楚风突然在战场中心停了下来 他的脸上露出冷酷的笑 体内的百零八个大学所演化的神海 瞬间沸腾了起来 旺盛的神能精气与大道法则气息弥漫开来 哄 楚风立身在四方与头顶的空间 全都在瞬间炸开了 不知道多少大手抓向这里 在空中发生碰撞 而楚风则催动虚空神珠 一下子就引入虚空中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天穷上传来滚滚雷鸣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乌云逆布 厚厚的灰色云层 以极快的速度自四面八方向着这里汇集而来 天地间风云变幻 一股浩大的天威压得人 几乎要窒息 秦族与神日风的强者争先恐后的对楚风出手 可是全都落空了 等他们发现楚风突然引入了虚空中 还未来得及去寻找他的位置 历时便感受到了恐怖的天威 刹那间全都脸色大变 天杰 又是天杰 他爱出真龙体 你 秦族和神日风的重强者气得差点没吐血 在荒城外被情血连带杜劫 长老们死亡数十 而今竟然又被楚风的天杰契机锁定 气得肺都要炸开了 既然你们都在一起 我岂能不给你们送上一份大礼 楚风自虚空中显化出来 他仰天看着天穷上的万重节云 感受到了天杰的威能 心中也有些吃惊 轰 天穷上的万重节云瞬间裂开一条巨大的缝 紧接着一座形似山丘般的雷电直接压落了下来 对的 是压落而不是披落 像是一座银色的电光交织的山岭 自九天上镇压而下 那股威势浩瀚莫测 惊得在场的人全都心惊胆战 双腿发软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天杰是什么滋味 相信足以让你们终生难忘 楚风立身在天杰中心 机体闪烁紫金神光 旺盛的生命血气溢出体外 有金色的古钻在机体上闪耀 一开始他就施展出了霸体金身 轰隆隆 天上的节云中不断有雷电山岭压落下来 分别镇压向天杰范围内的每一个人 经得秦族与神日风的强者们全都变色 眼中充满了京剧 他们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样的天杰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谁在渡道宫大劫的时候 能有这等声势与场面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盗兵祭出 接近所能提具神能精气 施展最强神通来抵挡 第四百八十三起 楚风双手演化 他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法则的载体 以法字局将自身演化成一条紫金色的真笼 仰手笑苍穹 而后摆动龙区冲销而上 迎向压落下来的雷电山里 生生龙吟中 以神经胶筑般的龙区 将整座山岭都缠绕了起来 紫金龙区紧紧缠绕着雷电山里 不断用力 鳞片与山里摩擦间 发出噼里啪啦 闪电碰撞声 与铿锵颤音 那座雷电山岭 在龙区的缠绕下不断缩小 漆上的雷电不断溃散 相继没入龙区内 而紫金鳞甲上 则闪烁着密集的电弧 蛤 楚风的这种渡劫方式 极其震撼 他将自己演化成真笼 神经胶筑的不朽龙区 霸气的龙手 凌厉的龙谋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样的画面 让七眼目睹的人们 全都惊呆了 张大着嘴巴 身体轻轻颤抖着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秦族与太区圣地中 那些境界没有达到道宫秘境的人 则没有被连带杜劫 趁着天节还未落下的时候 便冲出了笼罩范围 在远方紧张观望 脸色苍白 眼中充满了惊惧与忌惮 秦秦也在远方紧张关注 美眸中有着明显的波动 显示出他的内心非常不平静 他没有想到楚风 也修炼到了道宫境界 随时都能引来天洁 让他措手不及 不管是太出真龙体 还是月仙忧 两个都是极其可怕的对手 不仅仅是对年轻一辈的人来说 不出二十年 恐怕连许多的老辈人物 在他们的面前都会不堪一击 今日若不能杀了他们 日后怕是很难寻找到机会了 秦秦的脸色非常的凝重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乎了他的意料 本来楚风和秦雪已经没有退路 身后就是太古荒率 可以说已经到了绝境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接连发生变数 而今看来结果难以意料 怎么办 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活下来 而为秦族的将来带来祸祸 可是精英长老们 恐怕也抵挡不住 探出真龙体引来的这种恐怖天洁 秦秦的美眸不断闪烁 他在快速思考 渐渐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轰隆隆 九天上的天洁越来越猛烈 越来越恐怖 开始的时候 那些修为精深的长老 让他抵挡得住 可是渐渐的就越来越吃力了 只有那些精英长老 看来还算轻松 天穷上闪电雷鸣 亿万缕电光闪耀 一瞬间将乌云笼罩的天地闪得通亮 但紧接着又陷入了昏暗中 在那乌云最为密集的节云中央 一座绵延起伏的古老宫殿建筑群浮现了出来 虽然看起来很模糊 朦朦胧隆 但却非常地冲击人的视觉与心理 一股浩瀚莫测的威压 自那绵延起伏的云海宫殿中 弥漫出来 笼罩八荒六合 像是有尊盖世神灵 立身在宫殿中 俯视人间大地 看尽万古沧桑 刹那间 这里除楚风和情绪以外的所有人 都感到心神战力 在这股威压下 双骨战战 几乎无法战力 心中像是被巨石压住 呼吸都困难 楚风如山岭般横跟在空中 无尽的神雷轻落下来 披在他的紫金色龙躯上 但那些雷电 无法对他造成丝毫的伤害 反而被他不断吸入体内 用来淬炼肉身 并且以太出神海 强行熔炼器中的法则碎片 这片大地彻底被雷海淹没 雷海中央 那些长老与几个精英长老 看到天穷上的宫殿显化出来时 一张张老脸顿时就绿了 先前的天洁景象 就已经很恐怖 远远超过了普通修者杜洁时的景象 此刻这种在节云中 显化出古老建筑群的天洁异象 是他们此生从未见过 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心中对这种未知的天洁 充满了恐惧与不安 老夫不相信区区天洁能奈何得了我 想当年老夫也是历经九重节过来的 如今有中阶道兵在手 天洁能奈我何 秦族的精英长老发出咆哮声 他以冰冷的眼神盯着楚风 咬牙切齿地说道 太出真龙体 天洁一过 老夫会让你知道什么是这世上最痛苦的死法 哼 秦族道友 这次无论如何 你也要算上我们一份 若不能亲手从太出真龙体身上 撕下几块肉来 本长老难谢心头之恨 挖他的血肉 抽取他的真龙神血 让他体会到肉体上的痛苦 然后将其原神强行摄取出来 镇压在地火中受尽焚烧之苦 秦族和神日风的强者们相继放着狠话 杀意炽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楚风的恨已经达到了极限 一群老帮子 你们难道只会在这里放狠话吗 楚风的脸上满是嘲讽的笑容 说道 我就在这里 你们要是有本事就过来 试试能否碰到我一根汗毛 你 休要消狂 众强者们气得头发倒数 楚风是杜劫者 越是靠近他 天杰的威能就会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然不敢对楚风出手 却被楚风拿来说事 真是让他们郁闷到发狂 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天杰一直都在酝酿 万重节云中显化的绵延宫殿群 越来越清晰了 神秘莫测 古老沧桑 有岁月的气息在流转 隐约中让人感受到莫大的威压 似乎里面有着无尽的天兵 即将要冲出来碾压世间亿万生灵 这种恐怖的气息 让这里的人们心神站立到无法自意 似乎原神都要被压碎了 深深的恐惧感在心中不断滋生 仿佛即将被打入死亡深渊 被天杰困在雷海中的秦族长老 和神日风长老们脸色由黑转白 已经毫无血色 先前他们只是忐忑与害怕 现在却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可以想到这样的天杰真的落下来 那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酝酿的天杰中央 楚风的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正在酝酿的大杰会是这次杜杰的最后一波 之后便不会再有天杰落下 可是据他以往的经验来说 在越高的境界渡截 天杰的持续时间就会越长 而今这道工大杰不过才开始不久 正在酝酿的天杰也只是第二波而已 此刻四周观望的人们都在京剧中不断退向远方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浓浓的惊恐与不安 眼睛一顺不顺的看着天杰覆盖的地狱 这到底是什么天杰 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 有谁杜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异象 天穷上的古老宫殿群到底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那是真实的宫殿群还是天地秩序交织而成的 太初真龙体的道工大杰如此特殊 这意味着什么 听闻渡截的时候引来的天杰越特别 说明渡截的人潜力越强 看来这太初真龙体果真是名不虚传 难怪无尽岁月中 人们都说这种体质一旦成长到最后 必然能无敌天上地下浓为盖世 嘿嘿 什么浓为盖世 那也得有机会成长到最后才行 你们觉得这个楚风有机会吗 一看他就是个短命像 注定要夭折在这条路上 得罪秦族和太虚圣地 就凭他还想活下来吗 真是笑话 嗯 这楚风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 区区神桥秘境便不可一世 以为自己和宇川城千古的秦族和太虚圣地对抗 早就注定了是死路一条 即便今日能凭借天节侥幸活命 他日也是彼此无疑 人们议论纷纷 有惊叹与震撼的 也有言语中充满冷笑与敌意的 但这些对于楚风来说都不算什么 他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自己 他只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该走怎样的路 轰隆隆 天雨上的万重节云不断翻滚 如怒海浪涛在汹涌 当中显化出的绵延宫殿群更加的清晰了 但仔细去看却觉得非常的模糊 始终无法看得仔细 仿佛有大道迷雾在流转 使其变得异常的神秘 古老宫殿群中酝酿的气息 越来越神秘 也越来越恐怖 浩瀚的威压充斥乾坤六合 八荒生灵都站立不止 感受到了死亡正在一步步靠近 沙 突然 宫殿群中传出惊天动地的喊沙声 浩大的声势贯穿消汗 朕的十方天地都嗡嗡颤鸣 所有人的心瞬间紧绷 全都望向天雨 轰隆隆 惊天的喊沙声 仿佛穿越了无尽的时空长河 自那久远的远古时代传来 宫殿群中突然响起了轰鸣声 仿佛有一万天兵的脚步踏在空中 一股难以言喻的杀气如浩海决堤般涌了出来 杀 宫殿群中的云层裂开了 快速向着两边分开 显花出一条宽阔的通道 与此同时 让人震撼而惊悚的画面出现在视线中 无尽的天兵自宫殿群中冲杀而出 个个身穿古老的甲皱 手持古老绽毛 浑身闪烁银色的雷电 他们的身体几乎全都被甲皱包裹 只有眼睛露了出来 而毛子冷漠而无情 瞳孔中电光闪烁非常的射人 冲杀而来时充满了残酷而铁血的意志 轰隆隆 天羽上的大片虚空都崩灭了 被无尽的天兵踩成了虚屋 他们占据了整片的天羽 密密麻麻望不到尽头 手持雷光交织的古老长矛 自天穷上冲杀下来 铺天盖地 不 不要 秦族与神日风的长老 以及精英长老们 发出绝望与惊恐至极的叫声 此刻的他们已经被这样的场面 吓破了蛋 这般的天洁 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完全超乎了认识 也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的极限 瞬间就崩溃了 肝胆剧烈 万古以来 这世上真的有天兵吗 还是这天地秩序交织而出 想要以此来毁灭我 楚风心中威力 对于这样的画面 他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但眼神无比冰冷 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恐惧 体内的血液轰隆隆奔涌了起来 神血沸腾 冲消的天意震荡乾坤六合 风 你不可大意 这是自古以来最可怕的天际之一 传闻只有在某些惊艳天骄渡圣洁的时候才会出现 你千万要小心 清雪的声音自太古荒语中远远传来 充满了凝重 放心吧 身为太出真龙体 岂能会在天结中 我楚风定不会给这种血脉抹黑 楚风高声回应 充满了无敌的霸气与信心 他的眸光霸道而凌厉 瞳孔似两盏神灯般璀璨 轰隆隆 楚风的体内发出浩海怒笑般的声音 真龙神血彻底沸腾了起来 冲刷着血管壁隆隆声响 如条条神盒在奔涌 旺盛的紫金血气溢出淹没了天语 整个人都化为紫金色 如神经胶筑 机体上闪烁密集的古篆 弥漫着不朽不灭的神性 杀 无尽的天兵冲杀了下来 距离楚风越来越近了 距离秦族和神日风的长老们 也越来越近了 铺天盖地淹没而来 这股杀法像是要碾杀苍生万灵 毁灭世间任何的生命体 这是无比震撼与恐怖的画面 这种浩大的声势与充满毁灭的场景 吓得亲眼目睹这一画面的人 全都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都匍医交往前awk 这是无比较近抑门的 温少许对秦前 有一次性能之邪 供 证 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